李火旺心里悬着一件事情没解决,根本就静不下来。 我们聊聊吧。 李火旺忽然唐突地对着头顶的房梁开口说道, 红中,他这是跟你说话呢? 一旁半个身体卡在墙里的和尚,诧异地问道。 红中摇了摇那血肉模糊的脑袋。 不是,他是跟肚子里的黑太岁说话呢? 哼,这可真他妈的有意思。 李火旺完全无视这两位幻觉的交谈,默默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虽然不能停止吞噬黑太岁,可事情总要想办法解决的, 再不济也要想办法减缓副作用的发生。 从之前他就自己一命来看,也许靠沟通能起到作用。 然而,不要他出现的时候,他经常出现, 现在李火旺找他的时候,却半点声音都不吭。 忽然李火旺想到了什么,把手伸进自己的耳洞里, 轻轻一扣再一拉,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棉絮被扯了出来。 刹那间,李火旺的耳朵几乎被各种声音给吵聋了。 长时间塞在耳朵的棉絮被拔了出来,嗡的一声, 各种声音占据了李火旺的耳朵。 隔壁客房的说话声,窗户外的吆喝声, 甚至连自己的心跳声都无比的清晰跟巨大。 李火旺痛苦地闭上眼睛,强忍着分辨其中的声音, 终于花费了一炷香的功夫。 他总算是在这些声音的混杂中, 听到了那黑太岁,那特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得见吗? 在嘈杂的声音中,李火旺扯着嗓子大声嘶喊着。 很快,黑太岁回应了,他回应的不是恐怖的呢喃, 以及各种阴暗陌生的语言, 依然是一些并不怎么关联的简单词字。 口天,吴,你到底在说什么? 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咱们聊聊吧。 这东西都能随意地从自己鼻子里还有喉咙里钻出来。 放任不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他本来是想跟这东西谈判来着,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都可以商量着来。 可现实并不会按照李火旺的套路来。 面对他的提问, 黑太岁依然用着那些简单字音来回应。 听到这些过于简单的单字音, 以至于李火旺觉得跟自己交谈的是一位鸦鸦学语的孩童。 孩童? 孩童? 李火旺忽然间想来了什么?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叫店小二拿来文房四宝, 开始忍着耳边那越发嘈杂的声音, 把黑太岁的话记录下来。 口目水,火填文。 一个一个地笔画简单的字被写在了纸上, 看着这顺序, 还有这熟悉的字, 李火旺的眼中露出一丝了然。 我说他嘴里的话怎么这么耳熟? 原来这家伙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我之前交给吕秀才的。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 这也是为什么, 黑太岁总说这些发音简单的词, 因为他只会这个。 他只是趁着自己交秀才的时候, 碰巧学到了一些罢了。 黑太岁压根不理解这些字的含义, 他唯一做的就是不断地重复罢了。 这黑太岁连话都不会说, 我该怎么跟他交流呢? 重新把棉絮塞进耳洞里的李火旺, 背着手在屋内徘徊了很久。 李火旺想过各种办法, 可最终都被自己否决了。 他现在在自己肚子里, 为了压制幻觉, 敢肯定是赶不走了, 想要解决这个麻烦, 只能想别的办法。 最终想了想去, 李火旺发现自己只能用笨办法。 那就是焦黑太岁认字说话。 学会了说话后, 就能跟他沟通, 上次跟着旺道的交战, 他起到的出其不意的效果。 只要能沟通好, 说不定这东西也能当一个暗器使用。 想要教会一摊触手说话, 李火旺不知道要多久, 但是可以肯定是这并不短, 所以才是笨办法。 行吧, 要交就交吧, 总比没有办法好。 李火旺挣扎地坐下来, 重新拿起一张辣黄色的宣纸铺开。 想要教导黑太岁说话, 李火旺明白, 这个并非一朝一夕之时, 所以可以慢慢来。 相比这个, 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去大头娃娃娜报仇。 这是自己在肩天思街的第一个活。 感觉到伤好了大半, 李火旺便让其他人收拾收拾, 开始赶路。 这一次, 任凭谁劝都不顶用。 白领鸟跟他争执了一番, 最后李火旺后退一步, 买了一辆马车, 自己路上的这段时间只在马车上躺着。 经过路上的长途跋涉, 等李火旺重新来到那异常繁华热闹的迎铃城, 他胸口的伤已经全部愈合了。 不过那失去的眼睛, 以及腰间的两根肋骨并没有长好。 不知道为什么。 相比皮肉指甲, 骨骼还有眼珠子生长得非常的慢。 李师兄, 按图上画的, 咱们未必要进城, 走这条小路更快些。 女班主走一地唱一地的, 兴许还没咱们快呢。 站在迎铃城城门口的狗娃, 向着李火旺提着自己的建议。 少废话, 进城, 还是之前那家客栈, 去订客房。 李火旺当然不会告诉他这个大嘴巴, 自己是来跟奸天司令报仇的。 自己之前千辛万苦的折腾, 不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吗? 李火旺本来觉得, 如果对方不来, 他就多住几晚。 不过很显然, 整个迎铃城内满是他的眼睛。 当天晚上二更天, 李火旺来到马厩的时候, 那大头娃娃已经手里踢着一个黄布袋 坐在马料上等了。 没等李火旺开口说话, 大头娃娃一个翻身从马料上跳下, 来到他的面前, 那语气相比之前明显缓和了很多。 哼, 真没看出来, 你小的还真有两下子, 干原村的事情干得很漂亮, 居然没死一个人。 听到这话, 李火旺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 讨厌过了, 自己总算是正式成功加入监天司了。 哪里哪里, 在下只是运气好罢了。 哎, 那运气好也是一种本事啊。 你小子就不要妄自菲薄了, 对了, 没受伤吧。 要是受伤, 不管内伤还是外伤, 私内都有人帮你医好。 看到李火旺摇头, 那大头娃娃抓住自己头上的娃娃头罩, 用手一摘, 直接就拿了下来。 李火旺发现, 大头娃娃的头罩下面, 居然是一张异常和善的妇态面孔。 那绿豆大的眼睛, 眨巴眨巴得很是逗人。 这位笑眯眯的胖中年人, 双手合拢, 向着李火旺拱了拱手, 脸上堆出一张笑脸来。 实在对不住了, 可没试过伸手, 还有摸清底细。 我还真不敢, 把你往私里面拉。 他伸手从袖口中掏了掏, 五颗被黄色俘虏包裹的羊兽丹, 被他掏了出来。 那, 这是之前你给我的, 我现在还给你。 前辈这是干什么? 既然东西送出去了, 哪有往回拿的道理? 李火旺伸手就要推回去。 你拿着, 你先拿着, 然后听我说。 那人把羊兽丹硬塞进李火旺手中, 再缓缓说道。 你也晓得, 你是我拉进来的, 所以, 万一你将来出了什么事情, 我可是要吃挂落的, 这就相当于保单了。 不过, 你真心想要加入尖天司, 那这保单就不用了。 你说是吧? 这胖男人笑眯眯地说着, 实在让人不忍心拒绝。 我赤长几岁, 父亲拓拔, 名单轻, 而久贤弟, 如果不嫌弃, 你可以称呼我拓拔兄。 这是别人第一次善意地告诉了李火旺, 自己的姓, 这明显代表着什么。 李火旺顿时有些动容地向着他行了一个礼。 多谢拓拔兄了。 唉, 这可就算我对你的贺礼了,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诸儿九兄弟前程四姐。 看着面前手中那颗杨寿丹, 李火旺心中顿时感觉到一暖。 他不在乎这一颗杨寿丹, 而是在乎对方的态度。 自从自己从清风关内钻出来后, 除了那死去的失态外, 其他人对自己不是打就是杀, 每个人都想谋害自己, 没有一刻消停过。 李火旺不是矛头小子, 他当然知道对方这样子八成是装出来的, 可这么长时间, 哪怕就是装出来的善意他都没享受过。 拓拔丹亲手一伸, 拉着李火旺就向着马厩外面走去。 来来来, 贤弟,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换舒坦一点的地方。 两炷香后, 坐在凳子上的李火旺, 用手摸了摸眼前那金丝檀木的桌子, 踩了踩地上那松软的瘦皮。 再环视了一圈这房内华丽的内饰, 他知道, 在这吃一顿饭价格绝对低不了。 这家酒楼他之前见过, 就在那玲珑塔的边上, 从地段上看, 在整个营林城内也算是排得上号的。 嘎吱一声, 门开了, 彩衣漂亮的女子, 带着阵阵飘香风端着各种佳肴, 放在了圆桌上来。 这桌子上的菜, 李火旺别说吃过了, 他连这些菜是用什么原料做出来的都看不出来。 呵呵呵, 来来来, 耳贤弟, 咱们嗑一个。 拓拔丹亲端起银壶, 就要向着李火旺面前的酒斩倒去。 李火旺心中顿时一紧, 拓拔兄在下不善饮酒, 还请见谅。 说完, 他拿起旁边的茶壶给自己倒下, 在下就以茶代酒, 敬拓拔兄一杯, 助拓拔兄万事如意。 笑呵呵地拓拔丹亲拿起酒杯, 往李火旺的茶盏上一撞。 好耐桌儿老弟, 早登降服。 李火旺把这盏茶放在面罩下面, 轻轻地吸了一口。 拓拔丹亲一撩长袖, 举起筷子就向着面前那冒着白雾的菜肴戳去。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尝尝这道万紫千红, 这道菜可是迎临城的特色, 别的地方可吃不着。 两人快起杯落, 屋内的气氛缓和了很多, 那在饭桌上交谈跟其他地方交谈, 那氛围就是不一样。 胖脸上泛起腮红的拓拔丹亲, 巴达巴达地解下嘴, 用手肘着圆桌, 慢吞吞地说道, 而老弟啊, 以后都是自家兄弟了, 以后要对室内有什么不懂的, 你尽管问我。 还有啊, 你记得你现在就是尖天司的人了, 要是官面上遇到了什么事, 那都可以抱尖天司的名字, 只要不是什么大事, 那一般衙门都会给几分薄面的。 多谢拓拔兄啊,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 在下刚好确实碰到一些难题, 离火望把手一伸, 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八卦净拿了出来。 这是那坐望道的法器, 威力惊人, 可在下却是找不到驱动的法门, 还请拓拔兄过过眼。 坐望道的东西, 呵呵, 他们拿有自己的东西, 一看就知道是骗来的, 让我瞧瞧吧。 拓拔丹青伸手接过来, 仔细琢磨起来, 手上不停, 嘴上也不停。 而老弟啊, 那天咋样啊? 给哥哥说说吧, 你是怎么解决那坐望道? 这自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只是掠过了黑太岁的一些细节后, 离火望便把那天晚上的绝大部分事情, 都告诉了拓拔丹青。 哼, 这帮坐望道, 又再说别人是他们的人, 这种骗局都是老黄历了。 拓拔丹青不断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可是啊, 就这么简单的骗局, 总有那么几个愣头轻着了他们的道。 其实吧, 只要识破他们的把戏, 这帮坐望道来多少我杀多少, 什么大三元小四喜, 头子花牌的全是废物点线。 听得出来对方开始吹牛了, 离火望自然不会点破, 一旁硬合着。 喝点酒喜欢吹牛没什么, 这反而让离火望感觉到, 对方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这看起来像是道家的法器, 可是你瞧见没有, 这八卦位置不对劲, 这坤在上前在下, 这种天地颠倒的道家, 据我所知, 大梁只有三家。 拓拔丹青把那镜子往离火望这边一送, 行了, 先拿着吧, 我回头查查后给你答复, 要是有配套的功法, 我给你捎个信。 不管怎么着, 这东西应该价值不菲, 我估摸着, 最起码值得三五十年阳寿, 而老弟, 你气运不错呀。 这话除了表面含意外, 还透露了在监天司内, 用进行交易的东西, 并不是经营, 而是阳寿。 那再次多谢拓拔兄了, 你这话说的, 都是自己人, 这点小事谢什么谢? 见外了呀。 喝酒喝酒, 拓拔丹青端起酒杯, 仰头向着喉咙里一送, 低头哈了一声后, 拿起筷子开始吃菜。 忽然拓拔丹青想到了什么, 把手中的筷子往菜盐上一搁, 就把手伸进桌子底下的布麻袋里面, 捞了一会后, 十几颗黑乎乎的丹药被他掏了出来。 那, 差点忘了, 这是你这次的报酬, 十三年阳寿, 收好了, 用的是丹丰, 跟你的法子不太一样。 李火旺拿起腰间葫芦抽出来, 随着那小小的葫芦嘴蠕动了几下, 紧接着整个葫芦的前半端, 开裂成猙獰的锋利大嘴, 一颗一颗的把那些阳寿丹吞咽了下去。 拓拔丹青看到李火旺的葫芦, 醉醺醺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儿老爹, 你这东西不太行啊, 没有哥哥, 我这破布袋子强, 我这袋子虽然破, 可装的可多了。 以后啊, 你找个时间去上京, 去那买些好用的法切。 哦? 千天司居然还有专门交易的地方。 李火旺顿时心中一惊, 这不管是对自己未来的情报收集, 还是实力提升都有着重大帮助。 多稀奇, 没有才奇怪吧? 李火旺答应下来, 连忙给自己倒了一丁点酒, 敬了拓拔丹青一杯。 敏锐的感知让李火旺非常容易醉, 可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需要醉。 当天晚上, 两人越喝越多, 那关系也越来越好。 好到最后, 都要烧黄纸杀鸡拜把手了。 拓拔丹青的声音, 让李火旺想起自己寝室的同学。 他仿佛再次回到了, 当初高中留宿的那段时间, 那段自己没发病之前的美好时光。 当时自己没有神经病, 也没有穿越, 杨娜也是真的, 自己的未来充满着光明。 哎呀, 能再次回到那个时候, 该多好啊。 不过, 我已经加入了尖天司了, 那种朝不保夕的日子过去了, 接下来肯定一天比一天好, 总有一天我要过得比过去还好。 昏昏沉沉中, 拓拔丹青搂着李火旺的肩膀, 靠着窗檐看着窗外的寂静的银陵城, 声音带着一丝感慨地说道, 贤弟。 你瞧, 这银陵城多漂亮。 这银陵城的兔爷也漂亮。 说真的, 这地方我还真没来过几次。 拓拔兄, 那我赔罪。 自罚三杯。 我居然害得拓拔兄东奔西跑。 李火旺喝得舌头都打劫了, 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赔什么赔, 说的什么废话, 我这是只是凑巧路过罢了, 可不是专门为你小子。 你猜, 你猜哥哥我之前干啥去了? 这哪猜得到啊? 拓拔兄哥, 你瞧瞧天是不是快亮了? 要不今天就喝到这吧。 听到李火旺居然没接自己茶, 拓拔丹青很是不满。 你来, 我给你看看一个好宝贝, 让你小子开开眼界。 他拉李火旺重新来到桌边, 扑通一下摔在地上, 扒拉着自己的黄色的破布袋。 很快, 一个男人脑袋连着一片血肉模糊的内脏, 被他从布袋子愣是拽了出来。 嗯? 李火旺错愕地看着。 拓拔兄, 这是什么? 嘿嘿, 不知道了吧? 这可是我跟迹象大人 特意去青丘腹地弄来的心素。 这话一出, 一旁的红中幻觉忽然大笑起来, 他笑得很是开心, 笑着弯着腰, 上气不接下气。 哈哈, 红中的笑声 在李火旺的身边不断回荡, 心素啊。 李火旺? 哈哈哈哈。 李火旺手中拿着杯子, 错愕地坐在那里, 看着身边拓拔丹青手中的半个尸首, 看着面前这个死人, 脑袋还有下面连着的五脏六腑。 停顿了好一会后, 李火旺的眼睛渐渐瞪大, 震撼的表情逐渐浮现在他脸上。 原来这就是心素啊。 这一刻, 他桌子下面的拳头握很紧很紧, 然而他脸上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醉熏熏的拓拔丹青, 看到李火旺的惊讶表情很是满意, 带着一丝得意地说道, 如何? 没见过吧? 不瞒你说, 哥哥我这一次, 也是头一回见活着的心素呢。 李火旺颤抖地伸出手来, 用指尖轻轻地碰了碰那心素的面孔。 这是一个裹子脸的中年男人, 从模样上四十岁上下, 落腮胡子。 如果单看样子, 完全就是一张寻常人的面孔。 然而这张面孔上的五官, 极度扭曲着, 眼中的悲愤跟绝望, 随着死亡, 一同被定格了下来。 李火旺自己对身心痛楚非常的了解, 他知道, 只有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死去, 才会有这种表情。 这位身份跟他一样的人, 当初死得很惨。 哎, 行了, 碰一下就行了, 按理来说, 这种宝贝你, 可没资格看, 让你瞧一瞧, 可就破例了。 这可是, 要入国库的天灵地宝。 李火旺如同木偶般机械地举起手臂, 把酒杯里的酒倒进嘴里后, 表情肢体渐渐舒缓下来。 拓跋兄, 这心素为何, 只剩个脑袋跟内脏吗? 这话仿佛说到拓跋丹青的心砍上了, 他顿时懊恼地一拍桌子。 哎, 本来是想留活着的, 那活着的心素可比死得有用多了, 可是你猜怎么着? 我跟迹象大人快到边关的时候, 居然被人截胡了。 我们拼尽全力, 最终才抢到这么点。 端氏实在可惜, 李火旺点了点头, 浓浓的醉意把他脸上的震惊表情逐渐掩盖了下去。 哎, 拓跋兄, 确实可惜, 要是这心素是活的就好了, 我听说心素脑子里的迷惘, 很是有用。 拓跋丹青继续显摆地说道, 何止呢? 那心素的肉体, 也是好宝贝。 而老弟, 那心素的肉骨, 还有那心肝, 都是不可多得的料材。 我跟你说啊, 迹象大人就有一件用心素招财炼制的利害法器, 能在猝不及防下, 让别人的神识陷入迷惘。 听说有人出两百年羊兽都不卖呢。 招财? 招财就是舌头, 舌头就是招财, 这些雅词都弄不懂。 而老弟啊, 你还有得学呢? 对于心素, 再下过去只听说过没见过。 没想到, 其中还有这么多门道, 拓跋兄还真让我长见识了。 李火旺端起酒杯, 向着拓跋丹青敬酒。 长见识了吧。 嘿嘿, 以后你只要多跟我出去, 那长见识的地方多着呢。 来, 喝酒喝酒。 说吧, 他把心素随手塞进布袋子里, 继续喝了起来。 这一喝, 就从二更天一直喝到了天明, 一直喝到拓跋丹青睡过去, 这才散席。 李火旺扶着喃喃自语的拓跋丹青来到客房内, 把他搀扶到床上, 紧接着他拿起那装有心素的黄布袋颠了颠, 放在他的陶瓷枕头左侧, 伴随着嘎之声。 等李火旺把房门关上之后, 正在仰头张着嘴巴打汗的拓跋丹青猛地睁开了眼睛, 眼中已经没有一丝困意。 知其脑袋的他, 先是看了一眼房门方向, 紧接着又用手摸了摸枕头旁边的黄布袋, 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 不错不错。 此子看到心素, 眼中居然一点贪念都不起。 宏大这次拉进来的人, 比上次靠谱多了。 浑身酒气的李火旺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 除了他背上的两把剑外, 他手里还提着一大包东西。 在清晨的朝阳下, 李火旺面孔无悲无喜, 只是默默地走着。 路上的其他人闻着他身上刺鼻的酒味, 在看到他这古怪的打扮, 所以人都不由地捂着鼻子躲开些。 这是哪来的酒萌子? 一大清早就来喝酒。 就是, 现在的后生,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在这些声音的陪伴下, 李火旺来到了自己住的客栈, 等他一推开门, 屋内急得团团转的白铃鸟顿时迎了上来。 李师兄, 怎么离开也不说一声啊? 你急死我了? 你喝酒了? 李火旺把手中的东西一打开, 里面是一个个竹鞭的石盒。 晚上跟别人出去吃饭了, 让他们都来尝尝吧, 我打包了, 这些东西可贵得很, 尝尝先。 说完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深深叹了一口气。 看到了李火旺兴致不高, 白铃鸟哪里还顾得上吃, 他坐在床边, 看着李火旺的背影。 李师兄,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李火旺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没什么, 只是有些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罢了。 苗苗, 我忽然发现, 在这鬼地方什么都靠不住, 靠山山倒靠水水流, 万事只能靠自己。 说到这, 李火旺再次回想起那张扭曲脸, 除了失态的儿子外, 这是李火旺第三次见心诉, 一个为了争抢, 而被别人硬生生撕扯成两半的心诉。 看到他的那张脸后, 李火旺瞬间明白了, 这组织强大数量众多的监天司, 并不是自己的靠山, 永远也不可能是。 相反,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变成自己的敌人。 想要完全投靠监天司, 最终在这个危险的世界立足, 完全就是吃人说梦。 这些危险的人, 自己永远只能远远地利用, 而不是带着善意靠近。 只要把自己面招一先, 前一秒还在喝酒的朋友, 下一秒有可能把自己绑了去卖。 自己是心诉, 这是原罪。 只要这个身份跟着自己一天, 那么自己就是那谁都想啃一口的唐僧肉。 白铃鸟仿佛能感觉到李火旺的沉闷情感, 他匍匐下来, 伸出手来, 用手掌一遍遍地轻抚着他的背部, 想让他舒坦一些。 李师兄, 别担心, 不管怎么样, 还有我们呢。 就在两人正在交谈的时候, 桌边传来了新的动静。 啪哒一声, 李火旺马上支起脑袋来, 向着声音方向那边看去。 紧接着就看到, 正在抱着石河, 捏手捏脚, 向着外面走去的狗娃。 李师兄, 你这带回来不是给我们吃吗? 狗娃声音带着小心地问道。 李火旺重新躺下,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是啊, 也只有你们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信得过的, 那恐怕就是身边那些师兄弟了。 哪怕他们真的没什么用。 李火旺双手往床上一撑, 坐了起来, 脸上的颓废一扫而光。 狗娃, 把石河放下, 把高智尖叫过来。 咱们一起吃, 吃完了, 我们就走。 去哪呀? 回家。 几天后, 李火旺, 狗娃, 高智尖, 白领秒, 坐在马车上, 随着车咕噜的颠簸, 而左右摇晃。 白领秒拉开帘子, 对着赶马的马夫热情地说道。 这位阿大, 多谢您让我们烧上一城, 要是靠两条腿走, 要走好些天呢。 那老马夫张开那不胜几颗牙的嘴, 笑呵呵地回答道, 不碍事凑巧顺路, 不过女娃娃, 你家可够偏的, 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 那山脚下还有一个村子呢。 听到这话, 狗娃顿时不乐意了, 偏什么偏, 咱们之前可是给定赢的。 怎么的? 你想临时涨价呀? 狗娃对面春小满瞪了她一眼, 闭嘴,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而一旁的高智, 肩缩着四肢, 结结巴巴地开口劝驾。 坐在最里面的李火旺, 默默地看着热闹的车内, 相比之前, 现在的气氛明显轻松多了。 自从自己穿越过来, 李火已经很少见到了。 一双柔软的胳膊, 挽住了李火旺的手, 脸上忍不住带着笑意的白灵秒, 向着李火旺问道, 李师兄, 你现在在想什么呀? 眼看就要到家了, 白灵秒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喜悦。 在想, 牛星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不知道接下来我们呆不呆得惯。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很难相处。 李火旺用手绢起窗竹帘, 看着外面的绿绿匆匆的一切, 这地方林子很茂密, 肯定呆得惯。 我们村子里都是好人啊。 就说我爷爷吧, 他种的烧瓜, 要是路过的人口渴了, 随便吃不要钱。 你这么好, 肯定跟他合得来。 还有我爹娘, 要是村子里的其他人遇到什么麻烦, 他们都会出钱处理帮忙。 而且跟村子里的人住这么长时间, 脸都没红过一次呢。 对了, 还有我弟弟他们那一辈, 你放心, 他们不敢放肆, 要是他们为难你, 你就跟我说, 我要他们好看。 白灵秒跃跃欲试地, 把自己把白皙的拳手在空中不断捂着。 看到他这可爱的表情, 李火旺会心一笑, 看起来他在自己面前跟家人面前,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面孔。 李火旺搂住他的肩膀, 微微摇了摇头, 我不担心, 他们能把你交出来,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去。 对了, 渺渺, 我还记得你之前是带金镯子的, 你家应该很富有吧。 白灵秒拘谨的一笑, 也谈不上什么富裕, 就是比寻常百姓稍好上一些。 李火旺呵呵一笑, 女方家有钱, 完了自己之后, 往后还要住在女方家, 自己这回真诚坠续了。 坠续就坠续吧。 不管那地方如何, 反正漂泊不定这么久, 总算是能落地生根了。 李火旺心中暗道, 忽然, 白灵秒兴奋了起来, 有白如葱白的手指指出了车窗外。 你们快看呐, 那就是牛星山。 李火旺视线微眯, 聚焦远处的那座被绿色覆盖的山峰, 大势真够大的, 可这哪点像牛星了? 这个无聊的问题, 李火旺怕是抛之脑后, 他开始为吕家搬那些人担忧起来。 他们走得早, 暗里现在已经到了牛星山脚下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幼蛾子来。 带着这位一份担心, 李火旺慢慢向牛星山脚下靠近。 不过担心维持的时间不长, 当看到杨小孩赤着脚带着一个圆脸女人, 正在站在水田里摸泥丘的时候, 顿时烟消云散了。 李师兄回来了! 李师兄回来了! 随着杨小孩兴奋地大声喊叫, 其他人纷纷从瓦片层叠的村落中显出身来。 一来一去, 快有大半个月没见了, 再次见面, 吕状元很是激动, 一把就握住他的双手。 小道爷, 您可算回来了, 这可把我等得侥幸得很。 吕班主辛苦了, 这一路上没出什么差池吧? 没有没有, 之前多少人, 现在就多少人? 一人不差。 随后他对着李火旺的那只毒眼一顿嘘寒问暖, 彼此很是清静。 走吧, 别在这站着了, 有什么话先进去说。 李火旺刚要抬脚向这里面走去, 却被吕状元拦住了。 他先是偷偷看了白领秒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难色。 那个, 小道爷, 先不忙进去, 有件事情吧, 我要跟你单独聊聊。 李火旺显然有些没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什么事情说就是了, 为什么要单独说? 他还真猜不到, 自己跟吕状元能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回避别人的。 哎, 小道爷, 你瞧瞧, 这有些事情吧, 还是要单独谈比较好。 吕状元靠近李火旺, 偷偷对着白领秒方向挤眉弄眼的。 看到他这表情, 李火旺心里咯噔一下, 瞥了一眼深侧的白领秒。 吕班主非要跟自己单独谈, 难道是因为苗苗的老家出什么大问题了? 李火旺想明白了吕班主想要表达什么, 可不幸的是白领秒同样也明白了。 吕班主, 我家, 我家怎么了? 当看到吕状元心虚地躲避自己的视线, 点点泪珠滚上了白领秒的睫毛。 爹, 娘。 落泪的白领秒一把推开了其他人, 顺着那阳长小道就向着村子里扑去, 不放心的李火旺连忙抬脚跟上。 爹, 娘, 爷爷, 楠楠回来了, 你们在哪啊? 白领秒那带着哭声的呼喊声在村子上方不断回荡。 白领秒推开村子里的每一扇门寻找着自己的家人, 可每一扇门的背后却只有失望。 爹, 娘, 你们到底在哪啊? 流着眼泪的白领秒在整个牛星村不断地寻找着。 在他的身后是李火旺, 他跟着他一起找, 哪怕他看得出来整个村子除了他们外, 真的已经没有别人了。 就在这时, 带着一丝小心的吕状元陪着笑靠了过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眉头紧锁的李火旺地对着身边先到一步的吕状元问道。 吕状元一脸的无辜。 小道爷, 这我哪晓得? 我刚来到这里, 整个村子就一个人都没的。 我之前还稀奇呢, 以为是老汉我位置弄错了, 特意去四周找了好几里, 可整个牛星山都找遍了, 就瞧见这个地方。 听到这话, 李火旺也不再言语, 深吸一口气, 抬脚向着远处的白领秒跟去。 白领秒就这样在整个村子不断地找啊找, 可依然什么都没有找到。 当李火旺他看到急得满头大汉的白领秒, 重新转到村头再次从第一间屋子开始找的时候, 他冲了过去, 双手一把抓住了对方的肩膀, 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 这一刻, 白领秒顿时忍不住了, 靠在李火旺的肩头嚎啕大哭起来, 李师兄, 我家没了, 我家没了。 这么长时间的期待在这一刻彻底成为了泡影, 李火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能感同身受。 别哭, 说不定他们只是暂时离开了, 未必就遭到什么不测。 王好了想, 一旁的吕状元也在一旁安慰道, 白姑娘, 小道爷说的没错呀, 兴许他们也是跟咱们一样逃难去了呢, 等他们逃难回来就能跟你见面了。 见状其他人也纷纷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安慰着白领秒, 然而这些轻飘飘的话并没有安慰到白领秒多少。 他不是傻子, 全村的人都没了, 这事情一看就小不了。 白领秒的哭声冲淡了重逢的喜悦, 让村子盖上了一层阴影, 以至于吃完晚饭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说话。 晚饭后, 李火旺顶着月光围着整个村子转了起来, 他不是找人, 而是找的痕迹。 整个村子的人不可能忽然没了,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哪怕就是被邪碎给吃了, 给做旺刀骗了, 那也肯定会留下痕迹的。 小道爷, 其实吧, 我之前跟白姑娘说, 他们家人是去躲灾了, 其实是让他心里好受一些。 以我看, 他们估计不是躲灾去了, 哪有人躲灾连门都不锁的。 而且, 我们刚进村的时候, 那后院的猪饿得都没猪样了。 吕状元跟着李火旺, 絮絮叨叨地说着。 李火旺蹲下来, 看着地上铺地石头的纹路。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 这村子乱吗? 没有, 一点都不乱, 衣服还晾在外面, 牛啊, 狗啊, 什么都好好的, 就是人不见了。 而且我特意去翻了翻, 每家每户的木柜子里的衣裳都没少, 一看就晓得不是走远门。 李火旺的视线在一寸一寸地寻找着细节, 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 当李火旺推开一扇门, 发现还是没有找到线索后, 便把棉絮从耳朵里拿下来, 仔细地倾听着四周的一切声音。 兜兜转转地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甚至连有老爷都请出来了一只, 哇第三尺。 可这次跟过去遇到的事情不一样, 这里没有敌意的视线, 没有诡异的邪碎, 这里什么都没有。 等李火旺重新回到白家那三进门的院子后, 就看到在明亮的大堂内, 罗圈花跟春小满, 一左一右地安慰着白领秒。 而其他人则站在四周, 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什么, 他们见到李火旺回来了, 都纷纷看了过来。 你们先去睡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见李火旺发话了, 其他人也不再坚持什么, 三三两两地离开了。 因为哭过, 白领秒那粉色的眼睛变得更红了一些。 他眼中带着深深的悲伤, 望向着李火旺不断哽咽着。 够晚了, 你的屋子在哪? 洗漱睡吧。 抿住嘴唇的白领秒站了起来, 向着火房的水缸走去。 一炷香后, 两人无言地躺在一间飘着幽香的卧房内。 看着四周的摆设, 以及那白色的蚊帐, 这很显然是白领秒过去的闺房。 床上白领秒蜷缩趴在床上, 肩膀不断地颤抖着, 他忍着不哭出来。 下一刻, 他就感觉到自己被搂了过去, 靠在了结实的胸膛上。 别哭, 遇到麻烦解决麻烦, 咱们现在可是有神通的人, 还怕找不到人。 白领秒抽出的肩膀停了, 他的脑袋在李火旺的胸口拱了拱, 呼。 他正脱开李火旺拥抱, 拿起放在铜镜面前的屁股, 向着屋外冲去。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天上有事非先办, 地上有事洪荒感。 因曹地府要有事, 邀着碑王去帮忙, 拦住码头问国号, 拉住思江寻家乡, 或姓张或姓王, 李李存孝,周吴正亡亡严章。 听着外面带有节奏的鼓声, 李火旺缓缓缓闭上了眼睛。 等第二天, 李火旺睁开眼睛, 发现一向早起的白领秒, 却无言地躺在床上。 如何? 仙家怎么说? 李火旺一边穿衣, 一边发问。 他们找不到, 白领秒强忍着悲痛回答道, 连仙家都找不到李师兄。 你说, 我爹娘他们是不是真的没了? 李火旺走过去, 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转身走出房门。 我走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你帮我盯着点。 就在李火旺刚转身的时候, 白领秒打开了门, 他张着一双红眼睛, 有些错愕地说道, 李师兄, 你去哪? 还能去哪? 仙家又不顶用, 当然是想办法弄清楚, 整个村子的人到底去哪了。 你都这样了, 我还能不管不成。 白领秒听到这话, 顿时扑了上来, 搂住李火旺的腰, 用面孔靠在他的背上, 泪水染湿了李火旺的衣服。 谢谢你, 李师兄。 看到李火旺反应一直很冷淡, 他以为对方完全没有把自己家的事情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 对方早就想好要怎么做了, 只是不说出来罢了。 我们之间要说谢吗? 要不是你我早死了,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别哭了, 等着我消息。 李火旺用手在白领秒的手背上拍了拍, 掰开他的手, 向着外面走去。 他不擅长表达什么爱意, 但是他不想自己经历的事情, 在白领秒身上重现。 那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白领秒连忙跟了上来, 声音带着担忧地问道, 李师兄, 你知道我爹娘他们去哪了吗? 不知道。 那怎么着? 别急, 我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会有办法的。 李火旺拿出尖天丝的腰牌, 向着白领秒晃了晃。 一个村子的人忽然消失了, 怎么看也不算是小事。 管辖牛心村的支线定是知道些什么, 自己暂时可以从那里入手。 李火旺牵出一匹马来, 看了一眼地图翻身上马。 他不怎么会骑马, 但是没有关系, 多摔几次就会了, 别人摔要伤筋动骨, 而他却没关系。 跌跌撞撞下, 一天一夜过去, 等天色渐渐变亮的时候, 李火旺才总算是到了附近最大的县城。 看了一眼面前这个不大不小的县城, 风尘仆仆的李火旺牵着马绳走了进去。 王之县醒了, 眉睁眼的他轻轻地在被子里一蹬, 睡另外一头的妾就连忙下床, 额头抵着地板跪在地上。 宫晴老爷更衣。 王之县悠悠地睁开眼睛, 在妻妾那柔软手掌的搀扶下坐了起来。 他手一伸, 一只早已经包好皮的柳树枝送到他的手边。 用柳树枝轻轻在丫鬟手中的细盐上沾了沾, 塞进嘴里对着牙齿左右滑拉起来。 等看到王之县滑拉得差不多, 丫鬟连忙拿起早已经准备好的紫檀檀鱼。 喝了一口温水鼓着腮帮子晃了晃, 他一低头吐到檀鱼里面。 等看到王之县微微闭上眼睛, 拿着毛巾的丫鬟便小心翼翼用脸睛细细擦拭起来。 擦脸丫鬟退下, 举着官服的更衣丫鬟缓缓缓围了上来。 等七八位丫鬟退下来, 一身藏蓝色官服的他缓缓从卧房内走出来。 刚一出屋, 一股热浪扑面来, 他抬头一看高挂的日头, 顿时脸上露出一丝不悦。 今日又是这么大的日头, 就没几天舒坦点的时候。 说完他就往前走, 两个拿着扇子的丫鬟连忙夹紧脚步跟上。 没走几步, 他就到了自己寻常办公的大幕桌前, 他的得力助手胡师爷已经等候多时了。 说吧, 最近可有人敲鼓告状没有啊? 嘴上带着八字胡的师爷, 脸上露出一丝假笑。 回老爷话, 今天就一件, 那告人塞了十两银子。 哦? 王之县拿起金银剔透的凉粉吃了几口, 慢条思理地说道, 那被告何人啊? 那被告是从青秋倒马的马贩子, 他给了一两, 可这一两是黄金。 嗯, 今天的凉粉不错, 可惜量有点少。 听到这话, 胡师爷顿时心领神会地说道, 明白了, 老爷, 我知道怎么私底下跟他们说了。 说吧他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开始念起撞纸来。 正在摇头晃脑听着撞纸的时候, 王之县就看到一个男人斜斜地居然从地上钻了出来。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王之县先是一愣, 紧接着脸色又是一慌, 最后猛地站了起来, 手中那碗凉粉顿时撒了一桌子。 来来者何人? 你胆敢杀朝廷命官? 尖天司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李火旺看着面前哆哆嗦嗦的男人, 懒得跟他废话, 把那牌子拿了出来, 展示在他面前。 问你点事, 看到李火旺手中的腰牌, 王之县顿时把身子从师爷身后钻出来, 脸上带上了谄媚的笑容。 啊, 是尖天司的高人啊, 师爷, 还不快快上茶? 别麻烦了, 我问你, 牛心村那些人是怎么没的? 人没了这么久,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听到这话, 对方很显然是一愣, 紧接着小声跟师爷低语起来。 师爷, 牛心村咋的了? 老爷, 你忘了吗? 那整个村子的人不知道怎么的都没了。 你让曹布头查这件事情了, 他之前想跟你说点什么, 你当时没空就没听。 那愣住干什么, 赶紧把曹姓找回来。 这回曹布头去寻街去了啊。 小的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听到这话, 王之县向着李火旺露出一个尴尬的笑脸。 高人, 我带你去找曹布头如何? 这事都归他来管。 走, 快点, 我没时间耽搁。 看到李火旺出门, 王之县跟胡师爷连忙跟上。 匡刺耳的罗声响了起来。 知县老爷, 出门了。 在这特意拉长的声音下, 带着官帽的王之县弯腰就向着一顶蓝轿子上坐。 刚坐到一半, 他重新转过身来, 对着李火旺笑说道, 高人, 要不您坐? 赶紧上轿, 我没时间耽搁。 唉。 心中偷笑的王之县坐在轿子上了, 可还没等他坐安稳, 李火旺的一句话, 吓得他魂都要冒出来。 没了这么多人, 你没上报尖尖丝吗? 听到这话有怪罪的嫌疑, 王之县顿时慌了, 拉开轿帘子就开始甩锅。 高人, 这事情不还在查啊? 这什么都没查出来就上报。 万一错了, 下官吃了挂落到也没什么, 害得你们白跑一趟, 那不是担得大了? 唉呀, 实在对不住了, 都怪下官这手下的人不顶用, 查个按摩摩唧唧的, 害得高人还要亲自来。 等忙完了, 下官定要去腹白楼设宴赔罪, 自罚三杯。 李火旺有些不耐烦的, 向前挥了挥手, 快走。 要不是听到这捕头有什么发现, 自己真懒得跟这种嘴碎的人交谈。 随着教夫同步一动, 轿子发着吱嘎吱嘎声上下晃动。 整个县城不大, 想找寻接的捕头并不难找。 很快李火旺就看到了, 正在站在一家妓院门口, 跟里面女人嬉笑的绿衣捕头。 看到县令老爷的轿子, 那捕头跟捕快, 顿时表情装正起来, 连忙扶正帽子, 迈着方部, 开始煞有其事地认真寻接。 啊, 知县大人, 曹捕头双手抱拳, 向着身边的轿子行礼。 知县大人, 您这么早就出来体察民情, 可万万莫要为了百姓而累坏身体啊。 唉, 李火旺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连忙正色问道, 曹捕头, 那牛心村村人消失一案, 你可查到了什么? 你小子想好再回答, 这位, 可是亲自过来处理此事自尖天司的高人。 啊, 曹捕头错愕地看向李火旺, 可那带走牛心村一村子的人, 就是尖天司啊。 可是牛心村的人, 就是被尖天司带走的呀。 曹捕头的话, 让李火旺心中一震, 这怎么可能? 尖天司为什么要带走百姓秒的家人? 但是紧接着他缓过神来, 等等, 也许这并不是真的尖天司, 也许有可能是别人假扮的。 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扮的, 对白领秒的家人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李火旺已经从宏大身上见识过了, 尖天司的这些家伙, 只要能完事, 可不在乎少杀几个人的。 至于假扮的, 那就更别说了, 结局只能再坏, 还有更坏里面选一个。 他们往哪边走了? 神情凝重的李火旺向着曹捕头询问道, 现在只能尽可能地追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好像是往上金方向去了, 我也不晓得走多远。 看到曹捕头颤颤巍巍地, 用手向着西面一指, 李火旺单脚在马鞍上一踏, 翻身上马, 向着那边方向冲去。 望着李火旺远去的背影, 王之县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时, 一旁的师爷靠了过来。 老爷, 依我看此事蹊跷啊。 您说, 这两帮人中是不是有事啊? 王之县一脸的不耐烦, 蹊跷就蹊跷了。 尖尖丝的事与本质献等合肝。 起叫回复! 哒哒哒马蹄声不断响起, 马背上的李火旺有节奏地起伏着, 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乱马, 从内心中不断出现各种猜想。 万一不是尖尖丝, 那会不会又是? 哼, 别一惊一乍的, 依我看啊, 这不像是其他牌下的手。 李火旺立即扭头看身旁的红中, 此时的他正在百无聊赖地躺在半空打着哈欠。 依你看, 你嘴里有半个字是真的吗? 你这么一说, 我反而更加怀疑这件天丝是被作王道假扮的。 不信算了, 我等作王道要耍人就光明正大的耍, 从来没有换一个地方的说法。 红中坐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呵呵, 再者说了, 谁说我们嘴里没有真话? 说谎要的就是真酒假衣, 全是假话, 你骗谁去? 李火旺不理会他, 埋头接着赶路, 心中开始为接下来可能遇见的事情准备着。 这一跑又是好几天, 虽然李火旺身体坚韧撑得住, 可马毕竟是肉体繁胎, 还是需要休息的。 一天傍晚, 李火旺把马拴在一棵树下, 紧接着翻身直接上树, 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是被黑胎碎的低雨声给吵醒的。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用力晃了晃, 自己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 李火旺翻身下树, 在站着睡觉的马脖上拍了拍。 马蹄声重新响起在空幽的土路穿出去牢远。 就在李火旺猜测, 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会维持多久, 自己能不能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发现了情况, 借着朦朦的月光, 李火旺蹲在路边, 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鞋印子, 观察人数以及大大小小的形状。 李火旺本能地觉得, 这应该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当看到这些鞋印中带着点点血迹的时候, 兴奋起来的李火旺一拉缰绳, 恰!或许是因为人多的原因, 那些人走得并不快。 当李火旺骑马狂追了一个小时, 地上的鞋印越来越明显。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李火旺翻身下马, 把自己身体的颜色隐藏在土中, 缓缓地摸索了过去。 漆黑的天渐渐被深蓝替代。 当天快要亮了的时候, 李火旺终于在一片林子中, 找到了一片相互依偎打着瞌睡的犯人。 这里不管男女老少所有人脖子上都带着木架, 完全就是在压重犯样子。 刚开始, 李火旺还不确定这些人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可当看到了模样跟白灵苗有七八分相似的美妇人之后, 他就明白自己没找错。 看到这些人虽然脸色憔悴, 衣衫蓝履, 但都四肢健全后, 李火旺那悬着的总算是落下来一些。 还好, 只要人还活着, 一切就有挽回的余地。 随后, 李火旺并没有马上现身, 而是开始围绕着这些人寻找启押送他们的人。 如果是敌人, 那就是交战, 如果是尖天司, 那就交涉,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批人自己一定要救。 李火旺缓缓转了几圈, 却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不可能没有人看着, 要是没有人看着, 白家人他们早就全跑了。 就在李火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极其诡异的喀啦喀啦声, 仿佛是某种东西在竹筒里晃动传来的声音。 李火旺缓缓回头, 发现此刻昏暗的林子里, 还是飘起了朦胧的白色尘雾, 那喀啦声就在那尘雾中响起的。 支嘎声静了, 那些沉睡中的白家人开始清醒过来, 他们听到那支嘎声, 眼中纷纷露出一丝恐惧, 一些孩童都本能哭啼起来。 李火旺甚至都能闻到一些刺鼻的腥臭味, 他明显感觉到白雾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可是他就是看不清。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李火旺不想坐以待毙, 单手握紧剑柄, 凭住呼吸, 小心地向着白雾中闯去。 当伸出那片白雾之中, 喀啦声越来越响了, 李火旺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喀啦喀啦, 喀啦喀啦。 伴随着这怪异的声音, 浓郁的白色尘雾中, 一个戴着黑色西瓜帽, 脸颊两侧抹着腮红的牧人脑袋, 摇摇晃晃地从雾中飘了出来。 喀啦喀啦。 那牧人的脑袋每一次的飘动, 都会从脑袋里面传来这种极其古怪的声音。 看到这东西的瞬间, 李火旺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他能感觉到这牧人并没有看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李火旺咬紧牙关, 万分警惕着这越飘越近的原木脑袋的时候。 从天而降的一道极其强烈的视线, 从自己的头顶扫来, 压得他连呼吸都感觉到困难。 李火旺猛地一抬头, 一张硕大的苦笑颜开, 面带一丝邪魅的惨白面孔, 缓缓地从那朦胧薄雾中压了下来。 等他完全展示在李火旺面前的时候, 他终于看清楚了那到底是什么。 一张大长脸足足有好几尺长, 嘴里还垂着一条两三尺的血红的舌头。 如此恐怖的面孔下面, 是一位身高三丈多的驼背身体。 这是一尊扭曲巨大的白无常。 之前那在空中不断晃动的木脑袋, 其实只是他的胸口的一个吊坠罢了。 咔啦咔啦伴随着这怪异的声音, 这白无常半蹲着身子, 对着李火旺的方向又是瞧又是秀, 哼哼哧哧仿仿佛是在寻找着什么。 李火旺现在是隐身的, 可是很显然这东西能感觉到什么, 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这东西绝对不好对付。 李火旺几乎是毫不犹豫, 使出自己的杀手锏。 他向着那白无常举起自己的右手, 五指张开。 李火旺手起刀落, 扑呲一声, 左臂应声而断, 以极快的速度飞出, 插入了那白无常的眼中。 随着那白无常张开嘴巴, 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李火旺毫不犹豫一跃而起, 单手举剑向着他嘴里跳去。 那尖锐的指甲带着呼啸声向李火旺滑来, 可因为眼睛受伤, 那东西似乎准头不准, 只在李火旺脖子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 下一刻, 伴随着血肉撕裂声不断响起, 李火旺顺着喉咙就一路滑下。 就在他即将滑落到底部的时候, 一张不知道哪里来的木面具, 直接盖在了李火旺的脸上。 刹那间, 李火旺感觉到天昏地暗, 自己瞬间就不能喘气了。 他用力地晃动着脑袋, 挣扎着企图撇下脸上的东西。 然而, 不管他怎么做, 那面罩扣在脸上纹丝不动。 李火旺毫不犹豫掏出一把轻薄的柳叶刀, 顺着自己的下巴边缘插了进去。 当他把自己的脸皮掀开一大块, 几乎快要窒息的他, 瞬间猛地吸了一口气, 可是他却什么都吸不进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绝望中的李火旺迅速扫尸了一眼四周。 当他看不到红中还有和尚的时候, 脑中瞬间警铃大响, 忽然清醒了过来。 下一刻, 四周并没有什么巨大的白无常, 那充满迷雾的林子如今已经大亮。 但是唯一跟之前相同的那就是, 自己还是喘不了气。 憋得满脸发子, 用手向着自己的脖子摸去, 他摸到了一根已经完全陷入自己皮肉内的绳子。 剑柄一握, 拇指发力, 对着绳子用力一划。 伴随着一声无比甚人的惨叫声, 吊着李火旺脖子的绳子上不断喷出腥臭的血水。 那绳子猛地向着林子里一缩, 李火旺如同一具尸体般从半空中坠落。 倒是, 倒是你没事吧? 和尚连忙走上来, 关切地问道。 李火旺捂着自己的脖子摇了摇头,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没事。 回答完和尚, 李火旺第一时间向着四周看去, 一缕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撒在森林中, 这一幕显得是如此的正常, 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一般。 幻觉? 李火旺看了一眼完好无损的左臂, 眼中露出一丝迷茫。 但是很快, 他用手摸了摸那被白无常用指甲划出来的伤口, 眼神坚定下来。 这绝对不是幻觉, 只是不知道方才跟我交手的东西用了什么手段。 好在刚刚那一下已经伤到他了,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了。 坏了。 李火旺忽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向着左侧冲去。 当冲出了林子, 看到那些白家人依然带着穆家围成一团,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管怎么说, 人都在就好。 当李火旺走过去, 很明显是吓到了白家人。 一位戴着铜钱面罩, 脖子上躺着血的道士, 提着剑走过来, 任凭谁都会害怕。 咔嚓一声, 厚厚的穆家被劈裂开了。 当李火旺一渐渐把他们从束缚中解救出来, 白家人这才反应过来, 这人是过来救他们的, 不少女人顿时都哭出声来。 一组里面话语权最重的永远是老人, 牛心村也不意外。 一位牙齿掉的只剩一颗厦门牙的老人, 带着其他人颤颤巍巍的就要向着李火旺跪下。 那个, 多谢恩公救下我们全村啊。 李火旺连忙用手托住, 爷爷, 你这是要折我的兽。 我是兽百零秒白姑娘之托, 前来救下各位的。 这话一出口, 人群中的几个人顿时无比的激动。 那位跟白零秒模样, 有着七八成相识的美妇人喜极类体, 对着身边的壮汉子说道, 当家的。 南南没事。 他还活着。 南南还活着。 嗡的一下, 李火旺被白零秒的亲戚瞬间围住了。 七嘴八舌问的李火旺都不知道该回答哪一个好。 行了。 一道声音洪亮的呵斥声让所有人闭上了嘴。 说话的是搀扶着那毒牙老人的精壮汉子, 下巴上挂着落腮壶的他一眼看上去, 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没看到恩公受伤了吗? 再说, 这是说话的地方吗? 说吧, 他对着李火旺双手抱拳, 在下白赛是白家的组长。 恩公, 您看, 咱们先离开这里如何? 李火旺用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伤口点了点头。 行, 先离开这里。 虽然说那东西被自己逼走了, 可难保他不会带同类老找自己算账。 解开沐家的所有人纷纷簇拥着李火旺离开这地方。 路上, 其他人很显然非常想跟李火旺交谈, 但是爱着那汉子的微信没敢开口。 可总有人忍不住的, 白领秒的母亲双手捧着一张手绢递到李火旺面前。 恩公, 你脖子还在流血呢? 用这鞋捂着吧。 看到李火旺到了一声谢, 接过手绢。 那夫人忍不住地开口问道, 那我女儿白领秒, 还好吗? 她长高了吗? 瘦了吗? 在外面受欺负没有? 话语中充满着浓浓的担忧。 看着她, 李火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同样的时时刻刻操心。 伯母, 她很好, 没吃什么苦, 就是时常念叨起念。 听到李火旺的回答, 那美妇人顿时又忍不住流下泪来。 李火旺收起心神, 她知道, 如果不把这事情前因后果弄清楚, 这事情还没完呢。 她把视线投向了一旁搀扶那毒牙老人的白赛。 白组长, 能否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会被抓走? 还有刚刚跟我交手的, 又是什么? 听到李火旺问这话, 四周的议论声瞬间小了很多, 纷纷都望了过来。 白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说道, 恩公, 说句实在话,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何, 自从我儿子捡到那块石头之后, 就多了各种事情。 结果, 现在更是稀里糊涂的, 就被带上了木甲, 被那带着木面罩的人逼着往前走。 好在恩公救下了我们, 要不然天小的要被押网了。 李火旺的眉头皱起, 虽然对方说了一大堆, 可却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哼, 李火旺, 当心了, 这小子在骗你。 李火旺一抬头, 看向说这话的红中。 哼, 李火旺, 当心了, 这小子在骗你。 李火旺一抬头, 看向说这话的红中。 见李火旺看自己, 那没有脸皮, 没有眼珠的, 红中坐在蓬龙腾的脑袋上, 裂出那白森森的一排牙齿。 李火旺嘴唇微微抽动了一下, 当看向四周的人群, 什么话都没有说。 自己的定力还是不够, 面对着幻觉的话语, 自己依然做不到不动声色。 至于他嘴里的话, 李火旺完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对于红中, 用过去的话来说, 那就是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李火旺的视线, 从红中身上挪到身边的白赛, 他对刚对方画中的一个细节, 非常的在意。 白组长, 你说是因为你儿子捡到了一颗石头, 他们才过来找你麻烦呢? 可否告诉我, 那是什么石头? 白赛眉头皱起回忆了一会后, 双手在空中为李火旺比划起大小。 一颗橙色的石块, 大概这么大, 摸起来暖和得很, 这小子从田里捡到了, 搬回家, 打算给自己奶奶暖膝盖。 那石头还在吗? 可否借我一关? 白赛沮丧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这一大家子都被压着走, 那东西还要得跑? 早就被戴木面具的小子给抢走了, 一个拳头大小, 会自己发着热量的石头。 如果说, 那石头是某种天灵地宝, 那这就是一件, 伪装成奸天丝的邪碎, 抢夺宝物的事情。 可这怎么看都有些不对劲, 设身处地地想了想, 李火旺发现, 如果自己是抢夺宝物的人, 要么就是偷, 如果偷不到, 那就明目张胆地抢, 然后把这些人全斩草除根, 把这些人都用木家压着, 网上金方向赶这么长的路, 怎么看都不符合逻辑, 对方这么做, 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李火旺站定对着白赛再次问道, 白组长, 还有你口中的那个木面具的人, 有多高? 听起来之前, 自己看到了白无常幻觉, 就是这人弄出来的。 嗯, 大概跟你差不多高, 声音年轻, 路上的时候, 有人不听话, 这狗东西能让人在脑袋里, 看到一些寻常看不到的恐怖东西。 听到白赛说这话, 人群中的不少人, 眼中明显露出一丝恐惧, 看起来, 他们似乎被那面具男子用这种能力折磨过。 李火旺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样看来, 自己之前看到的那巨大白无常应该是假的, 是那人用什么办法弄出来的? 说障眼法又不太像, 按理来说, 自己现在, 寻常的障眼法, 应该骗不了自己。 现在能了解的信息太少, 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火旺现在一头都误水。 哎, 门宫, 既然逃出来了, 就别管那么多, 咱们赶紧走吧。 万一那人记仇, 重新找回来, 可就麻烦大了。 白赛很是忧心忡忡, 很显然, 他在为整个牛心村考虑。 李火旺其实还想接着问的, 但是听到对方这么说, 他也就不再说什么。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总是白领秒的家人, 这些人自己肯定是要救的。 没有了沐家, 所有人走路很显然轻快很多,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 劫后余生的表情。 就这么走着, 一直走到了晌午, 人群中的老人, 孩子已经撑不住了, 被迫停下来歇一歇。 娘, 我饿了。 一位孩童用手拉扯着 自己母亲的衣摆, 饿得不止孩子, 大人们也饿了。 只是大人们不说罢了。 李火旺虽然马背上带了一些干粮, 可这么多人, 分下去怕是连色牙缝都不够。 看着他们双手空空的样子, 自然是没吃的。 李火旺想了想说道, 明天应该能到一个村子, 到那里, 咱们可以去买粮食, 至于今天。 说到这, 李火旺用手在修长的马脖子上拍了拍, 先杀马吧。 一匹马这么多肉, 够不少人吃了。 白赛听到这话, 立马连连摇头。 恩公这是说的哪里的话, 垫吧垫吧肚子的事情, 乃还需要恩公杀自己的做起。 说完, 他扭头对着人群中吆喝了一声, 那个, 亮子, 你带三房四房的去林子里找些吃食, 要快啊。 诶? 一个健硕的青年, 带着一些人就向着林子里走去。 李火旺刚要帮忙, 却被其他人连忙拦住。 恩公, 您做您做, 这种小事情, 让小一辈去就行。 那个凤啊, 恩公出汗了, 你折点大叶子给恩公善善。 又不过他们的李火旺被迫坐下来, 享受着一位胖少女的山峰。 李火旺本来以为他们是去林子里 找点椰果子野菜什么的。 结果一个时辰过后, 伴随着树叶摇晃声, 他们居然扛着两只花鹿, 手里提着几只张子回来了。 看到李火旺的惊讶表情, 白赛很是得意地解释道, 靠山吃山吗? 既然靠牛星山, 那我们白家打猎自然是一把好手, 抓点畜生什么的不足为奇。 说完, 他便连忙吆喝族人们起火, 并且把其中最好吃的鹿肉 用扁鹅卵食拖着送到李火旺面前。 看着面前一张张讨好中 带着期待的面孔, 李火旺实在感觉别扭, 他还从来没有被别人如此对待。 当看到李火旺用手抓起鹿肉, 从铜钱面罩下面塞进自己嘴里, 其他人这才纷纷开始吃剩下的。 当天晚上守夜的时候, 李火旺又一次享受了高待遇。 温宫, 你去睡吧, 晚上让小姨被守夜就行。 他们火气旺, 寻常鬼祟不敢靠近。 年轻人火气旺, 李火旺看了一眼火堆旁的少年们。 白族长, 这可有什么说法? 说法? 这哪有什么说法不说法的, 我爹就是这么教我的。 听到这话, 李火旺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弄了半天, 又是道听途说听来的, 这里的人怎么都这么迷信。 当李火旺缓缓闭上了眼睛, 四周也渐渐安静下来, 除了木材燃烧的劈啪声外, 就是越来越缓的呼吸声。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李火旺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正在靠近自己。 当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朦胧的迷雾之中, 当看到四周没有红中和尚他们的身影后, 李火旺马上反应过来, 这不是真实的地方。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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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火旺的回声, 在这朦胧的世界越传越远。 朦朦胧胧胧中, 那巨大的白无常从薄雾中若隐若现, 他并不是走出来的, 而是被一根绳子吊着脖子吊出来的。 你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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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阴森森的回声, 围绕着李火旺不断环绕。 为何坏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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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薄雾中的白无常, 表情凝重的李火旺, 正在心中琢磨着, 该如何跟这东西交涉的时候, 他猛地清醒过来。 刚清醒过来的李火旺, 瞬间就感觉到身边有人。 他猛地一扭头, 就看到一个看起来刚学会走路的男童。 他穿着开裆裤坐在地上, 正在好奇地, 正在用手指扣自己脸上面罩上的一枚枚铜钱。 李火旺左右看了看四周还在睡觉的其他人, 他弯腰把这孩童抱了起来, 紧接着快走几步, 塞到一位妇人的怀里。 紧接着他站了起来, 轻声就向着白赛睡觉的地方走去。 李火旺还没靠近, 白赛就醒了, 他对着对方使了一个眼色后, 向着四周林子走去。 用手一拍, 把停在自己脖子上的蚊子拍死。 李火旺表情严肃地对着白赛说道, 刚刚我梦到那人了, 那人还盯着我们, 他还没走。 什么? 白赛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背着手焦急地在林子里不断徘徊。 别慌, 我只是稍微提个醒,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既然我答应了白领鸟, 那我肯定把你们都送回去。 听到这话, 白赛脸色这才稍微好看一些。 那就好, 那就好, 有恩公, 他们不敢乱来, 可你说, 那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那石头都已经被他拿走了, 他还非要盯着, 我做什么? 李火旺摇了摇头, 那东西又没在面前, 谁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回吧, 万一其他人遇到了什么事情, 还请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就在李火旺刚走出林子的时候, 白赛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那个, 恩公啊, 你是不是跟二丫头有什么? 什么? 哦, 那二丫头就是连他女儿白领鸟, 真从辈分上论, 他得叫我二大爷呢。 看到李火旺愣在原地, 白赛面带感慨地走过来, 重新打亮着眼前的年轻道士。 好啊, 二丫头找得好人家, 好得很啊。 他打亮着李火旺, 仿佛越看越重你的样子。 李火旺脸上带着一丝尴尬地说道, 白组长, 这些事情还是等着难关度过了再谈吧。 好, 好, 放心, 我不会给二丫头的爹娘说的, 等你自己什么时候想好了, 你自己跟他们说去。 随着这张纸捅破了, 李火旺很明显地感觉到, 白赛对自己的敬意减弱了很多, 那种类似亲人的亲近感多了不少。 好, 等咱们齐心协力渡过难关, 到时候吃你的喜酒。 经过这一打岔, 白赛之前对危险的担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醒来后的所有人照常出发了, 这一次他们走到了一处村落。 李火旺当即掏出银子, 几乎要把村子的畜生全部买光。 那最老的毒牙老人看到李火旺又要破费, 似乎要开口阻止。 可当白赛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 他二话不说, 直接爬上了一辆牛车。 本来因为有着老老少少的拖延, 他们走得并不快。 可是, 自从买了这些牲畜后, 速度瞬间快了一个层次。 这段时间内, 李火旺十分地紧张, 哪怕睡觉的时候都要睁着一只眼睛, 生怕对方冷不丁地偷袭。 可不知道为什么, 之后非常的安静, 那白无常并没有再次出现, 甚至连梦中都没有出现。 这样可不行, 哪有千里防贼的道理, 与其继续等待, 倒不如想个办法把他揪出来。 赶路的李火旺心暗道。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李火旺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白组长, 这路不是回牛星山的路吧? 虽然说他过来是骑马过来的, 可这四周的环境明显不一样了, 再迟钝也发现有些不对劲。 一旁的白塞, 擦了擦脸上的, 汗点了点头。 嗯, 先不回牛星山, 我晓得一个地界, 那地方绕得很, 进去转一圈, 兴许能把咱们身后的尾巴摆脱掉。 哦, 还有这种地方? 在哪? 李火旺不由得有些好奇, 就前面不远, 今天应该就能赶到。 满脸汗水的白塞向着前指着, 李火旺眺望, 却发现前面依然还是一条土路, 什么都没有。 但是很快, 四周环境发生了变化, 地面开始变得泥泞, 李火旺的靴子已经完全被黑色的淤泥覆盖。 四周还时不时出现一些弥漫着, 刺鼻的腐烂臭味的死水池泡子, 密密麻麻的黑虫子在里面不断蠕动。 现在的天气很是炎热。 这臭味被这高温一蒸, 顿时让人感到头发晕。 看到这环境已经完全变成沼泽了, 就在李火旺想要向白塞询问, 是不是找错地方的时候, 远处泥泞地面出现了一大片米黄色的芦苇荡。 高大鸡米的芦苇随着连着一片, 随着风轻轻地摇摆着。 就是这, 这地方进去, 神仙都找不到北, 肯定能甩掉那人。 白塞说着, 就要带着白家人走进芦苇荡。 但是李火旺却忽然拦住了他, 声音带着担忧地问道, 白组长, 我们进去简单, 可是之后出得来吗? 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安全的地方。 白塞自信地拍了拍李火旺的肩膀。 放心, 我既然带族人进去, 肯定有办法出来, 我儿子爹娘可都在里面呢。 论起担心, 我比你更担心。 李火旺心中顿感诧异, 这白组长看起来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不过,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李火旺也不在阻拦, 牛车骡子缓缓地向着芦苇荡走去。 可刚走一个开头, 四周渐渐地弥漫起一阵薄雾。 这种薄雾李火旺异常地熟悉, 几乎没有任何考虑的功夫。 他单手握着剑柄, 果断站在了所有人面前。 你们先走, 我断后。 李火旺话音刚落, 地面颤动声响起, 那巨大的白无常缓缓在薄雾中露出朦胧一角, 那木头面具挂在他的胸前左右摇晃。 看到白家人即将摆脱自己跟随, 这东西终于按捺不住了。 那带着长长红舌头的嘴巴一张, 浓郁的白色雾气从里面吐出, 四周变得更加的朦胧起来。 刷! 紫碎剑刀刃出鞘, 浑身裹着冲天杀气的李火旺, 如同定海神针斑站在那里。 看到那雾气中的白无常依然不为所动, 李火旺马上想起, 之前拓拔丹青跟自己说过的话, 立即掏出自己腰牌。 尖天思办事, 不想死的鬼远点! 这话一喊出口, 四周涌动的薄雾瞬间停住了。 哎, 原来也你是尖天思的啊, 那你早说啊, 这不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这唐突的声音, 忽然从那巨大的白无常嘴里说了出来。 你居然是尖天思的! 你怎么会是尖天思啊? 震惊的李火旺扬起头来, 看到面前这三尺高的巨大白无常。 自从看到这东西的第一眼, 李火旺就已经完全把尖天思这个选项彻底剥离了。 你等等啊! 那巨大的白无常缓缓引入白雾, 紧接着一个带着他胸口木面具的男人从白雾里面走了出来。 那人从怀里同样掏出一个腰牌来, 跟李火旺手中的一样, 那同样是尖天思的腰牌。 瞧瞧这是什么? 我还比你高一级呢? 当确认对方的腰牌不是假冒的之后, 李火旺顿时尝出了一口气, 表情缓和了很多。 既然你也是尖天思的, 那好办啊,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那木面具脑袋连忙摇头。 不不不, 这没什么误会, 白莲叫罪大恶极, 是一帮跟邪碎沆瀣一气的邪秀。 我跟师兄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抓到他们, 结果你一来居然把我师兄的禁止给劈了。 什么? 这不可能。 脑子里嗡嗡作响的李火旺扭头看向身后卢尾档, 那最后一位白家人白赛已经走了进去。 他看了一眼李火旺手中的腰牌, 眼中变得冷漠无比, 猛的一转身钻入卢尾档。 哥兰儿, 你想想看, 要不是他们实在弄死了太多人, 上面能会派尖天丝来。 而且一来就两个, 看到白家人最后一人白赛走进了茂密的芦苇荡, 李火旺抬脚就要追去。 等等, 一只比他身体还要大的巨手却猛地拽住了他, 等李火旺一低头, 发现自己身上压根就没有什么巨手。 他猛地一回头, 瞪向一旁地戴着木头面具的尖天丝, 又是这人的障眼法。 看着浑身充满着煞气的李火旺, 对方双手高举,连连后退几步。 哥兰儿,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那些人现在可都晓得你的身份了。 你这再独自一人闯进去, 可就是要找死了。 烦躁的李火旺用力摇了摇头, 他脑海中想起之前白领秒对自己描述他们家人的点点滴滴。 在他嘴里, 他的父母还有族人全都是待人和善的好人, 跟这人嘴里的描述的完全相反。 难道白领秒骗了我? 不, 他不可能骗我。 李火旺犹豫的眼神瞬间坚定下来。 从他之前跟白领秒的接触看来, 他们也绝对不像这人说的一样。 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要当面跟他们问清楚。 说吧, 李火旺把那戴着面具的尖天丝直接抛在原地, 在他的呼喊中静止向着芦苇荡走去。 当李火旺一走进了这片芦苇荡, 天色瞬间都暗淡了下来。 头上那一颗颗的好丝腊肠的芦苇荡, 把上面唯一跟外界的接触都挤压得所剩无几。 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脚印, 李火旺抬脚慢慢跟了上去, 白组长, 是我? 你出来吧, 我们聊聊。 喊了一会后见, 芦苇荡里没有任何反应, 李火旺先是看了一眼身后连成片的辣黄色芦苇, 紧接着再次开口说道, 你放心, 我跟二丫头有着过命的交情, 如果白家有难言之隐, 在下必将鼎力相助。 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那戴着木头面具的人, 我也是第一次见, 只要有我在, 他不敢对你们怎么样。 李火旺的声音顺着芦苇荡传出去很远, 就在这话刚说出不久, 两个白家的精壮青年从前方的芦苇荡里跳了出来, 漠不作声地看着李火旺。 看到对方出来人, 李火旺稍稍松了一口气, 对着他们继续说道, 我知道, 你们现在觉得我是肩肩私信不过, 其实我跟这组织没你们想的那么关系密切, 要不这样如何? 我们先回去牛心村, 二丫头就在那里, 你可以让他给你们解释清, 那两青年没有说什么, 他们直接左右脚分别向着一左移右胯开, 随后把衣服一扯, 就赤裸着身体开始, 打起了把势。 李火旺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这种把势, 说是拳法又不握拳, 说是竖法, 可又不掐绝。 随着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 两人嘴里还念念有词。 神仙赐下真神功, 天兵天将显神通, 各路神仙听无令, 速速入无凡体中。 下一刻, 李火旺就看到一个浑身被黑色条带包裹, 高高瘦瘦的闪光虚影从地下飘了出来, 向着他们身体靠去。 那是什么邪碎? 李火旺连忙拔出铜钱箭, 就要驱赶那东西。 可没等他靠近, 那两位白家青年猛的一抬眼, 眼神阴森森向着李火旺瞪来。 表情震惊的李火旺停住了原地, 看着面前神态举止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两人。 这到底是什么? 神打? 请邪碎上身? 如果说李火旺之前对那尖天斯说辞有些不太相信的话, 当看到这两人的模样后, 他心中的猜疑逐渐浮了起来。 听着, 我真的不想跟你们斗, 不管你们过去做了什么都跟我无关, 找你们麻烦是其他尖天斯的事情。 刷的一下, 两位赤裸着身子的两位青年身体几乎是带着残影, 忽然向着李火旺扑来。 被某些不知名的邪碎附身他们怪异得很的,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独立个体, 那一根根手指各自分开, 如同一条条抽动的舌头般向着李火旺脖子刺来。 这两人看起来不强, 但是李火旺没出手, 因为他知道自己学的全是杀招。 真要出手, 这两人非死即伤, 而这一幕却绝对不是李火旺想做的。 李火旺的身体在颅尾当中翻转腾膜, 不断躲避对方两人的攻击。 不知道附身他们身上的到底是什么邪碎, 身手出乎想象的敏捷, 李火旺一时间非常的被动。 啪! 李火旺脚下一个不稳, 对方两人直接扑了上来, 他们没有直接攻击李火旺, 居然去抢夺李火旺手中的铜钱剑。 李火旺把手一按, 下一刻, 枪的一声, 李火旺感觉到背上轻了一些。 糟糕! 李火旺一回头, 一道寒光闪过, 冒着煞气的紫碎剑狠狠地向着他面门刺来。 他想反击又或者格挡, 然而他两只手都被那两位白家青年抓住。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李火旺瞬间一个错位, 把身体硬生生地往左边挪了几寸。 阿兹那灵光达射! 李火旺手中的铜钱剑猛地爆开, 在红色的牵扯下, 轻而易举地切断了那些靠近自己的手指。 在猛的一脚把面前这人踢开, 李火旺迅速拉开跟其他人距离。 也就在他们对视的同时, 那位捂着紫碎剑的男人顿时表情扭曲地单膝跪地, 脸上那种阴森森的表情迅速地退去。 随着他手中的紫碎剑无力地插在了地上, 表情非常暴躁地跪倒在地上, 疯狂咆哮起来。 看着面前两个被自己削到手指的青年, 另外一位被煞气入体的白家人,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非要弄成这样吗? 好好说话不行吗? 话音刚落, 四周的芦苇开始摇晃起来, 那一张张阴森森的男人面孔, 在辣黄色的芦苇中若隐若现。 那一张张没有任何温度的面孔, 让李火旺不寒而栗, 整个白家人有一小半人都被斜碎入体了。 在这些人群中, 被白赛搀扶着的毒牙老人显出身来, 颤颤巍巍的他开始说话了。 那只有一颗牙的嘴巴, 一张一盒带着节奏地唱着什么, 一些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淤泥从他嘴角流了下来。 丹普雷斜石, 当这种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时, 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那是有老爷, 虽然没有铃声的颤动, 有老爷那身影凝聚得异常模糊, 但是李火旺既然用过这么多次有老爷, 他们的样子还是能认出来的。 看着半空中如同鬼魅般若隐若现的有老爷, 李火旺想起当初在清风关内, 白铃鸟告诉自己的信息。 为什么他一个寻常姑娘, 家家会知道有老爷这种邪随? 现在看到眼前的一幕, 一切都了然, 这老人应该就是给他讲故事的爷爷了。 看着他们眼中的漠然, 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 自己现在说什么恐怕都不顶用了。 都到这份上了, 再坚持下去, 怕是真的要见血, 自己不想跟白铃鸟的家人见血。 以己夺人, 他明白家人对白铃鸟意味着什么。 李火旺想到这, 二话不说, 当即转身钻入茂密的芦苇当中, 原路返回。 等下看看那戴面具的小子还在不在, 要是还在的话, 我得想个法子, 拖着他点。 给白家人撤退, 争取点时间。 可走着走着, 李火旺脸上的表情, 阴晴不定起来。 按照他之前用的时间, 现在应该早已经出了这片茂密的芦苇荡, 才对。 可现在, 却连芦苇边缘的影子都没看到。 他马上想起了之前那白赛说的话, 这芦苇荡里, 非常的容易迷路。 怎么的? 我这是被困在里面了。 李火旺忽然站定, 缓缓转动身体, 看着四周一模一样的环境, 仔细辨别。 刷! 一道寒光从芦苇荡中射来, 李火旺当即一扭声躲了过去。 可下一刻, 他腰后瞬间爆出一阵剧痛。 当李火旺因为疼痛, 而不由地张开了嘴巴, 根根黑色蠕动的触手从喉咙深处伸出来, 疼得不断颤抖。 感觉到那触手扫过嘴巴的感觉, 李火旺的心中不由地咯噔一下, 不好, 伤到位了。 可没等他反应过来, 从芦苇荡中越来越多的寒光射了过来, 一根根两米长的巨型箭矢, 瞬间从四面八方把李火旺淹没。 当所有的箭矢架成一堆, 用手捂着流血腹部的李火旺, 缓缓从这木头堆里面走了出来。 当他他看向四周没有动静的芦苇, 眼中已经没有了一丝暖意。 从这箭矢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 白家人他们早就在这里藏了武器, 说不定这地方就是他们的地盘, 之前白赛没有跟自己说实话。 李火旺的身体颜色, 缓缓地向着芦苇荡内低下潜入。 隐身状态的他, 一步步向着边缘走去。 这次回去, 一定要跟白领秒问清楚。 李火旺慢慢地走着, 四周总算是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新的动静。 走了有两个时辰左右, 气喘吁吁的李火旺停了下来。 他放开捂着自己腹部的手, 看着里面血肉模糊的一切。 他有些忧心忡忡地想到, 黑太岁没死, 只是受伤了, 应该不影响压制幻觉吧。 就在他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四周环境的轻微晃动, 让李火旺瞬间色变。 当看到四周并没有发生变化后, 李火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千万别吓我, 这个时候再陷入幻觉,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火旺话音刚落, 一道模糊的东西忽然从地面钻出, 直接从李火旺的腹部钻过。 下一刻, 李火旺瞬间就感觉到, 自己肠子仿佛都要断掉了一般, 疼得他满脸冷汗。 又是一道模糊的有老爷, 从地下钻了出来, 打算故技重施。 李火旺猛的一把剑, 用力一斩。 有老爷伴随着一阵微风, 渐渐消散了。 剩下的有老爷, 不敢靠近李火旺了, 如同幽魂般围绕着李火旺不断打转, 寻找着可乘之机。 这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已经隐身了。 他们是怎么找到我? 就在他注视到地下的时候, 视线定格住了, 血, 是滴落在地上的血, 出卖了他的位置。 也就在这一瞬间, 仿佛感觉到了破绽, 四周的有老爷同时涌了上来。 李火旺瞬间把剑入鞘, 再次拔出铜钱剑来。 随着他力声念诀, 铜钱剑瞬间爆开, 一枚枚铜钱没入有老爷的体内, 让他们纷纷烟消云散。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别忘了, 之前我就过你们的命。 李火旺心中感到一丝憋屈, 自己都做到这地步了。 为什么他们还要如此对待自己?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火旺旁边地面猛地鼓起一个土包。 下一秒, 一个男人单手举灰刀向着李火旺砍来。 李火旺表情一猙獰起来, 打算不再收手了。 哪怕就是杀人, 也比自己死强。 可李火旺本来按住刑具的手, 当看到那人面孔之后却停住了, 这人是白领鸟的父亲。 别。 李火旺下意识地举起了手, 可下一刻, 那手掌直接被削掉大半。 下一刻, 一根根泛着寒光的长矛从颅尾中射来, 如同一个破烂布娃娃般, 穿破李火旺的腹枪, 把他钉在了地上。 随着李火旺被钉在地上, 结局似乎已经注定。 扑哧扑哧声响起, 李火旺的四肢都被钉住了。 浑身剧痛的李火旺看着四周的冷漠之极的面孔, 艰难地问道, 有必要吗? 我到底怎么你们了? 听到这话, 其中一位白家女人面带厌恶地对着李火旺说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跟朝廷狗有多大的仇? 既然你是朝廷的狗? 我们对你做什么都不为过。 李火旺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带血的口水, 此刻自己脑子昏昏沉沉地,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现在你们赢了, 不如你把我抬回牛星村, 去问问白领鸟, 毕竟我是她的夫君。 听到这话, 四周顿时响起了一阵议论声。 这时, 白领鸟的母亲却冲到了最前面, 表情异常严厉地对着李火旺说道,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她嫁给谁? 我们说了算, 我们绝对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一只朝廷狗的。 白领鸟的父亲看了一眼如此凄惨的李火旺, 她一甩手中带血的刀, 用手拉了拉自己的妻子, 用嘴巴贴在她耳边低声细语说些什么, 对此, 她似乎有别的什么想法。 随后她走了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李火旺。 李火旺看着她的面孔, 越看越觉得她像一颗橘子, 她不由地忍着疼痛笑出声来。 可伴随着她的声音, 那男人脑袋居然真的, 渐渐变成了一颗发霉的烂橘子, 出现在自己手中。 橘子! 下一刻,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打在李火旺脸上声。 淋着雨的李火旺, 茫然蹲在垃圾箱旁边, 瑟瑟发抖地捧着自己手中那颗烂橘子。 如同触电般, 李火旺猛地跳了起来, 手中那颗烂橘子落到不远处的泥坑中, 被雨水打得起起伏伏。 下一刻, 她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在哪? 不好, 我胃里的黑太岁被攻击到了, 压制幻觉的能力消失了。 紧接着, 又是一个念头出在脑中, 可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街头? 我不是应该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吗? 这些时间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 错愕的李火旺, 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的穿着, 满是污垢的宽大上衣, 套在自己身上。 下半身穿着一条吸满水的棉裤, 左脚穿着一只露着脚趾头的皮鞋, 右脚穿着一只袜子。 自己这一身的流浪疯子打扮, 都被天上落下的倾盆大雨淋透了。 这个问题没等李火旺想明白, 从腹部瞬间传来一阵极其强烈的饥饿感, 占据了她意识。 她从来没有感觉如此饥饿, 仿佛有十多天没有吃东西。 李火旺立即蹲到那污水坑旁边, 捡起那没发了霉的烂橘子, 连皮带肉地塞进自己嘴里。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的轮胎压过水坑, 激起的水浪打了李火旺一声, 但是她不为所动。 冻得瑟瑟发抖的李火旺蜷缩着身体, 靠着绿色的环卫垃圾桶, 大口大口吞咽着嘴里的发霉橘子。 冰冷的腐烂橘子吃进嘴里, 除了水果腐烂的特有怪味外, 还有那特有的霉味。 可饿到了极致的李火旺跟本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这橘子在她眼中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重要。 一颗烂橘子下肚, 稍稍舒服一些的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 在瓢泼大雨中对着四周焦急地大喊道, 白族长, 别怕, 我这是犯病了, 我有病啊, 我有病。 一位打伞的中年人看到这蓬头垢面的李火旺, 连忙拉着自己的妻子面带恐惧得多远一些。 其他人的反应也一样, 本身就因为下雨没有多少人的街道上, 一下全空了。 李火旺完全无视这些变化, 因为他知道现实那边的情况异常地紧急。 在那边, 自己完全就是放在砧板上的猪肉, 自己必须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命。 然而, 四周依然下着大雨, 没有给李火旺一点反馈, 这让他感觉到心中十分地烦躁。 按照之前的规律, 那边现实的动静应该会扭曲成幻觉的某种变化才对。 白族长, 你们到底在哪儿? 麻烦给点反应, 我现在看不到你们。 就在这时, 李火旺看几位打着伞的男人向着自己这边走来, 他眼中顿时亮了起来。 李火旺迈着那穿着破皮鞋的脚, 踩着泥水坑向着那边冲去。 白族长, 忽然从大雨中跳出来的李火旺, 很显然吓了那男人一跳。 白族长, 你还记得之前是我救了你们的? 你们就真的打算对救命恩人动手? 仿佛感到这力度不够大, 李火旺再加了一句。 再一个, 白灵苗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不管你们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如今也算是半个白家的人了。 哪里的疯子啊, 吓了我一跳。 那位拿着黑伞的男人连忙后退两步后, 面带忌惮地想要从旁边绕过去。 李火旺怎么可能让他走, 连忙上前一步, 张开双手, 堵在了那人的面前。 白族长, 你如果不信, 你可以让二丫头当面跟你们说。 看着李火旺这副样子, 那男人带着无奈地说道, 大哥, 你饶了我好不好? 你可怜我也可怜啊, 我还是去打工还房贷呢。 你说什么? 抱歉, 白族长, 我现在陷入幻觉, 你的任何话都会曲解成别的意思。 这样吧, 白族长, 我现在就待在这哪也别去。 你等我一会, 我过一会儿就能恢复正常了。 虽然李火旺嘴巴里的话, 对方听不懂什么意思, 可听到李火旺要跟着自己, 顿时大惊失色。 哎呀, 我去, 被疯子粘上了。 那男人也顾不上别的, 连忙拔腿就跑。 面带焦急的李火旺抬脚就追, 然而没跑几下, 他顿时亮枪地倒在地上。 之前因为焦谈而忽视的身体感受, 再次回来了。 冷, 冷得李火旺嘴唇发紫, 牙齿止不住地打颤, 甚至冻得都感知不到自己手指的存在了。 唐宇中的李火旺感觉到浑身上下软绵绵的, 没有一点力气。 他想忽视掉这些虚假的感知, 然而生存的本能让李火旺艰难地爬了起来, 缩着脖子, 双手抱着自己, 贴到屋檐往前走去。 滚远点, 疯子, 不走揍死你。 哎呀, 你别踩脏了我店的地毯。 妈, 快来啊, 有个疯子在我们家门口。 在这些声音的陪伴下, 瑟瑟发抖的李火旺跌跌撞撞地往前赶。 看着四周的一切, 他那焦急的心烧安了一些。 既然我现在没死, 那么刚刚我编的话应该起到了作用。 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此刻他的脑子开始昏昏沉沉起来, 似乎因为淋雨太多, 发高烧了。 我在, 我在这幻觉中死亡, 那边现实应该没事吧。 李火旺虚弱的声音中带着不确定。 就在这个时候, 李火旺看到远处大雨中的桥洞, 那桥洞很小, 但是刚好可以避雨。 就在李火旺咬牙冲了过去, 刚好与一辆黄色的校车擦肩而过, 一个娇小的面孔趴在玻璃上, 看着他的背影。 当来到桥洞之下, 四周嘈杂的声音瞬间一停, 李火旺喘着粗气, 依靠着墙缓缓挪了下来。 虽然不再淋雨, 可李火旺的身体却没有感觉到任何好转。 为什么这次这么久? 我为什么还没有回去? 就在李火旺艰难地等待着时间过去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远处地上有东西, 连忙向着那边挪去。 在桥洞的一个角落, 几个带吸管的塑料瓶带着几张锡纸, 陪伴着一个几乎没气的打火机。 李火旺伸出那几乎没有知觉的手, 捡起那红色的透明打火机。 咔嚓咔嚓哆嗦嗦嗦的李火旺用力打着火机, 但是却怎么都打不着。 就在他的脑袋越来越昏沉的时候, 一点红色的小火苗轻轻地燃了起来。 亮了。 眼中倒映着火点的李火旺笑了起来, 笑容如同一位纯真的孩子。 左右看了看, 李火旺捡起地上那带着吸管的红色塑料瓶, 小心翼翼地放在火苗下面。 红白相间的吸管被点燃了, 并且不断向着瓶子里蔓延。 当那几个瓶子被点燃, 形成一个冒着黑烟的小篝火堆时, 李火旺这才把自己那冻僵的双手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塑料点燃的火很臭, 但是很温暖。 火焰的温度从李火旺手掌逐渐传递, 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起来。 渐渐地, 他的身体不再颤抖, 嘴唇也由黑变回了紫色。 谁? 感觉到头皮发麻的, 李火旺猛地一回头, 就看向桥洞口, 一位穿着小雨鞋的女孩子打着伞站在那里。 那是一位模样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年龄看起来只有七八岁, 双马尾的头发上戴着一个红色的樱桃发卡。 他那大大的眼睛里先是疑惑跟好奇, 当看到李火旺的样子后, 完全变成了害怕。 蜡月十八, 阴晴不定的李火旺看那小女孩的样子, 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这人就是当初自己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 劫持的小姑娘。 从他背上的书包, 可以判断出这小姑娘已经从幼儿园毕业, 上小学一年级了。 不, 他现在已经不是蜡月十八了, 他应该是现实那边别的什么投影, 芦苇荡没别人, 应该还是白家人。 李火旺想了想, 向着他那边走去。 可谁知他刚动, 那小姑娘好像受惊的小鹿般, 连忙慌张尖叫地跑开了。 当李火旺来到了桥洞口, 发现地上有一小块被小姑娘扔下的得福巧克力。 李火旺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 巧克力很好吃, 很甜。 这股特殊的香甜味让他想起了杨娜, 想起了那天秦人节送给自己的巧克力。 我为什么会被抛弃在街头? 难道我已经被家人放弃了吗? 李火旺心中涌起一股, 连巧克力都化不开的苦涩。 李火旺吸了吸有些发酸的鼻子, 转过身, 向着那篝火走去。 他重新蹲了下来, 眼神发直地看着篝火, 嘴里喃喃自语地说道, 反正也是幻觉,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看着那堆逐渐减弱的火焰, 李火旺脱下脚下的破皮鞋, 摸干表面的水后扔了进去。 随着皮鞋的加入, 火焰再次燃了起来, 温度瞬间又高了一些, 以至于李火旺都要微微向后仰。 然而, 虽然他往后膜了一些, 可奇怪的是, 李火旺非但没有感觉到温度减低, 反而感觉越来越热了。 之前都快冻死的他, 此时却被热得满头大汗。 奇怪, 怎么会这么热? 李火旺开始脱下自己湿漉漉的衣服, 就在脱衣服的时候, 一缕缕黑烟从李火旺的身上冒出。 呼! 随着李火旺一呼气, 点点暗红色的火星子被他从嘴里喷了出来。 太热了, 实在太热了。 李火旺站了起来, 就要脱下身上的衣服。 可就在这一瞬间, 李火旺看到眼前那团小篝火猛的一掌, 把自己包裹了进去。 啊! 极度痛苦的李火旺跪倒在地, 身体极致的痛苦几乎要把他的意志冲散。 这到底李火旺挣扎得猛的一抬头, 他瞬间看到了一座火焰形成的山峰。 火, 到处都是火, 没有一寸有空之地, 眼前的整个芦苇荡被彻底点燃了。 透过那层层摇摆的火焰, 李火旺看到了那些在火焰中奔跑哭喊的人们。 他们跑着跑着就不动弹了, 倒在地上成为新火焰的燃料。 在幻觉那边, 李火旺只是点燃塑料。 而在这边, 他却是献祭了全身的皮肤, 举行了大迁路上的仪式。 不! 不不不! 惶恐的李火旺在火焰中站了起来, 向着他们冲去。 可当李火旺靠近, 仿佛他身上的熊熊烈焰能叠加一般, 但凡是他接近的人, 只会以最快的速度变成焦尸。 李火旺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女人在自己面前倒下, 弯曲的手指挣扎得向着牛星山方向指去。 娜娜,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这么克制,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歇斯底里的李火旺握紧焦黑的拳头, 重重地垂地。 李火旺不知道这场冲天大火是什么时候停掉的, 等他回神来的时候, 四周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而他如同一尊冒着白燕的雕塑般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身体很痛很痛, 可这些疼痛跟他的心比那简直不值一提。 他刚刚失去了家人, 而这种钻心般的感觉, 将由自己亲自送给对自己那么好的白领鸟。 嘖嘖嘖, 之前那木面具捏手捏脚地走了过来, 感慨震撼地看着四周的荒芜。 看到李火旺脸上被烧得暗红的铜钱面罩, 那木面具走了过来, 小心地试探道, 哎,哥老儿, 还活着吗? 随着李火旺微微一抬头, 点点黑色粉末从他脖肩洒落。 看到这一幕, 那木面具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走过来, 搀扶着他向着这片漆黑的焦土走去。 哎, 横竖不过是尖尖丝的小活, 你玩什么命啊? 你小子一看就是刚进来的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那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赔钱买卖, 那就搂着点。 再则说了, 他们就是一群普通的白莲教, 你犯得着起这么大阵势吗? 你们熬紧焦脾气都这么暴躁吗? 李火旺对这人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默不作声地缓缓向前走着。 我叫柳宗云, 月亮门的。 你叫什么? 怎么? 哑巴啦? 你也跟那些和尚一样在修臂口禅。 就在走出这片焦土的时候, 李火旺想起来了什么, 用手摸向自己腹部的伤口。 之前刺入自己体内的长毛, 此时已经被烧成了一节黑色的木炭, 如同瓶塞子一样, 塞在了李火旺的肚子上。 用手指扣着木炭边缘, 李火旺轻轻一拔, 他那焦黑的腹部出现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窟窿。 李火旺伸出一根焦黑的手指, 就向着那里面扣去。 哎呀, 哎呀, 这一幕看得面带南色的柳宗云后曹牙发酸。 可就在李火旺的手指即将伸进去的时候, 一根干枯开裂的触手颤抖的, 从那黑洞伸了出来, 缠住了李火旺的指关节。 随后, 一直有着双瞳的异色眼球在那窟窿里一闪而过。 咦, 你这家伙可真是怪得很, 那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没听说熬井交友诈? 李火旺看了柳宗云一眼, 终于开口了,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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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原因不都是挂在脖子边上的吗? 怎么你的还在肚子里? 不怕一不留神变成屎吗? 李火旺没有理会他, 继续往前走。 哎呀, 兄弟, 这事情都结了, 都忙完了。 你还老搭搭着脸做什么? 听到这话, 李火旺脸上泛起一丝苦笑。 完了? 是啊, 没错, 彻底完了。 怎么的? 你替他们伤心不成? 哥郎啊, 你以为过去牛星山附近的其他村落, 是怎么消失的吗? 他们杀的人比你杀的人多多了, 你这就是替天行道啊。 李火旺把手从他肩膀上放了下来, 在原地站定。 你走吧, 咱们不同路, 就在此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柳宗元站在原地, 诧异地看着面前浑身焦炭的李火旺。 就你这样, 你还能走哪去? 烤得这么香, 别半路被大虫给叼了去。 这是我的事情, 你快走吧。 李火旺动作缓慢迟钝地坐在了地上。 柳宗元用手挠了挠后脑勺, 想了想后转身向着一旁林子里走去。 可他走了几步, 想了想后叹了一口气, 转身回来, 重新站在李火旺的面前。 算了算了, 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道西, 你闭上眼睛。 什么? 李火旺仰着脑袋, 看着他脸上抹着腮红的木头面具。 让你闭上你就闭上, 小爷我真要害你还犯得着动手。 你带着没有人管, 没几天就死了。 李火旺抬起焦黑的双手, 盖住了那完全没有眼皮的眼球。 刷刷刷? 李火旺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上动, 软软地带着鲜毛, 感觉到有点像毛笔。 两炷香过后, 李火旺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 行了, 把手放下来吧。 当李火旺把手放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自己身上那层被烧掉的皮肤回来了。 但是仔细分辨后, 李火旺才发现, 那并不是自己的皮肤, 而是一层粉红色的纸。 这种特殊的颜色, 让李火旺莫名想起了那些目前烧掉的纸人。 不单单是皮肤, 自己现在身上还穿着一件纸衣, 同样是纸人同款。 更神奇的是, 这并不只是样子祸, 李火旺浑身上下, 因为没有皮肤而引起的剧痛消失了。 别碰水, 记得躲雨, 淋湿了可就不灵了。 你是哪门哪派? 这神通好特别。 李火旺看向眼前的木面具, 不是说了吗? 我是月亮门的。 这用的是本门的年字绝, 除了年字绝外, 还有摆, 和, 过, 月, 别, 碾, 开。 看李火旺愣在那里, 柳宗元笑了。 听不懂。 嘿嘿, 要的就是你听不懂。 本门的东西, 乃能随便告诉外人,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呢? 而酒。 那行, 回见了, 而酒。 柳宗元转身, 如同一只猴子般, 跳入林子中不见了。 李火旺低头再次摸了摸自己身上纸做的皮肤, 稍稍一用力, 那纸皮就被他扣出来一个洞来。 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李火旺心中激起任何波澜, 他并没有站起来, 而是待在原地, 扭头看向牛星山的方向。 李火旺的眼中露出深深的绝望。 我把白家一家老小全灭门了, 回去之后, 我该如何跟他说? 可。 李火旺的亲咳, 让其他师兄弟都看了过来, 自信满满的他, 看着那一张张的面孔扬声说道, 哥。 师兄弟们, 以后咱们就不走了, 以后咱们就在这牛星村住下了, 自此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 李师兄, 还差一个呢, 那杨小孩还没送到呢? 狗娃用手拍打着身边道童的脑袋, 杨小孩顿时慌了, 他没想到这兜兜转转, 居然会扯到自己头上来。 我就在他支支吾吾的想要说的什么的时候, 李火旺面带嫌弃的开口说道, 他那地址是瞎编的, 压根就没加, 这小子就是个叫花子。 这时, 李火旺感觉到手臂一软, 一扭头, 就看到白领鸟正在挽着自己。 看着他那崇拜中带着期待的眼神, 李火旺心中一暖, 扭过头来接着说道, 既然在这说了, 那我就把我想说的全说开了, 大火。 你们这一路上也都看到了, 这世道乱得很。 如果只是想占快田耕地, 那就跟田里的牛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想要自保, 只能靠自己。 以后只要我会的, 我能教的都交给你们。 我以后也会想办法, 找一些所谓的神通功法, 让你们都学。 听到这话, 所有人顿时激动起来, 七嘴八舌地说什么的都有。 看着下面那一张张面孔, 李火旺的眼睛坚定起来。 别的宗门靠不住, 尖天思也靠不住, 自己能靠的只有自己。 还有面前这群天蚕的缺。 想要这古怪地方生存下来, 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 唯有这样, 自己经历的那些痛楚, 才能远离自己。 各位, 我先说下, 大火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 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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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火旺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没错, 都要学认字。 等学成之后, 咱们就开宗剑派。 只有这样, 咱们才能彻底在这个世界立足。 别人总是觉得, 我们是怪物是废物, 但是我们就是要掀开他们的眼皮, 让他们看看。 我们这样的人同样能闯出一番天下来。 我们不是怪物, 谁也不能再卖了咱们, 嫌弃咱们, 还有欺负咱们了。 只要大火一起努力, 咱们往后的日子, 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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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叫好声, 几乎把牛心村的屋顶不要掀翻, 看着眼前种植成成的师兄弟们, 李火旺笑了, 笑得很开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 点点雨水从天而降, 冲散了李火旺的笑脸, 也冲淡了所有人欢呼的声音。 雨啪哒啪哒的下, 李火旺手中举着一把纸伞, 沉默地站在牛心村的村头, 看着从烟囱里面生起的白色吹烟。 这里压根没有其他人, 冷清的泥泥黄土路上只有李火旺一人, 刚刚的那些仅仅只是他脑子的幻想罢了。 李火旺从昨天早上就站在这里, 他已经站了一天一夜了, 因为潮湿的天气, 让李火旺身上纸做得皮肤都受潮发霉了。 可是他却没功夫理会这些, 当看到带着斗笠的养小孩, 牵着一头老牛从村子里面出来后, 他抬起那几乎僵住的关节, 向着牛心村里面走去。 看到李火旺终于动了, 旁边一半身体卡在树干里面的红中, 脸上带着心灾乐祸的笑容, 用手肘向着一旁的和尚顶了顶。 和尚? 呵呵呵, 这下有好戏看了。 李火旺走进村头, 就被养小孩看到了, 他顿时兴奋地迎了上来, 可他很快就被李火旺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呀! 李师兄, 你脸上的皮怎么又没了? 还有, 你怎么穿着一件纸衣服啊? 苗苗在哪? 李火旺的声音沙哑, 带着血腥味。 这个时辰, 白师姐应该在自己屋子呢。 李师兄, 你怎么了? 这消失的白家人有消息了吗? 沉默不语的李火旺抬起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着白家走去。 很快, 李火旺的回家引起的轰动, 所有人纷纷走出门外迎接他。 不过很快, 他们的脸上的喜悦受到李火旺的情绪影响, 渐渐地冷静下来。 狗娃带着小心地靠了过来。 怎么了? 李师兄, 瞧这样子是没找着啊? 那没找着就没找着呗, 这也不能怪你不是? 李火旺咬紧牙关, 一把推开了他, 脚下的步伐加快了, 并且后面越来越快。 当李火旺扔下雨伞来到白家大院门口的时候, 刚好跟神色慌张的白灵秒撞了一个对面。 见李火旺是一个人回来时, 白灵秒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可当他看到雨水下, 李火旺皮肉融化的凄惨模样的时候, 他心中顿时感到一疼, 顾不上其他的, 两只手拉住李火旺的胳膊, 就向着自己的闺房走去。 绵软的毛巾被白灵秒双手捧着, 一下一下按在李火旺的身上, 吸走那焦黑皮肤上的水珠。 他不敢用擦的, 因为他怕自己稍微一用力, 就把李火旺身上的脆肉皮肉给擦走了。 白灵秒之前见过这种伤, 他明白李师兄肯定遭遇了什么异常危险的幻觉, 才会使用出这种两败俱伤的大杀招。 白灵秒捧着毛巾在铜盆里洗了起来, 李师兄,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你别为我担心, 都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其实已经习惯了他们走了的事实, 既然他们不见了, 那李师兄, 我们就在这等吧, 总有一天他们能回来的。 李火旺牙关咬紧, 握拳的双手微微有些颤抖起来, 就在他嘴边的话刚要说出来的时候, 一脸亢奋的红中跳了出来, 无脸无眼的他手舞足蹈地在李火旺眼前比划, 快快快, 骗他说什么都没找到, 白家人说不定真的跟女班主说的去逃难去了, 李火旺双眼猛睁开, 用那吃人的目光死瞪着眼前的红中, 但我做什么, 我这是在帮你啊, 你想想看, 白家人已经死了, 你现在告诉他, 除了让他伤心欲绝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吗? 哦, 对了, 还真有, 你那样还会让他恨你, 恨不得杀了你这个杀父凶手, 相反你要是按我说的去做, 他不但不会伤心, 而且心中还留着一份希望, 你想让我骗他, 看着面前的红中李火旺的话, 从牙缝里面印挤了出来, 嘿, 骗怎么了? 你凭什么瞧不起骗? 骗可以用来作恶, 也能用来行善, 你这会要按我说的去做, 那就是善意的谎言, 看着红中越说越兴奋, 一旁的哀声叹气的和尚走过来, 伸手拉着他, 离开李火旺身边, 李师兄, 感觉到李火旺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白领鸟的声音也变得轻柔很多, 他伸出那柔软白皙的手掌, 轻轻地盖在李火旺那形如骷髅的胶黑手指上, 李师兄, 你别想这么多了, 出远门这么久, 肯定累坏了吧, 先歇息一会吧, 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 白领鸟搀扶着李火旺来到自己的床边, 丝毫不嫌弃李火旺如今这恐怖模样, 让他躺进了自己的被子, 盖着丝滑的绸被子, 枕着萨萨作响的倒壳枕头, 李火旺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全是那白领鸟身上熟悉的幽香, 李师兄, 你淋雨了, 我去给你熬点姜汤区区寒吧, 白领鸟说罢, 站起来就要向火房走去, 李火旺手一抬, 抓住了白领鸟的手腕, 苗苗, 我能问一点事情吗, 在你眼中, 白家人是怎么样的人? 我族人? 大家都很好啊, 平日里互帮互助的, 不会跟别的地方一样, 喜欢吵架, 白领鸟很是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李师兄, 你怎么了, 怎么会忽然问这样的问题, 就没有感觉到, 一点奇怪的事情吗? 没有啊, 哦, 对了, 白家人进祠堂, 会比其他地方多一些, 我小的时候, 为了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样, 没少缠着我爷爷, 想让他带我进去看看, 可他总说我是女的, 不能进去祠堂, 说到这白领鸟想到什么, 顿时惊讶地嘴巴微张, 用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嘴, 李师兄, 你难道跟他们见过面了? 他们现在在哪? 我爹我娘还好吗? 李火旺努力地吸了一口气, 再用力呼出, 似乎想把心中积压的情绪都呼出来, 然而却没有任何用处, 他很想按照红中说的那样做, 那样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会变化, 可是他真的做不到, 苗苗, 对不起, 他们都死了, 是我杀了他们, 坐在床边的白领鸟, 表情顿时愣住了, 身体如同雕塑般将在原地, 躺在床上的李火旺, 语速平缓地, 把之前经历的事情娓娓道来, 期间白领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只有那握住李火旺的手, 越来越冰凉, 当李火旺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后, 房间内安静下来, 只有屋外的滴答下雨声, 在持续不断地响着, 随着那长长的白睫毛眨了眨, 两行青泪从白领鸟的眼角缓缓流下, 他的声音颤抖地发出, 李师兄, 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全村的人? 为了盘缠把自己的金镯子当掉的白领鸟, 因为自己受伤而哭得梨花带雨的白领鸟, 跟着自己一同畅想回家后, 场景的白领鸟, 各种画面在李火旺的脑海中浮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在那边觉得太冷, 我只是想烤下火, 我, 我真的, 只是想烤下火, 我真的, 只是想烤下火, 李火旺语言惨白地辩解着, 脸上渐渐泛起恐惧的白领鸟, 猛地把手从李火旺的手中抽了出来, 一步一步地向着后面退去, 就在他越退越快, 即将夺门而出的时候, 李火旺从后面一把搂住了他, 白领鸟脸上那如同木偶的五官瞬间崩溃了, 他拼命地挣扎, 双手握拳发疯似地在李火旺的身上垂打着, 大张开的嘴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到最后, 他甚至扑在李火旺身上用力撕咬着, 撕开那黑色的血架, 可当看到李火旺身上那往外渗血的伤口, 他又停下了撕咬, 双手捂着自己的面, 缓缓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个人站着, 一个人蹲着, 两人就这么停在了原地, 站在那里的李火旺静静地看着白领鸟的白色头发, 此刻他心里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种情况维持了很久, 屋内的环境也渐渐暗了下来, 两久过后, 哽咽的白领鸟站了起来, 看都不看李火旺向着门外走去, 李火旺再次拦住了他, 不, 你不用走, 这里是牛心村, 这里是你的家, 要走的是我, 说吧, 李火旺转身离开了, 他没有企图挽留什么, 你其实已经早就想明白了吧, 只要一开口, 恐怕你跟白领鸟的缘分就算到头了, 你为什么还是要这么做, 李火旺的表情僵得跟木头一样, 完全无视幻觉的话语, 现在后悔, 没有我说的善意的骗局了吗? 骗就是骗, 没有什么善恶, 我犯的错我受着, 我心里踏实, 李火旺忽然的咆哮声, 把靠近他的其他师兄弟吓了一跳, 李师兄, 你刚回来就走, 苗苗可是很担心你的, 不管做什么, 你也要考虑他的感受吧, 春小满问道, 替我照顾好他, 你们以后好好在这过安稳日子, 这世道乱别乱跑, 随着李火旺在牛心村穿行, 李火旺身边的师兄弟越来越多, 当李火旺再次来到了村头, 其他人都来骑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向着大雨中冲去, 李师兄, 你这是去哪啊, 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吧, 都站住, 谁都不许跟来, 李火旺的一声呵斥, 让所有人站在了原地, 大雨瓢泊中, 浑身上下都湿透的李火旺转过身来, 看向他们所有人深吸了几口气后, 忽然破口大骂, 滚啊, 滚远点, 骨灰都送到了, 在清风关的我, 接下来的遗言条, 也都送出去了, 我当初的诺言全对线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 看看我浑身上下的伤没有, 我替你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我累了, 你们这帮残疾废物, 还想拖累我一辈子吗, 看着他们那一张张伤心的面孔, 满脸都是水的李火旺的, 猛的一转身冲出了牛心村, 其实发生了这种事情, 回来的路上, 李火旺早已经在心中打定主意, 离开所有人, 他真的不敢再让别人待在自己身边了, 越是亲密的越是害怕, 害怕哪天, 自己会像烧死白家一族一样, 把他们统统一把火烧死, 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疯子可怕, 一个拥有各种神秘莫测能力的疯子更可怕, 从牛心山出来后, 沉默的李火旺顺着泥泞的小鹿, 一路地走着, 他身上的纸做的衣服还有皮肤, 在雨水的冲刷下, 渐渐软烂掉在了地上, 冰冷的雨水下, 李火旺那焦黑皮肤夹扎着新生的肉芽, 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滴滴雨水滴在焦嫩的肉芽上, 此刻的李火旺知道了什么是千刀万寡, 但是他却并没有刻意地去躲避什么, 默默地在雨水中承受着, 渐渐雨小了, 天色也渐渐腐白, 李火旺在一处破庙里停了下来, 几天几夜没睡觉, 他真的很累了, 他仰头先是看了看那只圣半快的牌匾, 又看了看两侧爬着青苔的对联, 虽然那字已经褪色很多了, 但是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得出来, 上连, 是在人为休言万般都是命, 下连, 竟由心灶退后一步自然宽, 李火旺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 庙里面不大, 只有一个只剩半个身子的泥塑, 其他都被搬走了, 而且屋顶是漏的, 地上的积水不比外面少多少, 浑身湿透的他站在唯一没有漏雨的角落, 茫然地看着破洞里面落下的雨水, 傻了吧, 陈姑家寡人了吧, 早就跟你说了, 听我的,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红中围绕着李火旺不断地绕着圈, 脸上满满的都是幸灾乐祸, 和尚走了过去, 眉毛搭拉着安慰说道, 道士, 你也别太难过, 这是不怪你, 你也不想杀他们的, 以后多做善事, 多念阿弥陀佛, 佛祖不会怪你的, 李火旺完全没有理解身边的两位幻觉, 他满脑子都是幻觉那边的自己, 彻底变成乞丐的模样, 以及昨天白领秒看自己那冷冰冰的眼神, 自己的家人不要自己, 而且自己, 还害得白领秒没有家人, 自己就是一个祸害, 谁惹谁倒霉的祸害, 枪犯着阵阵煞气的紫碎剑被拔了出来, 李火旺仔细端向着那寒光剑身上自己的半片倒影, 想着想着, 一个疑问在他脑海中响起,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既然我活得这么痛苦, 那现在的我到底活着什么劲呢? 一瞬间, 四周安静下来, 金山找, 蓬龙藤, 和尚, 红中, 分成四方, 围绕着李火旺, 喂喂喂, 你要干什么? 李小子, 你冷静一点啊, 慌张的红中连忙过来劝说, 对啊, 倒是, 你这是干嘛? 你要觉得活得没意思, 你可以出家当和尚, 干嘛非要寻死呢? 沉默站着的蓬龙藤动了, 浑身作假的他用肢体做出来一个笔瞧不起的动作, 一只张嘴不说话的金山找闭上了嘴, 他带着担忧的目光盯着李火旺的侧脸, 李火旺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端向着眼前这把剑, 认真地思索着什么, 他从未有如此认真审视自己的人生, 哎呀, 横竖不过是个女人, 大丈夫何患无期, 虽然你没有了他们, 可是你还有我吗? 红中嬉皮笑脸地靠过来, 用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说道, 听到这话, 李火旺那僵硬的表情瞬间极度争鸣起来, 刷锋利的长剑斩过红中的身体, 把后面的泥塑劈成两半, 寒光在雨水中飞舞, 几乎癫狂的李火旺一渐渐砍向无脸无眼的红中, 无头的蓬龙藤, 无下身的金山找, 以及无恶的和尚, 只是无论紫碎剑多锋利, 李火旺挥动的力道多大, 依然伤不到他们分毫, 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总是跟着我, 李火旺暴怒的, 声音在破庙内爆开, 为什么偏偏救我是星宿, 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得病, 凭什么就是,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 我只是想安稳地活着, 为什么这么难, 在一次又一次挥砍过后, 李火旺亮枪倒地, 手中的剑飞出几米月, 倒在地上的他不再动弹了, 他累了, 真的很累了, 可是他明明已经很困了, 但是他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不断地一胀一胀地跳动着, 红中靠了过来, 半蹲在地上安慰道, 没事, 你以后只要听我的, 要多少女人, 我给你骗多少, 对此, 李火旺再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只是默默地躺在地上,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忽然四周开始扭曲, 迅速地产生变化, 等李火旺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阴冷潮湿的桥洞下面, 看着这一切, 李火旺张开嘴, 发出无声的苦笑, 渐渐笑出声来, 呵呵, 笑着笑着他, 忽然感觉到自己渴了, 渴急了, 李火旺站了起来, 向着水边走去, 因为下雨的原因, 水涨高了很多, 李火旺直接趴下来, 把脑袋栽进去, 大口大口地喝着, 喝饱了水, 李火旺又感觉到自己饿了, 他站起来, 用手摸了一把脸, 向着桥洞外面走去, 雨后天晴, 空气很是清新, 马路旁边的人行横道上人也不少, 当衣衫褴褴, 脏兮兮的李火旺走出来, 身体如同有着屏障一般, 四周五米无人赶进, 又是这疯子城管在做什么吃的, 也不管管, 吁吁, 别让他听到, 这疯子耳朵可尖了, 也是可怜人啊, 李火旺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反应, 在街道间寻找着什么, 最终在一处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 他伸手把绿色的垃圾桶打开, 低下脑袋专心找着属于自己的吃食, 现在的人吃东西一般都比较浪费, 李火旺很快就找到了两杯没喝完的奶茶, 还有一个啃了一口的素包子, 咔嚓, 一道闪光飘过, 旁边一位嘴里叼着烟的男人放下手中的手机, 大拇指连洞在朋友圈里打出了一行话, 快看啊, 新版犀利哥呀, 当李火旺又找了几串冷掉的烧口, 他一边吃着一边向着桥洞走去, 就在这时跑过几个少年, 他们嬉笑地站在远处指指点点着, 忽然一颗小石头扔过来砸在李火旺的身上, 哈哈, 疯子, 过来, 抽烟吗? 李火旺忽然裂开嘴巴笑了, 哈哈, 没错, 我疯了, 我就是疯子, 哈哈, 癫狂的李火旺挥舞着手中吃食, 跳到一旁的车上蹦了起来, 随着那汽车警报的声蹦了起来, 我是疯子, 我是神经病啊, 李火旺的声音传出去, 老远老远, 李火旺的怪异举动引起了别的人注意, 当车主拿着扫把冲过来, 不断向着李火旺身上挥打的时候, 四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就在他那笑声越来越癫狂的时候, 李火旺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他妈妈正在牵着她的手远远地绕开, 头发间的红樱桃发卡异常地熟悉, 看到他的瞬间, 李火旺脸上的极度亢奋的表情, 渐渐消失了, 重新被痛苦替代, 随后他从车上跳了下来, 无视车主对自己的敲打, 抱着手中的吃食离开了, 来到桥洞内, 李火旺用那有些昏的河水, 把那奶茶重新灌满, 开始麻木地喝了起来, 包子有股怪味, 应该是馊了, 但是他不在乎, 至于在另外一边吃的是什么, 他同样不在乎, 这一点东西, 李火旺吃得很慢很慢, 仿佛在细细品尝着其中的滋味, 叔叔, 李火旺扭头看去, 看到在桥洞口, 站着一位穿着通体小白裙的女孩子, 在耀眼着阳光下, 他看起来浑身上下都在发光, 李火旺看着他张可爱的面孔,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腊月十八, 小女孩胆怯又不安地说道, 我我不叫腊月十八, 我, 我叫刘雨欢, 我妈妈叫我欢欢, 当看到李火旺站了起来, 刘雨欢吓得顿时后退几步, 他连忙解下书包, 先用一张纸垫在地上, 紧接又从书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放在纸上, 干完这些后, 有些慌张的他再次看了一眼李火旺, 赶忙慌张地跑开了, 李火旺走过去低头一看, 发现是那用白塑料袋装的三个包子, 而且还是只有小学生才会买的猪猪包, 李火旺会心一笑, 弯腰捡起来, 解开塑料袋吃了起来, 包子是暖的, 看起来应该刚出正龙没多久, 这不是他吃剩下的, 而且专门去买的, 李火旺就坐在那里, 小心地一口一口地吃着, 包子是肉馅的, 真的很好吃, 吃着吃着, 李火旺四周环境重新变化, 他发现自己坐在泥泞的道路上, 手里捧着一个泥球在啃, 呵呵, 李火旺无奈地摇了摇头, 继续一口一口地把手中的泥球啃干净, 吃完后, 李火旺回来到庙内, 在其他幻觉的注视下, 毅然决然地重新拿起地上的那把剑, 就在这时, 李火旺就听到了脚步声跟马蹄声, 那脚步声是那么的熟悉, 苗苗, 李火旺踢着剑冲了出去, 却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是带着红盖头的大神, 此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可大神的红盖头却是湿的, 两条水痕从那眼眶的位置滑落下来, 表情复杂的李火旺站庙前, 看着远处一辆马车旁边的他, 你来做什么? 汪汪, 摇着尾巴的馒头从马车后面钻出来, 他用力甩了甩身上的雨水, 兴奋地向着李火旺冲去, 扭动身体的馒头跳了起来, 用钱找在李火旺的身上, 不断踩出朵朵黄泥梅花印, 这时, 大神掀开身边的马车, 被牛巾捆住的黑太岁, 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他牵着马车走了过来, 用那冰冷, 长着锋利黑指甲的手拉起李火旺, 向着破庙内走去, 等来到庙内唯一的干燥的地方, 大神先拿出毛巾, 把李火旺身上的雨水跟淤泥擦干, 紧接着又从马车上拿出崭新的衣服跟鞋袜, 他服侍着李火旺穿好, 紧接着又把一件红色的旧道符披在李火旺的身上, 就在他低着脑袋给李火旺积腰带的时候, 李火旺手一伸, 把大神的红盖头掀了下来, 顿时, 大神那如同一朵石人花般的面孔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 只是这朵花的花瓣跟花蕾, 是由蛇鳞跟刺猬刺, 以及别的一些类似的东西形成了, 花的正中央, 小半张白零秒的脸流着泪, 悲痛地看着李火旺, 跟着半张人脸像对应的是另外一侧的胡状兽脸, 并且, 他脸上的器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在缓慢地的移动跟变化着, 一会是人脸多一些, 一会是瘦脸多一些, 眼睛的数量也十多十少, 如此模样的大神张开双手, 把李火旺轻轻地抱住, 越抱越紧, 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相公, 那伸到后面的手, 一根根掰开李火旺的手指, 让那紫碎剑落在了地上, 他手腕处那白色的条带被解了下来, 轻轻地盖住了李火旺那没有眼皮的眼睛, 相公, 我们等你, 等你治好的那一天, 听到这话, 李火旺反手抱住了他, 看着那颗巨大且细长的猫磕状的眼睛越抱越紧, 纵然生活凄惨世界无比绝望, 甚至李火旺的每一寸人生都是由痛苦铸成, 可没有哪个人是想死的, 有些时候, 只要有人稍微往回拉一下, 就能挽回一场悲剧, 大神最终还是走了, 可是他却把馒头还有那捆着黑太岁的马车留了下来, 坐在地上的李火旺愣愣地看着天空那没有顶的破洞, 两久过后他重新拿起紫碎剑, 看着那件刃上的小半边自己, 李火旺的表情忽然扭曲起来, 他提着剑猛地向着空中一举, 直指向房梁上的一只黑鸽子, 鸽子? 李火旺刚这么想的时候, 那鸽子飞了下来, 落在了李火旺的肩膀上, 咕咕咕咕, 这时候, 李火旺才发现这只黑鸽子的脚腕绑着一根小纸条, 上面有一个甲骨纹, 看起来像是天字下面加了一个眼睛, 缓缓地打开纸条后, 李火旺查看到上面的内容, 顿时心中一惊, 牵着马车就走出了破庙, 这是拓跋丹青的飞鸽传书, 他通知李火旺去一趟迎临城, 老地方见, 这东西让李火旺马上回想起了, 自己的计划, 自己通过监天司寻找北风的计划, 强烈地不甘心涌上心头, 把此刻李火旺的眼中的痛苦跟死意都压了下去, 馒头, 走了, 这破地方想让我死, 没那么容易,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怕什么, 哪怕就是死, 我也要给他捅出一个窟窿出来, 这兴素的身份, 我总有一天能摆脱掉, 总有一天, 到那时候, 到那时候, 抱歉, 抱歉, 这卡审核了, 所以现在才发, 实在罪过, 迎临城依然是如此的繁华, 牵着马车, 带着斗笠的李火旺, 走在人群中, 很是不起眼, 四周的热闹的人群, 让馒头很是害怕, 夹着尾巴的他躲在马车下面, 跟着马车缓缓往前赶, 等来到一家客栈后, 李火旺拿出马车上准备好的碎银子, 付了房钱, 马车上什么都准备好了, 不但银子换洗衣物, 甚至连干粮都备了好几种, 划车帘子被掀开, 被五花大绑的黑太碎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火旺把手中的肉腹塞进的他那布满粘液的身体缝隙中, 紧接着李火旺拿出刀来, 割下一大块塞进嘴里咀嚼起来, 黑太碎的肉难吃恶心, 可是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被李火旺吃了这么多, 黑太碎看起来并没有少多少, 用手检查完捆住他的牛筋, 李火旺看着面前的黑太碎说道, 听得到吗? 我现在说的话, 你能重复吗? 面对李火旺的询问, 黑太碎没有任何表示, 依然蠕动着那恶心的身体, 用那身体上的条条缝隙涂着污秽粘稠的液体, 别说发生了, 连反应都没有一个, 李火旺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难道黑太碎只有到了我的肚子里, 才能认字的吗? 还是说因为我听觉过于敏锐, 只有我能听得到, 他也不知道别人吃黑太碎是怎么样的情况, 自己这种算是正常还是特殊? 重新把车帘子盖上, 李火旺对着蹲在一旁的馒头说道, 盯紧点, 如果黑太碎乱动, 又或者别人企图靠近, 你就大声叫, 我就在边上屋子里, 王王, 摇着尾巴的馒头跳了跳, 李火旺用手在馒头的脑袋上拍了拍后, 转身向着客房走去, 打开窗户, 看着下面热闹的方式, 李火旺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 三字经, 李火旺也不知道这样教, 自己肚子里的黑太碎能不能学得会, 可至少要试试看, 多几种尝试也不是坏事, 只要教好了, 说不定黑太碎能在自己往后的事情上, 能帮得上不少忙, 哪怕不帮忙, 只要他别捣乱, 那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向远, 狗不叫, 性乃千, 交之道, 跪以砖, 一根如动的黑色触手, 从李火旺的肚脐眼里钻了出来, 摇了摇后, 又重新钻了回去, 荔枝, 这是荔枝, 李火旺用手拨开壳, 吃, 紧接着他把那半透明的果肉塞进自己的嘴里, 不对, 不是杀, 是吃, 当看到窗外屋子都点起了油灯, 李火旺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站起来走了出去, 依然是之前跟拓跋丹青喝酒的地方, 李火旺刚走进去, 一说明来意, 立即被小二给请了进去, 很显然之前已经打过了招呼, 他刚进去, 各种美酒美食就端了进来, 李火旺在古香古色的雅间内等了没过一会, 屋外就响起了拓跋丹青那特有的笑声, 人为道声先道, 哼, 二贤弟啊, 好久未见, 甚是想念啊, 嘎吱一声, 门开了, 一身紧愁的拓跋丹青走了进来, 别站着啊, 赶紧坐赶紧坐, 都是自家弟兄, 还客气什么, 看到拓跋丹青反手把门关上, 李火旺把头上的黑纱斗笠摘了下来, 看到李火旺同前面照上那黑一块粉一块的皮肤, 拓跋丹青眼中露出一丝异常的色彩,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再次笑了起来, 拿起桌子上的酒壶就给自己倒了一杯, 来来来, 喝酒喝酒, 知道对方的路数, 李火旺也不着急, 李火旺倒了点仰头喝下, 好在喝酒之前, 他特意已经喝了不少水, 能醉得慢一些,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拓跋丹青轻轻一咳后, 就开始说话了, 二贤弟, 你之前让我问的八卦镜有眉目了, 是坐王道从一个瞎眼牛鼻子那骗来的, 哦, 那瞎子是不是姓陈, 咦, 二贤弟, 我还没说, 你怎么知道, 端着酒杯的李火旺, 讥讽地看向远处的红钟, 果然不出所料, 之前这家伙用的陈瞎子的身份, 也是偷来的, 二贤弟啊, 那牛鼻子说了, 这驱动镜子的功法吗, 他不能给你, 如果你愿意把这镜子还给他, 他可以拿一套符路册来换, 什么样的符路册, 听他说, 这个符路册上, 记录各种符路跟咒字, 只要你学了这会的这套符路册, 删, 一, 不, 命, 像那是样样精通啊, 说完这话后, 拓拔丹青顿了顿, 脸上狡黠一笑, 不过嘛, 依我看, 这老小子怕是多半在吹牛, 那套符路册多半是有用, 可未必有他说的那么厉害, 李火旺拿出那面镜子, 想着得与诗, 可这方面他并没有经验,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考虑, 想了想后, 李火旺扭头看向一旁的拓拔丹青, 拓拔兄, 这件事情上可否指点一二, 不管怎么说拓拔丹青也算是老江湖了, 在这方面可以听听他的建议, 拓拔丹青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晶莹剔透的鱼皮, 塞进嘴里, 嗯, 依我看, 这种事你应当答应下来, 那牛鼻子虽然嘴上不说, 可看起来他对那镜子看得蛮重的, 你要不给他, 怕是会找过来, 再者, 这法器虽然好, 可对你们熬井教实在鸡肋, 你们熬井教, 只要舍得对自己下狠手, 压根用不上这破镜子, 相反, 这幅路册里记录的一些特殊符纸, 能填补你们熬井教的短处, 而且啊, 这年头, 那多一个朋友就多条路, 万一那陈瞎子, 以后能帮你什么呢? 李火旺仔细琢磨后, 发现拓拔丹青说的确实有道理, 多谢拓拔兄指点, 都是思内兄弟, 还客气啥, 你真要谢我, 以后有什么好事, 记得哥哥就行了, 拓拔丹青说着, 又拿起了酒杯, 两人喝着喝着, 关系又静了不少, 当吃得差不多时, 醉熏熏的拓拔丹青脸色一正, 而贤弟, 闲事们聊完了, 该聊正事了, 你如果想往上走走, 那也要勤快点不是? 敢巧了, 这南边正好有个事, 要你处理一下, 听到拓拔丹青说这话, 李火旺顿时精神一震, 自己之前费了一番功夫, 加入监天司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获得监天司内的信任, 获取北风的情报吗? 既然枕头都送到头边了, 哪有不靠的道理? 哦?拓拔兄, 这次是哪出的事啊? 一张纸条被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上面记录着大梁国境内, 一处县城内发生的事情, 看着上面记录的种种荒诞举动, 李火旺的眉头渐渐皱起, 这种事情, 莫非是坐旺道? 当他这么想时, 一旁的红钟顿时坐不住了, 一脸嫌弃地说道, 喂喂喂, 什么就坐旺道了? 这纸上的哪一条, 跟坐旺道挨着了, 合着只要是出事, 都是坐旺道惹的是吧? 你干脆说, 这几十年轮一次的天灾, 也是坐旺道弄出来的好了。 李火旺懒得理会他, 迅速查看一番后, 把这纸条收起来, 当即扭头对着拓拔丹青说道, 拓拔兄放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既然加入了监天司, 司内需要我, 那在下自然责无旁。 见李火旺回答得如此爽快, 拓拔丹青眼中露出一丝异样, 而贤弟, 这么爽快啊, 也不问问报酬有多少? 哼哼, 就不怕我迷了你的寿命, 自然不会, 对于拓拔兄我信得过。 而且, 为了咱们的监天司, 这点报酬又算得了什么? 听到李火旺说这如此大意凛然的话语, 拓拔丹青拖着酒杯, 似笑非笑地看着李火旺, 可他把酒杯放桌子上一放。 说白了, 那皇帝老儿叫什么姓什么, 我们才懒得管呢, 大伙加入监天司, 也就是混口饭吃, 顺便有个靠山。 而贤弟, 我是真把你当自家兄弟啊, 可是你加入监天司的理由, 跟我们怕是不一样嘛。 话说到这, 刚刚有些放松的气氛, 瞬间冷清下来。 悠着点说, 你答应得太快, 这家伙有些怀疑你了。 红中恰到好处地, 在一旁的补充道, 醉熏熏的李火旺迅速冷静下来, 他知道, 这时候自己要答对, 如果自己答错一步, 说不定监天司这一条线就断了。 各种画面在李火旺的脑海中冒出, 忽然定格在一本书上, 骗精。 为什么加入监天司? 说着说着, 李火旺呼吸渐渐地急促起来, 他的眼中充满了恨意跟杀意, 为了对副作妄道。 他们骗了我, 骗了我们熬井窖一处十字庙内所有人, 最后害得除了我之外全死了。 我恨他们, 听说监天司对付作妄道, 所以我才加入进来。 作妄道一天不除, 我的心一天不静。 说到这, 李火旺手中的陶瓷酒杯被他猛地捏爆了。 虽然理由是假的, 可这恨意却绝对是真的。 听到李火旺如此激烈的反应, 拓拔丹青叹了一口气, 把手中的酒杯放了下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四骑的那是我听说了, 没成想哥儿酒贤弟扯上关系了。 哎, 哥哥我害得贤弟想起不快往事。 哥哥错了, 哥哥我自罚三杯。 说吧, 拓拔丹青拿起酒杯高举, 一仰头倒了进去。 三杯过后, 醉熏熏的拓拔丹青又回来了。 贤弟, 你放心啊, 既然你跟作妄道不对付, 那哥哥我照顾你, 以后作妄道的事, 先紧着你来, 助贤弟早日报仇雪恨。 李火望眼这出息,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过关那么简单, 他有其他的目的。 他身体微微前倾, 表情有些激动地问道。 拓拔兄, 我听闻寺内可有作妄道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秘文。 既然我已是监天司, 可否让在下一关? 李火望的目的就是这个, 如果今天可以趁热打铁, 拿到这东西, 那自然是最好的了。 听到这话, 拓拔丹青脸上却露出一丝难色。 哎呀, 而贤弟啊, 哥哥我晓得你跟作妄道有雪仇, 可那毕竟是天字号的秘文, 你这才是鬼族, 就算哥哥给你个面子, 那你自己怎么也得耕齐吧? 那是不是说, 只要我在监天司的地位到了耕齐, 那所有作妄道的秘文都让我查阅。 那是当然, 礼部内放了千百年来, 司内跟作妄道交手的路册, 防得这么严, 就怕那帮疯子会过来, 把这些给改了, 又或者一把火烧了。 李火望眼睛坚定点了点头, 这一刻, 他找到了目标, 尽快在监天司内成为耕齐, 获得关于作妄道的一切信息。 把这信息在自己的脑子里过了一遍后, 李火望再次发问, 敢问拓拔兄, 室内的身份提升是如何算的? 拓拔丹青夹起一块嫩滑的肌肉塞进嘴里, 脸上呵呵一笑, 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二贤弟, 我晓得你想报仇, 可饭要一口一口吃, 别急。 监天司的职位变革, 那都是由迹象大人的师父, 青天监大人一一审批的。 一般来说, 你接了多少事, 干了多少活, 室内都一一记着呢, 觉得你够了, 那既然就会往上提一提。 对了, 你可不要以为, 这职位的提升, 那跟实力的高低有关, 只要不是为了室内卖过命, 那实力再高, 那也只能当一个小小的鬼族。 刚开始妈升得快, 后面会慢些, 上次的事你干得不错, 只要继续下去, 最多半年, 你就能升到人物了。 唉, 可不要小瞧这一级一级, 这腰排不一样, 那地位也就不一样了。 能从室内获得的好处, 也就不一样。 不少人加入那间天司, 可不仅仅是为了报仇。 半年? 离火望却等不了半年, 半年才升到人物, 那天晓得要多久, 才能升到庚旗。 拓跋兄, 半年太久了, 可有别的法子升快线, 哪怕报仇少点都行, 一天不除作忘道, 我心一天不安。 嗯, 拖着酒杯的拓跋丹青, 思考着什么? 行, 我就破了一次, 这里有个棘手的事, 本来是我去的。 如果你能解决了, 我给吉祥大人美言几句, 应该能让你升人物。 说到这, 拓跋丹青脸上露出一丝隐晦的笑容, 等你小子回来, 我带着你看看, 身份上去之后的好处。 见自己的目的达成, 离火望脸上露出笑容, 把手中酒杯稍稍放低一些, 向着对方的酒杯上碰去。 多谢拓跋兄成全, 我敬拓跋兄一杯。 话说完了, 这酒自然很快就喝完了。 两炷香过后, 拓跋丹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向着外面走去。 行了, 记得早点去啊, 地址给你了, 别误了时辰。 还有啊, 那陈瞎子, 如今蹲在银陵城的城隍庙等着。 你想把那镜子还他, 就自己去找他。 既然拓跋丹青走了, 离火望独自一人待在这酒家, 自然没什么意思。 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 他要回去好好消化消化。 就在这时, 一旁传来红重的拍巴掌声, 不错不错, 果然不愧是大三元之一啊。 这假话说的, 针中掺着针, 针中掺着针, 哪怕那老小子去查, 也查不出一点来。 离火望瞪了他一眼, 张嘴刚要说些什么, 肩膀上搭着一条白金的电小二走了进来。 剑对着自己弯腰鞠躬的电小二, 离火望也都不说了, 抬脚向着屋外走去。 可就在这时, 他身后传来那电小二的声音。 这个客观, 今天的不少吃食还没动筷子呢, 可是要跟上次一样, 拿石盒装起来带回去。 离火望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 带什么带? 不带了? 电小二一脸委屈地看着离火望离开, 明明上次都带的, 怎么今天又不带了? 第二天, 离火望坐着马车, 顺着宽敞的街道往前走。 作为迎邻城的城隍庙, 自然是很明显。 他很快就找到了, 坐落在十字路口的那栋高大宏伟的庙宇。 坐在马车上仰视全景, 庙阔绿树环抱, 花草簇拥, 杏黄色的院墙, 青灰色的殿脊。 很难想象, 如此壮丽的庙宇, 居然不是什么宗教大寺, 而是每座城都有的城隍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旁的和尚双手合十, 对着那城隍庙虾虔诚地拜着。 整个庙宇香烟缭绕, 络绎不绝地迎邻城居民赶到这里。 在旁边站了一小会, 离火望发现来这里参拜最多的, 居然玲珑塔内, 那些脸上带着藏青色陶瓷花纹的妓女们。 这些女人无比地虔诚, 她们双手合十, 举过胸, 呃, 头, 然后平铺在地上。 天天如此, 以致使石板许多地方都凹了下去。 离火望敏锐地听觉, 把他们的嘴里的祈求都听了进去。 城隍爷爷, 求求你, 随便来一个男人, 把我赎走当小妾吧。 求求城隍爷, 可怜可怜小女子, 我下辈子想投胎当男人, 让我当男人吧。 离火望站在城隍庙外, 远远地向着里面看了一眼, 三位手拿月牙牌的黑脸城隍爷, 端坐在庙宇中央。 巨大充满压迫感的牛头马面, 站在他们两边。 怎么看着城隍爷, 都不像是会满足他们愿望的存在。 离火望用鞭子在马屯上一拍, 马车缓缓地向着城隍庙跟走去, 那里有几个人正在出摊。 不是算命册字的, 就是卖黄历带写家书的。 离火望很快找到了那位, 已经见过一次面的陈瞎子, 他正在蹲在那里, 给一个女人算命。 你这个命啊, 不好不好啊, 所谓女犯伤官把复刻, 汉帝莲花栽不活, 不是吃上两家饭, 也要刷上三家锅。 当陈瞎子摇头晃脑地说完, 自然引来对方的怒骂, 他也不恼安心地坐在那里, 等别人骂完。 等那女人离开后, 他用那翻白的眼睛看向了离火望。 别那么瞧我, 呵呵呵, 我只管看命, 不管解命。 虽然对方是瞎子, 可是离火望却一种被盯上的感觉。 呵呵, 这位后生, 如果我算得不错的话, 你就是过来送我八卦镜的贵人吧。 离火望急着走, 不想跟他废话, 把那镜子从油车内掏出来, 放在他的摊子上。 两只不满皱纹的手摸了过去。 当摸到那八卦镜后, 陈瞎子老脸上顿时露出难看的笑容。 不错, 不错, 这就是我丢的那件。 对了, 那个假装我孙女的作妄当呢。 他在哪? 他死了, 被我弄死了。 听到这喜人的消息, 陈瞎子顿时喜不自胜地笑出声来。 哈哈好, 死得好, 欺负我眼下, 假把我孙女来骗我。 活该遭报应。 看到这一幕, 洪忠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手下败价? 陈师傅, 之前你跟拓跋兄提过的, 还请兑现诺言。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我哪敢跟尖天司的人耍花枪。 说完, 他低头拿起一旁的竹篓子翻着起来。 很快, 一本暗蓝色的线绑书 被陈瞎子双手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这可是本官往日绝不外传的功法。 哎可惜啊, 自从祖师爷莫名发疯后, 这泥香倒了, 人心也散了。 李火旺打开翻了翻, 发现符禄画法, 怎么画怎么念, 什么用处, 用什么血用什么姜黄纸, 上面都记录着清清楚楚。 功能也可以说很杂, 镇宅驱鬼, 一人补挂不说, 连上梁安家都有。 功能不可谓不全, 而且需要的东西, 仅仅只是自己的血跟姜黄纸, 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不过这个符有点怪, 跟之前罗娇小子的符禄不一样, 每一道符, 扭曲的字体中, 都藏着一张非常隐晦扭曲的人脸。 就在李火旺发问的时候, 那陈瞎子说话了, 后生, 君无戏言, 我给的东西, 那好用肯定都好用, 但是也有忌讳的。 首先呢, 这任何一张符禄, 一日之内都不可超过三次, 还有啊, 你自己, 不管是画符的时候, 还是用符的时候, 都不能看。 那我要是看了呢? 李火旺问道, 看了? 陈瞎子低声呵呵两声, 用那白茫茫的一片的双眼, 盯着李火旺。 那副就活了, 他可就盯上你了, 想要活命, 可就只能跟我一样, 废了这双招子。 想了想的与世后, 李火旺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地点了点头。 那还行, 说吧, 他用手在马屯上一拍, 就打算开始上路。 嗯? 这也行, 陈瞎子愣了一下, 明显没想到对方会这样的反应。 哎, 别急啊, 既然你帮我报了仇, 那我欠你了的, 自然要还。 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这样吧, 你坐下, 瞎子我帮你算算命。 不用。 李火旺下意识地 用手摸向脸上的铜钱面罩。 谁知这陈瞎子 却身体向前一扑, 直接摸向了李火旺地上的影子。 嗯嗯嗯嗯嗯, 他细细地摸着李火旺的影子,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 看着眼前举止诡异的陈瞎子一会, 见他毫不动静, 一脸警惕地牵着马转身离开。 就在他刚要走出去几张远后, 他身后传来陈瞎子的话来。 一轮明月圆又缺, 几点寒心围残月, 门前沙灯高高照, 户内空难度春秋啊。 包着铁的车咕噜 在土路上缓缓地滚着, 因为黑太碎, 还有李火旺的行李重量, 被迫在泥泥的地上 碾压出一条条的车印来。 牵着缰绳正在驾马的李火旺 扭头瞥了一眼旁边路上 不断吐舌头的馒头。 他手一伸, 夹住他后颈上一块皮肉, 直接把他给拎到马车上来。 邦邦邦邦, 瞒头那不断摇晃的尾巴, 好似木棍般, 把木质的马车敲得直响。 用手把那凑过来的 轻逆狗脑袋推开, 李火旺不耐烦地说道, 安分些。 说吧, 他伸手从怀中 拿出当初拓拔丹青 给自己的纸条。 跟过去一样, 这里留了一个地址, 但是跟过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对方给自己的纸条上 并没有明确写遇到了什么。 只是刻意地表明 在这地方舍了两个黄字探子, 让下一次前去的人小心应付。 李火旺不知道 所谓的黄字探子实力有多强, 但是可以肯定是这次事情, 肯定小不了。 要不然, 拓拔丹青也不会说, 忙完这趟事后, 能让自己能从鬼族升到人物。 知道这一趟可能会危险, 但是要说怕, 李火旺还真不带怕的。 经历了这么多事, 他已经有些麻木了,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 那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李火旺再次拿出那暗蓝色的福禄册, 翻开看了起来, 刚开始第一页, 是这次的简单概述。 仙人河道, 见沙中仙鸟灵虫之计, 知其中皆欲有先天之灵机, 乃推文而详求之。 简单来说, 有个叫河道的人, 又或者信河的道人, 从鸟叫虫痕之中, 琢磨出了借用天地之力的办法。 那从天地间的鸟叫兽声中归纳出来的, 用来调动天地灵气的声音叫浮咒。 那从虫痕星象中寻找出来的, 引到天地灵气的痕迹, 就是俘虏。 但是上面说的也就听一听, 李火旺可不觉得, 天地之力看一眼, 还能反噬自身的, 天晓得是借了这混乱世界的哪一方力量。 这个疯掉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 并且大部分都相互矛盾。 别管什么天地灵气, 三亲三师, 五方佛界, 他不想纠结其中的真假。 只要能帮得上自己忙, 哪怕说是玉皇大帝下凡他都乐意性。 同服一笔顺, 开头先写四, 四一画折左下撇竖, 旗下并做丑, 丑下并做双火字, 逆画四圈并做莲。 虽然听那陈瞎子说, 这符隐幻巨大, 可想要用,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画符心中要念诀, 但凡画错一点, 念错一个字, 那这符就算作废, 更要命的。 这符画成之后, 自己还不能看到底画没画错。 如果自己想要熟练掌握这本符录册, 不花一番苦功夫, 怕是用不了。 说句实在的, 李火望觉得, 这东西用起来可比大千鹿麻烦多了。 大千鹿虽然代价巨大, 可用起来真方便。 一小条亮黄色的姜黄纸被放在德马车上, 李火望咬破指腹, 看着那手中的符录册开始临摹起来。 天经地经, 日月之经, 天地和其经, 日月和其名。 李火望心中念完, 手握符录往面前马背上一拍, 下一刻李火望耳边隐会听到了什么粘稠的低语, 可还没等他听仔细。 拉车的黑马顿时嘶叫一声, 根根暗紫色的血管爆满他的皮肤, 迅速狂奔起来。 狂风把李火望头上的黑沙斗笠吹得不断扬起, 露出他长出大半张脸的面孔, 听着那车咕噜的吱嘎声, 让驾马的李火望不由地紧张起来。 这么跑下去, 马车不会散架吧? 好在没过一会, 当李火望把马背上的符录拿下来后, 那马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可就这么一会功夫, 马车已经跑出去了好几里地了, 不可谓不快, 这俘虏出乎李火望想象的好用。 只是当身上流着血汗的黑马, 来到河边, 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李火望用手擦了擦马背上, 渗出来好似油的红色液体。 心中暗道, 这东西用起来当真没有隐患吗? 王王! 忽然, 馒头对着路边呲牙咧嘴地叫着。 李火望抬头看去, 就看到那是一位跳着担子的搅货狼。 看到对方逐渐往前走, 李火望连忙驾着马车追了上去, 这眼看就要到地方了, 不找个本地人问问明白, 实在说不过去。 喂! 祸! 等等! 看了一眼李火望背上的铜钱剑, 又看了一眼李火望身上的红色道袍, 那下巴置上带毛的货狼, 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 把肩膀上的扁蛋放了下来, 盯着李火望的黑纱斗笠问道, 这位道爷, 你要点啥? 没要什么? 只是想着, 既然同路, 那大可结伴同行, 毕竟人多安全些, 免得遇上响马截道, 白白丢了性命。 道爷说笑了, 别的地界我不知道, 可在这, 还真没有什么响马, 怕响马, 还不如防着林子里的畜生。 不能吧? 那我怎么听说, 这地方不太平? 李火望刚抛下钩子, 对方立马就咬钩。 那也是县里的事情, 跟咱们也没得什么关系, 县里有伤骨, 用不着我们货狼。 货狼一脸都无所谓。 哦? 愿闻其想, 我出来乍到的, 还真不怎么了解。 可李火望这么发问, 对方却不说了, 表情有些恐惧, 似乎在忌讳什么。 李火望也不必问, 而是看向对方扁担上的东西。 你这满满当当的, 都有什么呢? 一看来生意了, 卖货狼顿时精神了起来。 我是食货狼, 当然是买吃的, 像什么造儿糕, 邓沙团子, 乳糖椒啊, 我这都有卖。 当李火望把他扁担篮子里的不同的吃时, 买了大半后再次发问, 对方犹豫片刻后, 终于舍得开口了。 他鬼鬼祟祟地向着四周林子里偷瞄了几下后, 靠到李火望身边压低声音说道, 我就告诉你, 你可别在外面瞎讲啊, 听说啊, 就前面的沧水先闹鬼了。 闹鬼? 李火望错愕地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想到自己还能从别人嘴里听到这话。 是啊, 前些日子不是七月半个鬼节吗? 哎呀, 结果呀, 那爷望爷望关上鬼门关了。 那地府里的东西哦, 那都跑出来了。 对方说的这些鬼话, 李火望半个字都不信的, 这小子都能知道阎望爷望关鬼门关。 那还在这当货郎也未免太取材了。 你就说, 前面沧水县到底发生了什么? 别添油加醋的。 听到李火望不信, 货郎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尴尬。 那我也是听村头老人说的, 听说那鬼呀, 想投胎, 所以偷了不少美满周岁的孩子, 还有因为在地府里憋久了, 所以就都来祸害黄花大闺女。 也就是说, 沧水县里丢了孩子, 还有不少女人被人玷污了是吗? 哎, 对对对, 当道士的就是厉害啊。 那一句话, 能顶我几句话? 李火望的眉头皱起, 被人偷了孩子, 妇女被玷污。 如果真的只是这点事情的话, 那当地县令应该是派捕头抓人, 而不是通知兼天司。 其中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是这脚货郎不知道的。 李火望手中的马鞭挥了起来, 打在了马臀上, 马车顿时跑了起来。 就在关城门的前一刻, 李火望总算是赶到了沧水县。 守门的人看到李火望拿出来的尖天司腰牌, 急忙找来捕头, 护送李火望去支县府上。 哗哗哗, 凌乱的脚步声, 时不时从李火望身边响起。 看着从马车边拿火把匆匆走过的青壮年, 李火望向着前头牵着马的捕头问道, 这些人是谁? 那捕头双手一抱圈, 禀大人话。 这些都是支县大人从县里抽出来的首页的。 如今沧水县人心惶惶已经宵禁, 谁敢在外面闲逛, 当即拿下。 李火望了然地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乌陌生的环境似乎让馒头感觉到了不安, 他把大黑鼻子不断向着李火望的怀里拱着。 然而李火望子在那冷清的街道中不断扫尸, 却并没有发现异常。 很快, 李火望就到了沧水县衙门, 支县很明显已经知道了李火望要来, 带着一众人正在陪着那两头大石狮子在门口等着。 下官见过大人, 随着穿着整节官服的支县行李, 他身后的师爷, 县城, 主布, 点石也同时低头行李。 李火望从马车下看向这支县, 对方看起来年纪四十多岁, 个头有点过于矮了, 站在众人之中显得格外显眼。 闲话少说, 进去吧, 正是要紧。 李火望说着, 转客为主, 率先走了进去, 其他人连忙跟上, 滑滑指张翻动的声音在堂内不断地响起, 一帮人同时拱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看着正在翻看卷宗的李火望。 当旁边桌子上的茶不再冒热气候, 李火望把手中的东西放了下来, 丢了九个孩子, 五个黄花大闺女被玷污, 一旁的支县连忙上前一步。 在下认为, 被玷污的女子远远不止这个数, 只是因为她们休于报关, 所以, 就这样吗? 就只有这点事情吗? 李火望的目光死盯着支县的眼, 一滴冷汗从得她额头滑落, 她先是向李火望拱了拱后, 扭头对着其他人说道, 你们都下去吧, 周捕头, 让人把衙门四周都喂起来。 哗啦啦的脚步声远去, 整个屋子内只剩下李火望跟支县两人了。 下官姓楼, 虽然说不是这沧水县的人, 可下官老家同为江南道, 作为父母官, 看到子民如此惶恐不安, 心如刀脚, 还望大人救百姓如水火之中。 眼中带泪的楼支县说着说着, 就给李火望跪下了。 这里有点重了, 从上一次的事情来看, 支县跟李火望并是上下级关系, 就是不知道这话说的是真的, 还是装样子给李火望看的。 有时说是, 除了这些事情外, 沧水县还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些偷盗, 但这些事情无足轻重。 大人请看, 说着楼支县, 从旁边桌边拿出一张地图, 缓缓在李火望的面前展开。 这是整个江南道的详细地图, 在江南道的旁边, 就是银陵城, 还有牛星山所在的宗罗道。 大梁一共六道, 彼此有大有小, 江南道算是最小的一个道。 大人, 你看, 楼支县用手指向那地图上的一些小点, 这种事情, 不单单是沧水一个地方。 沧水四周的平城, 安山, 盘水, 一共十五个县, 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李火望看着那地图上星星点点, 他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这点小事情要拓拔丹青出手了? 再小的事情, 只要堆积成多, 那就不是小事。 李火望拿起地图端向起来, 这么多地方, 这要丢多少孩子? 一共五十七人, 而且依然还在不断增加, 下关管的盐, 沧水线还好, 其他地方已经有一些妖言惑众之人, 借此事启示。 偷没过足碎的孩子, 用来干什么呢? 联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经历的事情, 他总感觉到那些孩子的下场会很惨。 大人, 还望大人救百姓与水火之中, 楼支县的脑袋再次深深百下。 不急, 不是说有些女子被人玷污的吗? 你把人找来, 让我看看。 既然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那自然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 一个浑浑噩噩的女子送到了李火望的面前, 然而, 面对李火望的询问, 对方却说不明白。 说不清是谁玷污的他, 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 要不是, 他父母发现不对劲, 如果是他自己的话, 怕都不会报案。 一时间, 李火望居然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所谓树叶有砖宫, 这种事情, 李火望还真不怎么擅长。 不对, 我未必就没有办法。 看着那女人离去的背影, 李火望想了想, 从怀里掏出那浮露侧来翻了翻, 扭头看向一旁的楼支县, 这里可有人骨。 宽一点的。 既然沉瞎子说, 这浮露能补挂, 现在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试试。 人人骨?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楼支县还是吩咐捕头去找了。 天色渐渐腐白的时候, 李火望要的人骨来了, 那是一颗颅骨。 大人, 您放心, 绝对是人骨, 刚从乱粉岗挖出来, 那拿颅骨过来的捕快, 一脸的讨好。 李火望单手在怀中一夹, 将黄纸被抽了出来, 用嘴咬开自己的指腹, 在上面迅速滑了起来。 奔竹茫茫, 太阴无常, 无缝射令, 竹捕壁荒。 一枚铜钱, 随着这画好的符露往那颅骨上按, 伴随着嘎擦身, 那颅骨裂开一条条骨缝。 表情凝重的李火望端向着颅骨上的裂纹, 对照着符露册上的记录, 就开始解挂。 嗯, 这挂像。 嗯, 这挂像, 眉头微皱的李火望, 看着那颅骨上的裂痕, 就拿着这符露册上对照起来。 前围天天封购天山竹, 这是李火望补出来的挂。 然而古怪的是, 这书上并没有记录如何解挂, 只是说, 把符露纸重新烧成灰后, 咽下肚子。 看了一眼旁边等待的楼支线, 李火望思索片刻后, 从怀里掏出火帘, 在皇甫的一脚用力一擦。 当这道符露被诡异绿燕点燃, 李火望顿时浑身不自在地养了养脖子。 紧接着, 他就听到有些纤细的声音在说话, 但是当他仔细听后, 却什么都没有听到。 符露燃了起来, 那烧剩下的灰烬并没有散开, 而是缓缓扭曲, 逐渐扭成了一个 看起来像黑色皱皮婴儿的黑灰。 看着自己手中的这东西, 李火望犹豫片刻后, 扔进一旁的茶水中直接端起了一饮而尽。 随后, 李火望站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什么, 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时, 外面鸡叫了, 李火望跟楼支县却站在屋内大眼瞪小眼。 这符露册到底行不行? 不是补瓜吗? 瓜呢? 李火望看着手中这东西, 心中开始浮出一丝怀疑。 感觉到李火望受挫, 楼支县立即善解人意地说道, 大人, 你也忙一天了, 要不先去歇息如何? 正在镜头上的李火望哪里肯歇息, 眉头微皱地继续翻越着手中的葫芦册。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模样娇小的少女从门口走了出来, 拉着楼支县的衣服轻轻地晃着。 爹爹, 你怎么又没睡啊? 面对自己的女儿, 楼支县自然是强硬不起来的, 连忙和颜悦色地哄着她。 哎呀, 乖女儿, 你先去给你娘用早膳, 我一会儿就过来。 嗯, 我不一嘛, 爹爹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 那少女对着楼支县轻易地撒着娇, 就在这时, 一声嘀吓把两妇女吓得浑身一哆嗦。 当看到李火望向着这边走来, 楼支县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连忙把自己的女儿拦在身后。 大大人, 这是本官的女儿。 李火望一把推开了她, 冲到那那少女面前, 在她震惊目光下, 从她腰间扯下一个花花绿绿的小布包。 她盯着那布包上面的花纹问道, 这是谁做的? 这小布包上面的花纹, 居然有一部分跟之前的挂像相同。 楼支县的女儿很显然被凶巴巴男人吓到了, 她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见对方居然不救自己后, 顿时声音带着颤抖地说道, 这是我秀娘给我做的香囊。 秀娘? 把她叫过来。 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有这妖巧的事情, 也许那俘虏真起作用了, 这就是李火望要的解挂。 很快, 那所谓的秀娘被捕头捕块压着, 送到李火望的面前。 她看起来比了楼支县的女儿大, 可模样柔柔弱弱, 轻飘飘地仿佛风吹一下就到。 这香囊是你做的? 李火望拿着那东西, 向着那女人质问。 嗯, 秀娘低眉顺目地小声地回答, 不敢抬头看一下。 为什么这香囊上的鸟是这种图案? 这是鸳鸯。 我问你, 这为什么秀这种图案? 李火望的怒吼声,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了大跳。 那秀娘看起来都仿佛要被吓哭了, 泪珠不断在眼眶里打转。 鸳鸯都这么, 秀的。 李火望站了起来, 向着那秀娘走去, 随着脚步声响起, 那剑声跟剑翘的摩擦声也缓缓地响起。 当紫碎剑被拔了出来, 浑身充满着煞气的李火望在屋内的所有人眼中变得无比害人。 李火望站在那秀娘面前, 她身上那几乎实质的压力, 瞬间就把她压崩溃了。 我不知道, 我外婆就是教我这么秀的。 鸳鸯自古以来都是这么秀的。 秀娘蹲在地上梨花带雨地哭着。 可紧接着, 屋内安静了下来, 无论是一旁握着刀柄的捕头, 还是用手挫着胡子的师爷纷纷瞪大了眼睛看向那秀娘。 她这声音前半截还好, 可后半截居然是男人的声音。 一旁的捕头第一时间冲了下来, 冲着那秀娘的胸脯用力摸了一把。 紧接着满脸震惊地扭头对着楼支线说道, 大人, 这娘们是个带靶的。 楼支线听到这话, 顿时大惊失色, 第一时间看着自己的女儿。 李火旺掐着她的脖子, 缓缓把那男扮女装的秀娘给提了起来。 楼支线, 看起来那玷污女人的家伙找到了。 压压进大牢, 给我审, 给我狠狠地审。 此刻楼支线气的声音都变了, 两只手止不住地抖。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 李火旺自然不可能放过, 跟着这被一种捕头押送的秀男向着牢狱走去。 没过一会, 沧水线的牢狱之中, 就响起了那秀男极其凄惨的惨叫声。 说, 你同伙还有谁? 现在躲哪了? 你们为何要偷鹰海? 看着按着皮肤不断发出滋滋声音的红色烙铁, 以及盐水桶里浸泡的鞭子, 李火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行了, 都退下吧。 她站了起来, 向着那面目全非的秀男走去, 完全忽视了那点使双手递过来的烙铁, 李火旺走到她面前, 把自己脑袋上的斗笠摘了下来。 她伤势愈合得很快, 脸上的皮都开始好了一大半了, 然而这种情况的李火旺更加的害人。 被酷刑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秀男, 看到了李火旺的样子, 仿佛又有了力气, 拼了命地往后仰, 仿佛生怕李火旺吃了她。 哗啦啦, 随着金属撞击声, 李火旺各种新剧包, 缓缓地在她下摆处打开。 说吧, 我真不知道啊, 煎屋女人的是我, 我认, 可那偷鹰的真不是我啊。 秀男吓得尿了裤子, 可嘴里的话依然不改半点。 是吗? 李火旺从中挑出一把小锯子, 用手把她的脑袋按在墙上, 紧接着把锯子放上去, 左一下右一下地锯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秀男的声音还是人的惨叫的话,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 她的声音就彻底变成鬼嚎了。 半个时辰后, 李火旺念着火耳真经, 开始给奄奄一息的秀男疗伤。 奇怪, 这是为什么? 这小子居然真的不知道。 李火旺敢肯定这人说的就是真话, 这一轮下来换成自己都未必撑得住。 难道, 这电舞女人跟偷鹰其实是两拨人做的? 只是因为恰好同时发生, 所以会误以为是一起发生的。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李火旺的心情变得极差, 线索又断了。 李火旺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棘手, 别管对方实力是什么, 可对方偏偏躲着不出来, 这就很烦人。 她现在才发现, 这间天丝的活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时, 李火旺的肚子里, 传来咕咕声, 自己已经三顿没吃了, 再不吃, 怕是要饿坏身体了。 又看了一眼那面目全非的秀男, 李火旺转身向着狱外走去。 一旁看傻了的典史, 见李火旺要走, 他不去送, 反而猛的一脚踹在旁边狱卒的屁股上。 那模样十分慌张的狱卒没办法, 强带着笑容就去恭送李火旺。 大人慢走, 大人有空场了啊, 大人大人手真巧。 从狱中出来, 李火旺来到了沧水县衙门的后院, 刚到那, 就看到馒头把头伸到马槽里, 跟马墙水喝。 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馒头扭过头来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他饿了。 李火旺带着馒头来到了街道上, 虽然因为偷鹰, 弄得整个沧水县都人心惶惶的, 但是至少街上还有人做生意。 红油抄手? 李火旺看着那没听过的吃食, 带着馒头走向了第二家。 刺鸡面? 两碗绿色带着黑色小点的宽面调送了上来, 上满浇了一层香味扑鼻的辣椒酱。 看到。 头吃得不亦乐乎后, 李火旺这才从竹篓里拿筷子吃了起来。 这宽面很是奇特, 吃到嘴里麻木的, 然而这面里面并没有放花椒, 这种麻是因为这面条里面的一根根小刺刮到舌头引起的。 这面条的绿色居然是用荆棘染的, 更特别地试入嘴之后, 那次很快就变软了。 就在李火旺吃着这大粮特有的吃食, 旁边走进来两人, 两人的声音说话很低, 并且带上了那种男人才懂得特有笑声。 当真如此, 为兄何等人, 岂能骗你? 那鬼门关里出来的不止男鬼, 还有女鬼呢? 那女鬼模样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嘿嘿嘿, 那女鬼也憋得难受, 嘿嘿嘿, 那为兄能不管吗? 第二天下床, 我轻了八两, 听到这话, 李火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世界的百姓稀里糊涂地活, 又稀里糊涂地死, 信着这些流言蜚语, 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四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着那人吹嘘着自己的谚语, 李火旺埋头吃着自己面, 匆匆吃完面后, 李火旺想到, 既然上次的符露补挂起到了作用, 他打算再次顾忌重施, 补完的符露重新被点燃, 灰烬再次被李火旺吞咽了下去, 然而这一次, 却并没有跟上次一样起到作用。 这符露怎么一会零一会不零的? 难道我画错了? 李火旺看着手中的符露册, 仔细琢磨着, 因为才第二次用着东西, 李火旺很显然很生疏。 大人, 书信堂的老板也过来报关了, 莫要影响大人做法, 我就偏偏不信了, 想要抓到是什么东西偷鹰的, 就这么难。 既然补挂不行, 那李火旺就用笨办法蹲手。 可一连蹲了好几天, 他们好像知道李火旺要来一般, 沧水线的偷鹰就这么古怪的停了。 朦朦胧胧中, 客房里睡觉的李火旺被人声给吵醒了, 当他推开窗户往外一看, 乌央乌央的人群正在顺着街道往东面赶, 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激愤。 这是, 疑惑的李火旺转身离开客房跟了上去。 跟着那些人没走多远, 李火旺就知道他们是去做什么了。 这些人把十字路口围得一个水泄不通, 而那十字路口的中央是被绑在一根木头上的绣楠。 行行, 一脸大意凛然的楼支线一扔红签, 顿时叫好声不断。 当看到李火旺走过来, 官微十足的楼支线顿时坐了起来, 让出位置。 大人, 您来了? 能抓到此贼人可多亏您啊! 这是要斩了他? 这么快? 不是说秋后问斩吗? 楼支线看向那绣楠, 那模样恨不得吃了他。 此人罪大恶极, 怎么可能斩了他? 为了沧水县百姓们报仇雪恨。 李当凌迟,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红短褂的壮汉走了出来, 结果一碗黄酒仰头喝下后, 就举着手中片刀开始干活了。 每从那绣楠身上包下一片肉来, 四周的众人传来阵阵叫好声。 那些人像捕快怀里色铜钱, 是什么意思? 李火旺用手向着角落指去。 哦, 那都是苦主家的人, 他们为了让这贼人永不超生, 打算把这贼人的骨肉买回去喂狗。 如果那实在是深仇大恨, 也有人吃仇人肉, 喝仇人血的。 哎, 按理来说啊, 这不服大良略, 可以想到, 那贼人差点就玷污我的乖女儿, 别说他们了, 我都想扑过去咬上一口。 实在是太可恨了。 秀男身体逐渐被肢解, 变得异常的恐怖。 然而, 不管男女老少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越发的兴奋了, 叫好声不断, 这一幕不可为不怪淡。 每一刀下去, 伴随着四周的叫好声, 那秀男都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叫着叫着他, 看着四周的人眼神怨毒起来, 他不再惨叫, 反而破口大骂, 越疼骂得越大声。 装什么装? 大爷, 我玩完怎么了? 我玩了这么多次, 没有一个是完毕的。 你们这个女人都是贱货, 都是破鞋, 都是出来卖的小货。 这话顿时引来重怒, 引来骂声一片, 要不是有捕快拦着, 怕不是早就冲上来把她弄死了。 嗯? 等会, 李火旺仿佛看到了什么, 连忙走了下去。 当他来到那秀男面前时, 震惊地看到他身上鲜血淋漓的刀痕, 刚好勉强形成自己之前用人鼓补出来的卦。 你说的是真的? 骗你我是王八龟儿子。 上百个女人, 没一个骗红的。 你们沧水的女人, 早就被人祸祸没了。 这听起来像是临死前的恶心人, 然而看着他身上的卦, 李火旺却并不这么觉得。 骗红骗红想到了什么的李火旺, 他迅速冲到楼支县面前, 对着他说道, 楼支县, 你之前说过, 除了女子被玷污, 以及婴儿被偷外, 还有别的东西被偷。 是啊, 怎么? 大人有发现了? 把被偷的所有东西都找出来。 偷了多少? 偷了什么? 我都要知道。 听到李火旺说的斩钉截铁, 楼支县连忙就去办。 孩子被偷了, 不好找回来, 可这被偷了的货很容易清点。 没过一会, 李火旺手中就列出来被偷的所有东西。 当归, 寸云朱砂, 当李火旺看着这些东西, 越看眉头越紧。 联想到秀男嘴里的没有落红, 以及之前那人口中的销魂女鬼, 还有那些丢失的孩子。 李火旺最终拿起毛笔, 在手中纸张上填了几个字, 红丸、 五甘露和鼓烂。 看着手中记录的一切, 李火旺的眼睛越瞪越大。 这药性, 还有这个配比, 这是一副丹方。 有人在拿这些东西炼丹。 李火旺再次确认, 纸张上那些被偷盗的东西。 虽然只从材料上看, 李火旺无法辨别出, 这丹药的药效。 可作为当初丹阳子的丹修清传弟子, 李火旺依然可以轻松地分辨出, 这就是一副丹方。 莫非又是一个丹阳子。 回想起自己在清风关的往事, 李火旺的表情阴晴不定起来。 看到李火旺的表情变幻, 一旁的楼支县顿时陪着小新地问道, 大人,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可找到了那些婴孩? 不, 还没有, 但是已经有头绪了。 李火旺把手中的纸张往他胸口一拍。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练什么, 可是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 练丹必须符合仪器二级六成七反, 这些丹料还差点, 为了达到六成, 他们接下来肯定会偷一些五十散之类的药材, 把那些药材都清点出来, 并且钉牢了。 不管他们到底是什么, 肯定还会再来。 当李火旺说这话时, 斩钉截铁。 不管是不是另外一个丹阳子, 首先要把他找出来, 只要找出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好, 只要能帮百姓找回孩子, 不管是什么下官, 都听大人的。 我这就去把全县的药材铺老板都叫过来。 等等, 李火旺拽住了他。 你这样做, 完全就是打草惊蛇。 这事情我来办。 你现在首先要配合我来演一场戏。 演戏? 当天下午, 楼支县带着一群人, 声势浩大, 送李火旺离开沧水县。 他死死抓住李火旺的手, 那各种奉承话说了一路。 当得知李火旺是抓出那采花贼的人后, 纳围的人更是李一层外一层。 不少心怀感激的县明, 拿着各种东西, 就往李火旺的马车上色, 不过都被他给拦下了。 就这样送出去了屋里地后, 李火旺再次劝阻, 楼支县这才带着其他人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县。 随着那采花贼被淋迟了, 沧水县再也没有发现女子被玷污的事情。 虽然那消失的婴孩没有追回来, 可也没有别的阴桐丢失了, 人心惶惶的沧水县人渐渐地平静下来。 几天过后, 夜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一个驼背的羹夫正在哈切连天地敲着羹。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刚开始没什么, 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伴随着敲羹声, 羹夫的影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四肢变得又细又长, 行为举止跟它相同地缓慢移动着。 那影子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硬撑起来的。 而在那漆黑的影子里面, 有什么东西在动? 木头撞击声, 随着打羹人的喊声再次响起。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当这打羹人靠近了一处药房, 一些用油不包好的药材, 居然就这么穿过墙壁, 引入那打羹人的影子里面。 影子变得更大了一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越来越多的药材被融入那羹夫的影子里面, 影子撑得鼓鼓囊囊已经逐渐脱离人形, 变得越发地扭曲骇人。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被趴在屋顶上的黎火旺冷眼看在了眼里。 之前被楼支线送行, 只是障眼法罢了, 要的就是, 对方以为黎火旺走了放松警惕。 借着隐身的能力, 黎火旺以一人之力, 很快摸清了整个沧水线剩下的五弹散的数量跟位置。 经过几天的暗中蹲守, 他总算是等到了这些东西, 再次动手。 炼丹是有年约日要求的。 他就料准了, 对方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倒是, 既然都找到了, 那还愣住做什么? 赶紧把这偷小孩的贼人抓住啊。 可不能让他们祸害别人了。 在这种事情上, 和尚看起来比黎火旺还要心急。 不急, 抓住一个外出偷东西的什么用处都没有, 把他放出去才能掉到后面大的。 看到那耕夫走远, 隐身的黎火旺踩着瓦片悄悄跟在他身后。 时间一点点递过去, 当到了四更天的时候, 那臃肿的影子已经变得跟房子般大小, 如同一个黑色小巨人般步履阑珊在街道间挪洞。 这时, 黎火旺身边的和尚急得直跳脚, 只因为他看到, 一个竹篮子里的孩子正在穿着过墙面, 融入那巨大的影子里面。 似乎感觉已经拿得差不多了, 那影子脱离了打更人身后, 挥舞着细长的四肢向着空中飘去。 道士, 他要跑了, 快去追啊。 看到这一幕的和尚, 急得都要哭了。 别吵! 黎火旺右脚在屋顶石兽上重重的一踏, 就向着那边奔去。 影子在天上飘着, 黎火旺在地上追, 还好他现在眼神够好, 要不然漆黑的影子混合在漆黑的天空中, 根本看不出区别。 随着黎火旺越跑越远, 他跑出了沧水线, 来到了线外面的土路上。 此时, 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距离那东西已经越离越远。 这样可不行, 要跟丢了。 黎火旺当即拿出一张符路, 咬破纸腹就开始画了起来。 随着两张符路在黎火旺双腿膝盖一贴, 他的脸上顿时轻轻爆起, 显得格外猙獰, 一股无法言说的燥热笼罩着黎火旺的心房。 可这付出是有报答的, 他的速度瞬间加快的好几倍。 因为速度提升, 微风吹得黎火旺脸上的肉牙不断向后头, 总算是跟上了那影子。 渐渐地天亮了, 随着出阳一招, 伴随着波的一声, 那影子碎了, 里面的那些东西纷纷向着一条汹涌的大河中落去。 当黎火旺冲到河边, 就看到那异常模糊的水中, 有些东西正在搬运着落入水中的药材。 水波荡漾, 黎火旺很难看清那是什么, 只能看着那水下模糊的东西, 裹着那些药材向着远处的水下溶洞挪去。 黎火旺把头抬起来, 看向那远处水面处低矮的缝隙。 莫非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 溶洞的上方是一座绿油油的高耸石山, 那山脚下的溶洞, 好似一张黑色巨嘴般, 把那条宽大的大河圆圆不断地吞入腹中。 仔细辨别了位置跟地图, 黎火旺发现这里刚好就是那几个丢孩子县城的中央, 所有事情都是由这里引起的。 不管他们是什么, 这帮家伙应该跟当初的丹养子一样, 特意躲在这人烟罕至的地方。 找到了对方藏身之处, 这本应该是高兴的事情, 可黎火旺看着那在水面上的溶洞, 一时间有些犯难。 可是,我该怎么进去呢? 游进去? 黎火旺马上把这个选项否决了, 根本施展不开, 那样进去完全就是送到别人嘴边的肉。 黎火旺一一把自己现在的能力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有能在这种情况下帮得上忙的。 回去,让楼支线送搜传过来。 就在黎火旺有些不甘心地想着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那敏锐的听觉听到了某种极其尖锐的乐器。 索那? 黎火旺把身影躲在灌木丛里, 向着声音方向看去。 没过一会, 他就看到了一群吹拉弹唱的乐班子。 在索那敲锣打鼓的后面, 是一艘被几十号人抬起的小木舟。 小舟上还坐着一个老妇人, 虽然她头发全白了, 牙齿也全掉光了, 但是精神头却很好。 面带笑意的老人家, 看着四周热闹的一切。 一条条红布跟白布, 把这小舟缠得跟朵花一样。 这么古怪的一群人, 实在让黎火旺有些动不清, 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 他们并没有从黎火旺面前走过, 而是就这么停了下来。 伴随着敲锣打鼓的声音, 他们把那装着老妇人的小木舟 轻轻地放在河边, 让那木舟顺着河水 往那溶洞里面飘去。 岸上的人还是面带喜色的, 不断向那船上的老妇人拱手道喜。 刘师娘,你好命啊, 你真好命啊, 我可没你这样的好福气呢。 是啊,刘师娘,你好命, 虽然你无儿无女, 可是那水儿子会替你养老送终啊。 刘舅姑,一路走好啊, 我时常会带东西来看你的。 看着这很是和气的一幕, 一旁观看的黎火旺却只感觉浑身发了。 这些人嘴上说得再好, 也掩盖不了他们想要吃绝户的龌龊的心思。 什么狗屁水儿子, 无非就是把没有依靠的老人送走, 瓜分他的家产。 就在黎火旺看着那小木舟 逐渐离开河边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双眼微微一睁, 迅速冲上去三两步后, 在地上一蹬, 直接向着那老人的木舟上跳去。 黎火旺举动让木舟摇晃起来, 可船头的老人回过头来看向身后, 却什么都没瞧见, 他握紧手中的拐杖, 继续向岸边的街坊四邻告别。 隐身站在船尾的黎火旺, 看着远处逐渐变大的溶洞, 心中暗道, 水儿子是吧?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渐渐的, 那些岸边的跃升远去了, 船上的两人都把目光投向远处的溶洞。 当木舟进入溶洞之中, 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 除了轻微水浪撞击木船的声音外, 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并且, 随着洞外的光源不断减弱, 洞内开始变得十分的昏暗。 船头姓刘的老妇人很显然有些害怕了, 但是, 她依然捂着拐杖给自己打气。 没事, 没事的, 那阿姐不会骗我的, 水儿子一会儿就来接我了, 水儿子能替我养老送终, 我也是有儿子的人了。 李火旺看了一眼她那勾搂着的背影, 一时间有些不忍心, 很显然, 这老人已经彻底老糊涂了, 别人变得瞎话都当真理来听。 呼, 一个小亮点忽然出现在远处的水面上, 让李火旺心中一惊。 李火旺眼睛微眯, 仔细辨认, 发现那居然是一根白色的蜡烛。 水儿子, 是水儿子吗? 你娘, 我姓柳啊。 你过世的爹姓胡, 你以后跟他姓啊。 那老妇人对着远处的白蜡烛叙叙叨地说着, 一副想要表达善意又怕过于热情的样子。 远处的蜡烛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是李火旺身下的船有了新变化, 它不再随波逐流, 而是慢慢向着那蜡烛方向飘去。 看着那蜡烛, 此刻李火旺的手不知不觉中握紧了身后的剑柄, 浑身的肌肉也开始紧绷。 不管这水儿子是什么东西, 既然他们偷了婴孩炼丹, 那么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善差。 随着小船渐渐靠近, 那白蜡烛缓缓地向后退。 没过多久, 蜡烛忽然停住了。 下一刻, 李火旺顿十一个踉枪往前栽去, 等他稳住身体, 才发现是船搁浅了。 面前是一片凹凸不平。 地面, 看起来是靠岸了。 看着一眼栽倒在地上, 半天没爬起来的老妇人。 李火旺抬脚迈过了她, 向着远处的蜡烛靠近。 三丈, 两丈, 一丈。 李火旺总算是看清楚了那端着蜡烛的东西。 那是一只四肢畸形的东西, 如果从整体上看了话, 她勉强向人。 只是这人的头发长得吓人, 如同龟壳般披在她背上, 那笔手指还长得指甲, 扭曲成一个个肮脏的蜡黄漩涡。 嘴里的各种牙齿随意乱长, 李火旺很难想象, 地包天根天包地, 居然能在同一张脸上看到。 而且李火旺还看到, 那一根根青发从头上落下, 长进了这东西的眼睛里, 这东西没眼睛, 他是个瞎的。 李火旺, 你当心点, 这是人消。 许久没开口的红中忽然说话了。 当李火旺向着她头去质疑的目光后, 红中接着解释道, 这人啊, 要是命不好, 活着老是不死, 那就会白发反清光, 嘴冒牙, 变得不会说人话, 只会说鬼话, 最后变成半人半鬼的邪碎了。 就在这时, 那用指甲拖着白蜡烛的人消动了, 他把那蜡烛轻微地晃动, 引诱着那老人跟着他向着黑暗深处走去。 表情凝重地离火望下意识地要追, 但是却忽然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看到那蜡烛消失之后, 压低声音对着红中质问道, 这是真的, 还是你瞎编出来的? 红中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在你眼里, 我就这志气, 我骗人就会逗逗你。 我好歹, 也是大三元之一的红中好不好, 本三元真要骗你的话, 绝对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哎, 反正我就这么一说, 既然你不信, 那人肖有什么古怪, 我也懒得说了。 离火望站在原地, 仔细地端向着眼前的红中, 看对方这反常举动, 红中很是诧异, 我脸上长花了吗? 看什么看? 那人都走没了, 你也不去追? 你是跑着鬼地方来, 踏青不成? 眉头微皱的离火望, 微微摇了摇头, 我只是觉得, 这事情有些蹊跷, 你既然是一个幻觉,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 随后他又看向剩下的其他四人, 如果你们不是幻觉的话, 那么你们又是什么呢? 红中反看向离火望, 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他, 那没有脸皮的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笑容。 那我怎么知道,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离火望看着红中没有说话, 紧接着把目光头投向了其他三人, 和尚, 蓬龙腾, 还有金山爪。 这些东西自从出现后, 就一直跟着他, 过去他一直以为这是心素引起的幻觉。 可是, 当他从红中嘴里知道了人消之后, 他发现, 事情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关于这一点, 也许拓拔丹青知道些一些, 但是离火望不敢询问, 生怕对方从这一点上, 判断出自己是心素。 如果说他们不是幻觉, 那他们又是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 这是离火望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紧接着, 离火望想起了之前出现又消失的江英子, 他是因为自己的心中的羞愧而起的, 随后又是因为我心中羞愧而消失的。 难道, 离火望仿佛感觉到, 自己冥冥之中摸到了一些思绪, 可是却仿佛总是隔着一层纸, 越是想越是想不透。 看到离火望站在原地思索, 红中脸上的笑意更甚了。 想不明白? 要不我帮你想想, 你可知什么叫卫虎作娼啊? 就是说啊, 传闻大虫吃人后, 死人的魂魄会变成他肚子里的娼鬼, 长饮诱人使其被老虎吃掉。 兴许你就那大虫, 我们等就是你那娼鬼呢? 娼鬼? 离火望抬头看向说这话的红中, 眼中满满的都是不幸。 你们要真是我的娼鬼的话, 那你们帮我什么了? 除了在旁边二眼外, 你们一无是处。 唯一对我有影响的就是, 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 别人都在以为我在发电。 离火望说到这, 语气便重了起来。 红中笑得越发地夸张, 那兴许你就是在发电呢? 我老早就觉得, 你小子不是正常人。 听到这话, 离火望用那几乎要吃人的目光瞪向红中, 额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着。 哟哟哟哟瞪我呢? 我骂你是滇子, 你又能奈我何? 小火望红中身体厚痒, 没有皮肤覆盖的脸上, 那一条条红肉扭着, 凝出一张夸张的笑脸来。 对方的讥讽, 让一股热血涌上离火望的心头, 他的脑中嗡嗡之响。 枪的一声, 离火望单手拔剑, 表情异常猙獰的, 直接向着自己脖子上刺去。 来啊! 黄泉路上一起走, 当看到那烟红的鲜血喷洒到空中, 红中顿时慌了。 喂喂, 你这是干什么? 还没等红中说完, 一把长脊从他腹中穿过, 直接把他给提了起来, 狠狠地甩在了地上。 那是彭龙腾手中的方天化脊, 浑身充满杀气的他, 疯狂地用手中的武器攻击着红中。 和尚连忙跑过来, 声音带着焦急地劝说道, 你不能死啊, 倒是, 你不是还要摆脱新宿吗? 回去找你婆姨吗? 别放弃啊! 就在这时候, 一根蠕动的触手从肚脐眼中伸了出来, 缠住李火旺的手腕, 死死地拉住。 当李火旺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越来越多的触手从肚脐眼伸出, 牢牢抓住李火旺握见的手。 这种感觉很不好, 让李火旺有种腹部的肠子 在疯狂搅动的感觉。 见李火旺总算消停了一会, 和尚重新挨到红中面前, 小声地嘟囔道, 你可别刺激他了, 到时他现在无牵无挂地, 对自己动起手可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跟柴火一样, 一点火救着。 红中远远地看了李火旺一眼, 冷哼一声, 把身体躲进一旁的河水中去。 真是滇子。 在河上跟触手的劝说跟阻拦下, 李火旺渐渐冷静下来, 当他把剑刃从脖子里面拔出来后, 一些蠕动的黑色触手混合着粘稠的液体, 迅速地把那缺口堵满了。 冷静下来的李火旺, 回想起刚刚的自己感觉到十分的陌生, 自己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偏激, 那真的是自己吗? 倒是, 赶紧动起来吧, 还有人正在拿那些孩子炼丹呢, 救人一命, 胜过剑好多妙呢。 你只要坚持做善事, 佛祖都在天上看着呢。 只要你救的人够多, 说不定哪天佛祖就下凡, 帮你脱离苦海呢。 和尚如此荒谬的话, 让李火旺笑了, 他把带写的剑缓缓插入身后剑鞘之中, 紧接着踉跄着站了起来, 向着那之前蜡烛消失的地方走去。 和尚, 你不是我的猖鬼, 你并不是我杀死的。 而且, 你究竟死没死, 还真不一定吗? 和尚身体无法察觉地轻微地闪了闪。 他瞪大眼睛, 很是诧异地问道, 我没死啊。 那我是谁啊? 李火旺没有回答他, 沉默不语地他缓缓走去这昏暗崎岖的地下溶洞中去。 他刚走没多远, 有一只四肢扭曲地人肖缓缓爬了出来。 他伸出那长长的舌头, 在李火旺留在地上的鞋舔了一舔, 紧接着身体飞快地离开了。 隐身状态的李火旺沉默地在黑暗中走着, 寻找着那些消失的人肖们。 既然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就该清理他们了, 他也不管别的有的没的。 此时李火旺心中有蛊火, 特别想发泄一下。 走着走着, 李火旺听到了一些声音, 一些混沌, 但是又一场整齐的声音。 李火旺顺着声音走了过去, 很快他看到非常诡异的一幕, 一群人肖正在努力端坐着, 跟着一位披着破烂道袍的人肖, 正在念着什么。 纳后脖肩插着一把黑色浮沉的领头人肖, 应该就是这里的头, 只因为他面前摆着一张后纸, 由他领读。 这些人肖的四肢看起来格外畸形, 可是他们依然把那带着长指甲的双脚盘起来。 这一幕看得李火旺又震惊又陌生, 这是早课,他们在上早课。 看着这些看起来像是在上早课的人肖们, 李火旺梦回清风关, 同样是怪物,同样是妄想成仙, 这相似的一幕让李火旺有种莫名的想偶, 从里到外都感觉到极度的排斥。 什么狗屁东西, 也他妈来修宪了。 李火旺咬紧牙关, 当即拔剑就冲了上去。 等等啊, 道士,先找那些阴童啊, 要是那孩子回不去, 他们的娘该有多伤心啊。 听到和尚的话, 李火旺的步伐慢慢地停了下来, 由于片刻后, 他把手从剑柄上放下来, 向着四周的黑暗摸索了过去。 就在李火旺准备向着四周寻找那些阴童的时候, 李火旺看到一位人肖飞快地爬了过来, 对着那上早课的人肖说着什么。 随后仿佛炸开了锅斑, 所有上早课的人肖瞬间反应了过来, 飞快地向着四周散开了。 怎么回事啊, 他们发现了什么? 李火旺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管发生了什么, 看起来情况有了变化, 速度开始加快。 不但他们做的事情像清风观, 哪怕就连摆设同样像道观, 李火旺在各种爬动的人肖中穿梭, 寻找着阴海。 找着找着, 李火旺忽然站定, 在这种昏暗潮湿的地下, 声音是最快的辨别方向, 李火旺把耳朵里的棉絮拿了下来。 刹那间, 水浪声, 人肖爬动声, 中乳十滴水声, 各种嘈杂刺耳的声音中, 瞬间涌入李火旺的耳朵。 李火旺闭上眼睛, 努力在那混乱的声音中, 辨别着什么, 渐渐地, 他听到了一些人声。 说。 这声音, 就在李火旺努力地想要跟随着这声音过去的时候, 一道啼哭声, 瞬间在他耳边响起。 找到了。 李火旺猛然睁开眼睛, 向着声音那边冲去, 闯过各种溶洞跟低洼处的水坑, 李火旺最终在一个带着亮光的山洞里, 找到了阴海。 一些披头散发主拐的老人, 正在颤颤巍巍地照顾着这些眉心用朱砂点上红点的孩童。 之前那头发发白的老妇人也在这里, 她抱着一个女婴, 表情再也没有之前的喜悦, 看起来有些惶恐不安。 孩子看起来还有二三十个, 旁边的角落还放着几个散发着腐臭的摇篮, 里面是什么东西, 很显然不言而喻。 在和尚的催促下, 李火旺缓缓缓地显出身形, 压低声音对着那些老人说道, 别急, 等会儿洞里面会很乱。 你们老实待在这里, 等过一会, 我就来带你们出去。 老人抬起头来, 看到李火旺, 一些人麻木的眼神渐渐亮了起来。 一位看起来年龄最起码过百的老人, 颤颤巍巍地抬起了自己拐杖, 声音浑浊地喊道, 儿子, 水儿在, 快来啊, 有人偷偷摸闯进来了。 这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连贯效应, 绝大部分的老人纷纷呼喊起来, 刷! 随着表情猙獰的李火旺冲上来, 手中提见一台三个白发苍苍的脑袋冲天而起。 然而现在, 李火旺把他们杀光也于事无补, 因为任霄已经通知到了。 几期过后, 一把黑色的糯米带着黑烟, 从洞外向着李火旺身上洒来。 随着李火旺迅速搓开身体的位置, 那糯米顿时穿过李火旺的身体, 打在一位老婆子的身上。 伴随着惨叫声, 那老婆子的皮肉飞快融化, 没过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具冒着黑烟的白发干尸。 去! 李火旺举起手中长剑, 对着自己的左手一削, 刚长出来的指甲盖被全部削下, 旋转着飞出洞外, 伴随着任霄的惨叫声。 李火旺迅速把自己的身体错开, 把自己身体的颜色隐藏在地下, 进入隐身状态躲藏起来。 没过一会, 那些身穿黑袍的人消似之着地地从洞外爬了进来, 他们似乎在寻找着李火旺, 可是却怎么都找不到。 就在这时, 一些没死的老人挣扎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着那些人, 萧提醒道, 乖儿子, 那人身子顿得下去了, 搞不好会顿地数, 你们可要当心啊。 一股强烈的杀意涌上李火旺的心头, 他从来没有如此厌恶某些人的存在, 甚至比任霄还要厌恶这群老不死的。 听到了那些老人的提醒, 其中一位任霄用那长满长指甲的污秽手指 夹着两片干枯的黄叶, 放在自己那被头发沾满的眼睛面前, 猛的一抹。 随着某种鬼哭狼嚎的声音从他嘴里发出, 所有的人霄纷纷带着黑色浮沉, 长满铜绿的道铃, 暗红色的桃木剑向着李火旺冲来, 南琳娜阵光急急射。 李火旺手中的铜钱剑的铜钱, 在红绳的拖拽下迅速分开, 如同一道长边向着那些人霄身上打去。 一瞬间在这狭小的阴暗的洞穴中, 刀光剑影乱成一片。 李火旺在被一左一右的两个人消纠缠住的时候, 一位人削手抓紫色浮露当伞的木伞, 企图从李火旺身后偷袭。 李火旺耳朵微动, 当即一转身, 看向了他。 下一刻, 一团黑色的触手顶开李火旺脸上的青铜面罩, 盖在了那人霄的脸上, 直接就扯掉了对方半张脸。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眉眉被红绳绑着的铜钱迅速缠绕住几位人削的脖子, 再跟着李火旺用力一拉手中的铜钱剑, 纷纷人头落地。 随着李火旺的不断自残, 人削的数量正在飞快地减少。 这些人根本不是李火旺的对手。 眼看不是对手, 那人削们有了新动静。 一个老人脑袋做成的香炉被摆了在地上, 三根苍白色的蜡烛一字排开, 之前领头上早刻的那黑头人销从地上爬起来。 他先是掏出几颗不断蠕动的丹药塞进自己的嘴里, 紧接着那畸形的脚踩着钢布, 忽然拿着一把插有黑服的桃木剑开始了做法。 他嘴里的咒声不是人声, 非常的含糊不清, 可偏偏一扬顿挫格外的有韵味。 四肢扭曲, 盲眼秃嘴的怪物居然跟人一样念咒做法。 这一幕不可谓不恐怖。 然而更恐怖的是, 李火旺不知道对方是做的什么法, 但是可以肯定是, 绝对不能让他再念下去了。 他双脚猛地在地上一蹬, 向着那人削冲去, 重新再次拿出紫碎剑, 对着自己左手狠狠地削下。 两根手指直接削下, 带着鼓螺旋着向着那人削飞去。 当当两声, 李火旺的手指被其他人削挡下。 做法的人削看到李火旺, 迅速一个翻身, 直接抛出两面黑旗, 插在李火旺一左一右, 紧接着把手中冒着黑气的陶木剑, 猛地往地上一插。 陶木剑上的黑气, 瞬间涌入地下。 一个圆形由某种特殊文字, 形成的古怪浮路, 以李火旺为中心, 迅速涌现。 远处做法的人削看到李火旺, 迅速一个翻身, 直接抛出两面黑旗, 插在李火旺一左一右, 紧接着把手中冒着黑气的陶木剑, 猛地往地上一插。 陶木剑上的黑气, 瞬间涌入地下, 一个圆形由某种特殊文字, 形成的古怪浮路, 以李火旺为中心, 迅速涌现。 看到这一幕, 李火旺哪能坐以待毙, 当即就要跳开地上圆形的浮路范围。 然而也就在这时, 随着那人, 削双手一掐绝, 旁边的那两把三角黑旗迅速飘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 直接插穿了李火旺脚面, 把他死死地定在原地。 这下, 李火旺的两条腿, 如同焊在地上一般, 无论他做出任何举动, 都根本无法动弹。 那黑气仿佛有种某种能力, 居然把李火旺那切换的位置, 都给封住了。 看到李火旺受困, 人肖们瞬间气焰大涨, 各种俘虏糯米铜钱, 纷纷隔空向着李火旺飞来。 虽然李火旺不断挥舞着手中长剑格挡, 可刚好没多久的身体, 依然逐渐破损。 枪油打火时做成的火帘出现在李火旺的手中, 表情猙獰的他就要向着自己的皮肤靠去。 这次事情本应该是拓拔丹青的活, 能让他出手的绝非小事, 李火旺陷入现在这种处境也几乎是必然的。 虽然献祭全身的皮肤向八灰换取力量, 这种过程极度的痛苦, 可是他来之前早已经做好了决意死战的准备。 然而, 远处领头的道仁仁, 仿佛看出来李火旺要做什么。 他迅速把脖尖的黑色浮沉拿下, 单手掐绝在上面飞快写了几个字。 本应该柔软的发丝瞬间变成一把关刀模样, 静直地向着李火旺飞来。 就在李火旺刚点燃自己手掌的瞬间, 那关刀也到了, 直接把李火旺被火焰包裹的左手砍了下来。 紧接着又是一顿晦涩难懂的念咒声响起, 那由浮沉凝成的关刀带着李火旺的左手迅速飞了过来, 重回到那人销手中。 看到那断臂上的火帘, 人削得那猙獰的嘴巴一裂, 宁笑着双脚用力一蹦, 就这么高举关刀, 向着李火旺的脑袋劈来。 几张紫色浮沉从后面飘了过来, 贴在了黑关刀身上。 浓郁的黑气遁现, 转眼间那一臂舰长的关刀, 瞬间拥有了泰山压顶的气势。 李火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顶得住, 可是他现在只能试试, 他表情决然举起手中的铜钱箭。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 李火旺脑海中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这说的是什么鬼话? 可看着那远处正在飞速靠近的关刀, 李火旺咆哮完, 索性心一横, 双手握住铜钱箭, 必死的处境, 还有剧烈的疼痛, 让此刻的他看起来如痴如狂。 给我开。 随着表情猙獰的李火旺, 单臂猛的一发力, 他瞬间变成了跟身旁的金山爪一样的下场。 随后, 一根根黑色的触手从断口处裹着腥红的血液伸出, 密密麻麻的触手般猛的一蹬, 推着李火旺的上半身, 瞬间躲开了那关刀的攻击范围。 那关刀掠过李火旺留在原地的下半身,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溶洞顿时地动山摇, 根根中乳食不断从天而降, 黑气也在地上迅速蔓延, 腐朽着地上的一切。 好在李火旺躲开了, 要不躲开, 就这一下, 肯定是顶不住, 一击不中。 那道人人消提着不胜多少毛的浮沉, 从地上爬了起来。 表情暴虐地看向远处用极其诡异方式 躲过自己攻击的敌人。 那人只剩上半身, 一根根扭曲地带着粘液吸盘触手, 从那端口处伸了出来, 如同几条凳子腿, 硬是把他撑起来了。 明明对方身子都破了这么大一个口子, 可里面却只流血, 居然连半点心肝都不掉出来。 看着眼前上半身人下半身八爪鱼的骇人怪物, 人消这才知道遇上硬茬子了。 他一把抢过身边徒弟手中的陶木剑, 耍了一个剑花, 对着地上一次把一张黑色的符绿给挑到剑尖。 一边是半身人半身触手, 手拿红线铜钱剑的癫狂李火旺。 一边是四肢扭曲, 指甲齐长, 手提黑符陶木剑的道人人消。 这惊悚的一幕, 看得剩下活着的老人凉气直窜天灵盖。 这这, 这是啥呀? 李火旺那布满血丝的双眼死盯着面前那道人人消。 他如今也看出来了, 无论是偷人婴孩, 还是这么多人消, 整个事情都是由面前这人消引起的。 只要把这人消给除了, 这件事才能彻底得到解决。 钱? 李火旺身下的黑太岁瞬间动了, 他飞快摆动着触手推着它, 向着那道人人消冲去。 而那道人人消也丝毫不慌, 带着一众同类向着李火旺反冲了过来。 这种烧不留神就会死的情况下, 黑太岁似乎不敢有别的心思, 他现在跟李火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李火旺要是死了, 他也活不了。 暗圣陀蒙普光射。 李火旺手中的红线铜钱, 随着李火旺的念咒, 瞬间变成一条长鞭, 先发制人, 向着那道人人消灰去, 直接缠住了对方的陶木剑。 铜钱剑跟陶木剑刚毅接触, 仿佛彼此排斥一般, 从接触的地方不断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 见对方武器受限, 李火旺当即把铜钱剑向下一抛, 拔出身后, 紫碎剑用力向着自己腹部削去, 刚长出来没多久的大块皮肉, 就这样再次被剥了下来。 那块带着肚起眼的皮, 在空中迅速长大, 如同一面皮罩子, 向着那人消门盖去。 那道人人消仿佛知道李火旺的弱点是哪里, 吼着那些污秽混沌的语言, 其他人消顿时抛下他, 直接向着李火旺围了上去。 双拳难敌四手, 只要对方被围住了, 剩下的一切就好办了。 一把剑柄带着太极的刀剑裹着进风刺向李火旺, 然而对方却不偏不避, 直挺挺地撞了过来。 刷! 锋利的剑尖刺入了李火旺的脑袋, 又从后脑勺冒了出来。 然而剑身上没有半点血, 这李火旺的身体是虚的, 他那隐身的实体在一张开外。 洞穴之中, 战局瞬息万变。 这个时候, 大部分人剑被虚影晃了一枪的好机会, 李火旺当然不会错过。 他也看出来了, 这道人人剑实力确实强大, 可是首先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跟寻常道士一样, 动手之前都必须要先做法。 只要逼得这东西跟自己短兵相接, 他就腾不出功夫来做法。 跳! 七八根黑色触手猛地弯曲, 在地上一蹦, 这力道带着李火旺 向着那正在被皮肉缠住的道人人剑扑去。 当的一声脆响, 对方的桃木剑开裂了, 当初师太给的武器锋利异常, 这人剑的武器完全比不了李火旺手中的兵家兵器。 剑不敌, 那人剑当即借着李火旺的强大力道不断向后撤去。 李火旺怎么可能让他走, 别人往后退, 他就往前推紧追不舍, 绝不给他腾出做法的时间。 看着自己的师傅要吃亏, 一把发丝间带着指甲盖大小的黑服的白浮尘被抛了过来。 人剑细长的指甲一勾, 抓住浮尘就是一卷, 以柔克纲, 虽然那浮尘上的白丝不断被割断, 可一时半会居然真的被缠住了。 两边人再次僵持住了, 现在看起来, 比的就是李火旺的先一步把对方的浮尘割断, 还是那些后面的人消提前赶到。 然而, 看着眼前模样可恐的怪物, 李火旺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既然之前你让你的徒子徒孙围攻我, 那就别怪我不讲公平, 动手。 话音刚落, 李火旺身下的一根根触手, 迅速从他下摆出的刑具包中, 掏出各种各样的刑具, 静止插入对方人消的腹部, 很快, 对方那被打开的腹部就被搅得一团糟。 当这道人人消捂着肚子倒地的时候, 李火旺单手一拉, 把紫碎剑从散开的浮尘中抽出, 高举怒斩, 道人人消顿时人头落地。 当浑身是血的李火旺转过身来, 看向身后那些剩下的人消时, 人数占优的人消停止不前了, 他们怕了。 钱? 浑身充满着杀气的李火旺咆哮着高举手中子碎剑, 向着数量是百倍于自己的人消充去。 没有了领头的, 剩下的人消也散了。 当他们把背对着李火旺时, 接下来就是一场屠杀, 区别只在屠多屠少罢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整个溶洞也差不多清空了, 也灵星跑了一些, 但是剩下的那些已经不成气候。 如动的触手如同蜘蛛般在爬动着, 拖着李火旺向着那留在原地的下半身挪去。 李火旺已经很累了, 虽然强撑着精神抓住自己的腰, 好似穿裤子一般穿起了自己的下半身。 黑色的触手如动着钻进血肉之中, 连接起断开身体的桥梁。 刚开始, 李火旺并没有从下半身感觉到任何知觉。 可是渐渐的, 他的脚趾头能动了, 那被黑色三角不齐插住的脚面也感觉到了疼痛感。 地上的圆形浮路早散了, 李火旺低头弯腰把, 那黑气拔了出来。 重新站起来的李火旺环视着四周混乱的一切, 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泥泞的血池, 地上想找一块干净的空地都难找。 见敌人被铲除, 李火旺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发现现在的自己比过去喜欢笑多了, 过去的自己很久都没有笑过。 笑了一会, 李火旺停了, 他低头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谢谢, 看起来我之前有些低估你了, 你比我想象的有用多了。 随后, 李火旺耳边就听到了那些断断续续的声音。 相比之前, 经过了他这么长时间的教导, 对方虽然说的字依然是断断续续的, 可至少能表达出一些简单含义了。 李火旺觉得自己以后可以往黑泰碎这边投入更多的精力, 不知道为什么。 被自己吃进肚子里的黑泰碎, 似乎比外面的黑泰碎聪明多了。 这一变化,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吸收了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产生的。 难道腥素的血肉, 还有让黑泰碎开神志的作用? 浑身没几块好弱的李火旺胡思乱想着, 他身上依然很痛, 可是不知不觉中他似乎已经有些习惯了。 你当心点, 黑泰碎可不会这么好心, 他可是为了最终夺舍你的身子, 才钻到你肚子的。 红中的话让李火旺脸上的笑意顿向, 我乐意, 要你在这废话。 这都什么人, 好话赖话都听不出来。 有些烦躁的红中身体轻微地闪了闪, 重新躲进地下。 李火旺冷哼了一声, 开始掏出胡傲, 真惊给自己疗伤。 好像是第一次学走路, 李火旺步履蹒跚地摸黑向着之前有着婴孩的山洞走去。 洞里的那些老人还在, 毕竟这种环境下, 他们也跑不到哪去。 把孩子都抱起来, 我们离开这里。 李火旺冷声地向着他们命令道。 剩下的老人纷纷照办了, 没有人敢说一句废话, 毕竟现在李火旺身上的道袍还在滴血。 他们之前找水儿子, 哪怕就是被蒙被骗的, 本质的需求还是不想死。 李火旺点了点, 活的婴孩还剩31个, 本来不止这些, 只是因为之前的混战波及了几个摇篮。 步履蹒跚的李火旺独臂抱着一个孩子, 带着一群颤颤巍巍的老人向着洞口走去。 就在他们快要出去的时候, 那道人人消的无头身体居然忽然动了。 李火旺瞬间把怀里的孩子一扔, 枪的一声拔出铜钱箭来, 箭指那无头人尸。 看到对方伸手, 仿佛要从怀里拿出什么东西。 李火旺手一挥, 瞬间就把他的胳膊都卸了下来。 胳膊从半空中落下, 那手中的袋子也洒了出来。 一颗颗被黑色俘虏包裹的杨兽丹, 洒到地上半凝固的血水中。 杨兽丹? 李火旺有几分意外地, 用剑尖在那丹丸上戳了戳。 什么意思? 他这是准备那杨兽丹给自己买命不成。 就在这时, 那人消动了, 他重新举起另外一只手, 把地上那些带血的杨兽丹拢了拢, 向着李火旺方向推去。 当做完这一切, 那人消的身体已软, 彻底不再动弹了。 李火旺细细地数了数, 这里一共有79颗兽丹, 如果把这些吃下去, 估计足够支撑到自己变成人消。 李火旺看着那血水中的79颗兽丹,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把这杨兽丹给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他想让李火旺吃下这些杨兽丹, 又或许是想解释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答案, 因为这人消已经死了, 而且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手中长剑指着面前这具尸体, 李火旺顿了一会后, 他手起剑落把这人消的尸体整个大谢八块, 以免他再次动弹。 随后他弯腰, 把那79颗兽丹放进葫芦里后, 扭头对着那些吓呆了的老人说道, 别停, 继续走。 老人们看起来很辛苦, 但是之前, 这些家伙令人作呕的举动, 让此刻的李火旺一点都没有尊老挨幼的意思。 要不是, 他一个搬不了这么多孩子, 他早一见一个的刺死了。 在他们的缓慢挪动下, 李火旺等人渐渐离开了洞穴。 不过就在从洞内刚出来之后, 李火旺在这昏暗的地界开始翻着起来, 他要以绝后患。 对方既然之前想用婴孩炼丹, 那么他肯定是有什么丹方或者功法。 不把那东西摧毁掉, 李火旺实在不放心, 生怕等他走后, 又有别的人消故及重施。 找找找找, 李火旺意外地有了新的收获, 就比如说一个西瓜大小的炼丹炉, 这东西放在一个巨大炼丹炉的旁边。 炉子的旁边有着不少的阴铜湿海, 看起来这人消在这里拿着大的炼丹炉来炼丹的。 只是他跟丹阳子不同的是, 他炼丹之前要先脱骨。 看着那小炼丹炉, 李火旺忽然想起来, 自己当初还从丹阳子身上学到的一项技能, 炼丹。 有了这些东西, 那些早已经用干净的丹药也可以得到补充了。 紧接着, 李火旺还在这溶洞之中找到了一些用古怪文字写的书籍。 也许这些是人消用的文字, 李火旺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用孩童炼丹的丹方, 统统一把火烧了。 各种翻找之后, 当一块灰白色的石板出现他面前时, 李火旺的脸上露出一丝古怪。 天书? 又是天书?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 怎么哪都有? 李火旺捧着手中沉甸甸的天书, 心中思考着这个问题。 莫非之前那人削拿鹰铜炼丹的丹方, 就是这上面来的? 李火旺仔细地看了看, 结果他发现这天书跟当初丹阳子的书一模一样, 半个字都不带差的, 依然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佛经。 莫非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李火旺望望着向这边偷望的红中问道, 红中面带神秘地笑了笑, 一边轻摇着脑袋一边说道, 哼哼, 不知道, 哼哼, 不知道。 李火旺手一抛, 把这天书扔进冰冷的地下河水中, 这一幕看得红中顿时极了。 唉, 你这人怎么这样? 这东西说不定是好宝贝呢, 赶紧捡起来。 既然是好宝贝, 那你自己捞去吧。 李火旺说完, 抱起地上哇哇大哭的孩子, 上了之前进来的小船。 船很小, 再加上是溺水行舟, 硬是运了好几趟, 才把所有人送上了岸。 当李火旺带着一群老幼回到沧水县, 整个县城轰的一声炸了。 李火旺此刻的模样极其地害人恐怖, 然而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呼喊的孩子身上。 丢孩子的人家永远是冲到最前面的。 找到孩子的对着李火旺就是一顿跪拜, 而没有找到的, 就只能悲痛瘫在地上大声嚎哭。 楼支县带着一众人就要给李火旺行大礼。 多谢大人, 大人就是沧水县的大恩人。 别忙着行礼, 事情还没完呢。 随后, 李火旺把那些老人的事情跟楼支县说了一遍。 什么? 这么说, 那些老人是邪碎的共犯? 楼支县看着那些老人顿时大受震撼。 他之前还以为这些人是大人救下来的呢? 如果一招大良律, 以他们做的事情会有什么下场? 李火旺看着那些站在原地惶恐不安的老人们问答。 李当车链, 楼支县的眼睛变得异常的冷漠。 这就无马分尸了, 为什么有些儿戏了吧? 再说, 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 要不换成砍脑袋吧? 楼支县罕见地反驳道, 大人这说的是什么话? 人犯罪跟其年龄有何关系? 丁是丁卯是卯, 假若因为年岁轻饶了他们, 那些黄泉之下的婴孩岂不是死得更怨? 李火旺仔细地琢磨琢磨, 对着楼支县拱了拱手。 楼支县说得不错, 那你忙吧。 我走了。 楼支县连忙拉住李火旺, 大人为何如此匆忙? 还望给下官一个机会, 给大人接风洗尘。 看了一眼身上的破烂衣服, 还有那些血迹, 李火旺点了点头。 行, 两天没睡了, 我去歇会。 劳烦支县大人, 帮我做几件衣裳。 回到客栈的李火旺, 几乎是倒头就睡, 浑身的剧痛都压不住那巨大的疲惫。 不知道过了多久, 咕咕咕, 李火旺是被恶醒的。 他揉了揉眼睛, 看向窗外依然是白天, 只是不知道是哪天的白天。 倒是, 你睡了一天一夜了, 那个当官的之前那过来看你, 瞧见你在睡觉就回去了。 李火旺看了一眼笑呵呵的和尚, 你好像。 高兴啊。 那当然高兴, 咱们做好事了呀, 而且是大大的好事。 做好好事, 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应该, 应该。 李火旺敷衍地说着, 忍着疼痛就坐了起来, 把身上腥臭的衣服脱下, 换上旁边凳子上的新衣裳。 楼支县很显然用心了, 这新衣上明显是按照李火旺的身上穿的做出来的。 一样的暗红, 一样的倒炮, 并且他不止做了一件, 而是让裁缝足足做了五件一模一样的。 呵, 楼支县有心了。 李火旺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说道, 穿完衣服, 李火旺就向着后院走去, 准备驾马车离开了。 倒是, 那当官的还要请你吃饭呢, 你不去吗? 不去了, 浪费时间, 既然麻烦处理完了, 那就赶紧回营林去, 这一路上可不尽。 对于现在的李火旺来说, 别的什么都是虚的。 就在李火旺来到后院马棚的时候, 顿时愣住了。 自己的马车洗得干干净净, 车咕噜一点泥都没有, 拉车的马身上毛发都顺得很, 明显是被专门输过。 各种山货腊肉把马车都围了起来, 而馒头趴在山货中间啃着一根大骨头。 汪汪! 馒头见主人回来了, 顿时兴奋地跑过来, 不断地摇着尾巴, 几天不见, 他看起来胖了一圈。 看着这些, 和尚再次笑了, 他对着李火旺说道, 道士,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好人有好报吧。 抱歉, 今天就一张, 先欠下, 实在有点忙。 哒哒哒。 随着马蹄声不断地响起, 李火旺驾着的马车离开沧水县, 渐行渐远。 马车上除了黑态岁外, 还多了不少奈储存的干货, 李火旺掏出一颗红干枣塞进嘴里, 缓缓地嚼了起来。 甜吗? 和尚凑过来, 满脸的褶子皱在一起问道。 甜? 李火旺说着, 又拿出一团核桃肉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你说他们现在欢喜吗? 那肯定欢喜啊, 要是不欢喜, 能给你送这些东西。 欢喜就好, 这个世界太痛苦了, 能多欢喜点, 还是欢喜点吧。 李火旺嘴里喃喃自语地说着, 自己在这份痛苦跟压抑中挣扎, 可凭借自己帮助别人摆脱跟自己一样的处境, 这种感觉似乎也不坏。 听到身边有动静, 李火旺一扭头, 就看到馒头咬着尾巴, 用爪子扒拉着篮子, 把自己整个狗脑袋埋在一个大竹篮子里, 正在吭哧吭哧地嚼着什么。 李火旺用手指夹住他脖梗的肉, 提着他扔到旁边土路上。 下去, 给我跑起来, 天天这么吃, 你是想当成年猪被宰了吗? 馒头低声呜呜地叫着, 似乎在表达着什么不满。 不过看到李火旺一点都没有等他的意思, 看着马前起起伏伏仿佛无穷无尽的土路, 李火旺松开了手中的缰绳, 任由马自己前行。 马车跟汽车不一样, 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 马这畜生有脑子, 而且还很聪明, 遇到危险会躲, 遇到岔路会停。 解放了手的李火旺从怀里掏出一本启蒙书, 当他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肚子里的黑太碎立即有了动静, 一根黑色的触手从肚脐眼里钻了出来, 勾住了他的手指。 他低着头, 他对于黑太碎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排斥了。 对方能在自己自尽的时候出手阻拦, 能在危机关头出手帮忙, 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身边帮自己忙, 也挺不错的。 当然了, 如果他不是时刻想夺舍自己的身体, 那就更好了。 李火旺想到这, 顿时把右耳塞拿了下来, 那刺耳嘈杂声音中的磕磕碰碰的声音, 瞬间清晰起来。 之前, 吃, 饿了, 我帮你, 我知道你帮我了, 别时时刻刻, 都要铁。 现在就要安静些。 李火旺刚说完, 黑太碎的声音开始变小了一些, 好饿了吗? 吃, 不吃, 看书学字, 你这话说得太颠三倒四了, 学得还不够。 李火旺拿着手中的启蒙书, 开始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黑太碎能吸收多少, 但是这东西话说得越流畅, 对自己就越没有坏处。 念着念着, 一根新触手从李火旺的肚脐眼里伸了出来, 触手的顶端居然缠着一个双瞳骨, 眼球。 这条眼梗歪七扭八的向着四周的一切看去, 他看得很慢, 但是又很专注, 眼中满满的都是好奇。 感觉到两条视线从一颗眼球上冒出来的李火旺停了下来, 伸手把那颗眼球抢到手中细细打亮起来。 红中, 这好像是你的眼球吧? 为什么没被黑太碎给消化了? 好久没出现的红中从飞速转动的车轮下面升了起来, 这东西可是个好宝贝, 当年可是我花了好大功夫才骗来的。 又是好宝贝? 这难道不是你原本的眼珠子? 当然不是。 不妨你猜猜看, 这东西是我从哪片来的? 红中脸上得意地笑道, 李火旺瞥了他一眼, 直接无视了他, 把手中的眼球重新塞回到黑太碎的触手中, 重新开始念了起来。 任凭红中怎么诱惑, 他都不再问下去。 跟对方不断地接触中, 李火旺似乎已经弄清该如何应对做旺道的套路了。 焦着焦着, 渐渐时间到了晌午, 屠路的路边出现了一个工人歇脚的摊子, 几个木桌子上灵星坐着几个赶路人正在大口大口地吃面。 李火旺想想, 一拽缰绳让马车停了下来, 带着吐着舌头的馒头向着那摊子走去。 客观, 要点什么? 闻到李火旺身上浓浓的血腥味, 那带着两小撇胡子的摊主陪着小心地问答, 有什么吃食吗? 随便来点。 有现成的吃, 李火旺当然用不着吃干粮。 毕竟干粮为了提高储存时间, 那口感上面好不到哪去。 哎, 客观您先坐着喝口凉茶, 我这就给您上。 小胡子来到灶台边, 跟着那挺着大肚子的媳妇一同忙活起来。 李火旺拿起桌子上的凉茶壶, 给一旁吐着舌头的馒头倒去。 看到这土狗咬了半天水线, 没有任何反应后, 李火旺给自己倒了一碗, 开始喝了起来。 虽然说这地方离舱水线不远, 可是小心使得万年船, 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 炼丹卢有了, 接下来该去找丹料了, 银陵城的药店应该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去问问拓拔丹青。 就在李火旺想着这些有的没的, 他看到那小胡子端着碗面走了过来。 客观, 您的面来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虽然面上面只有一些牲畜的杂碎, 以及一些野菜跟萝卜干。 可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 闻起来却是香得很。 馒头吃过之后, 李火旺开始大快躲一起来, 对方卖的是宽面, 似乎是几种面混合在一起的, 吃起来劲道得很。 这回就来李火旺一个顾客, 那摊主上完了面没什么活, 便扶着自己的妻子坐了下来。 他们远远说的话, 被敏锐的李火旺听得一清二楚。 娘子啊, 你赶紧歇会, 别累着咱们的孩子。 二郎, 别光顾着我。 你也趁现在没人, 赶紧去店吧几口。 哼哼, 我不急, 只要看着我孩子, 我是一点都不饿。 摊主蹲了下来, 用手小心地抚摸着自己妻子的肚子, 和颜月色的轻声细语道, 宝啊, 能感觉到不? 我是你爹啊, 乖, 叫爹。 怀孕的妇人怪称地 轻轻地掐了一下摊主的胳膊。 你发什么癫啊, 谁家孩子没出生, 就能说话? 傻样, 你别插嘴, 我这跟咱孩子聊天呢, 那算命的说了, 我现在多跟咱们的孩子说话, 他将来就会越有出现。 说吧, 他索性匍匐下身子, 把耳朵靠在自己妻子隆起的肚子上, 声音中充满着爱意地说道, 孩子, 听得到吗? 我是你爹爹啊, 快叫爹。 摊主的话音刚落, 一道含糊不清的声音, 如同惊雷般在离火望的耳边响起。 爹爹, 滑得一下, 受到惊吓的离火望猛地站了起来, 连退好几步。 凳子倒地的声音, 立即引起了摊主的注意, 立马陪着小心地靠了过来。 这位客官, 怎么了? 是面不好吃还是汤不对味啊? 要不我给您换一碗。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的离火望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他那怀孕的媳妇后, 二话不说, 扔下一块碎银子, 驾着马车匆匆离开了。 客官, 你给多了, 一碗面要不要这些钱? 摊主的声音, 却反而让马车的速度更快一些。 奔驰的马车上, 离火望表情古怪地捂着肚子, 怎么回事? 黑太岁刚刚这句话, 是赵猫画虎的重复, 还是真的认为我是他爹? 过去他一直以为, 这太岁跟过去的丹养子一样, 毕竟他本身的存在, 就是为了夺射别人身体的。 可刚刚发生的事情, 似乎跟他之前, 想得完全不太一样。 爹? 一道声音再次响起, 立即受到了离火望的反驳, 别叫我爹。 为什么? 黑太岁的话, 一时间把离火望问住了, 他想了想后缓过进来, 对啊, 为什么不能叫呢? 这件事情对自己是坏事好事, 还真不一定了。 公鸡的鸡叫声, 让杨小孩缓缓睁开的眼睛, 他揉着眼睛看向四周, 一时间还有些难以适应, 自己一个人住一间屋子。 刚开始那几天, 没有闻到曹操师兄的臭脚丫子味, 睡得都不踏实。 用力伸了一个懒腰, 杨小孩起床, 开始穿起了自己的衣裳。 他这个年纪, 一天一个个头, 那件到同衣上, 已经明显地短了不够穿了。 迎着清晨的冷风, 杨小孩缩着脖子, 向着白家火房走去。 住在牛心村, 比外面风餐露宿好多了, 火房对面的院子里就有口井, 洗衣服洗碗洗漱什么的都方便得很, 完全不用一大早地就去打水。 水烧了起来, 泡了一碗上的米放起来, 杨小孩熟练地开始熬粥。 米粥这种东西虽然简单, 但是也看怎么做, 如果能细细地熬慢慢地熬, 把米油都熬出来, 那喝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咸菜罐子被打开, 杨小孩拿起筷子, 把咸菜夹起, 放在砧板上, 开始切条切断。 全身心进入状态的杨小, 还被一阵脚步声打断了。 他一抬头, 就看到那个胖脸女人。 小老乡, 今天也起这么早啊。 他怀里抱着一件新衣裳, 男人的衣裳, 把昨天晚上的圣豆腐端出去, 下周吃。 说到这, 杨小孩心中不由得有些感叹, 现在日子好过了, 居然都能有剩菜了。 唉, 被命令了, 那女人也不恼, 乖乖照做了。 当周熬好菜切好,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来到大堂吃饭了。 李火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大伙都已经逐渐适应了。 可每个人的心中空落落了, 仿佛丢失了主心骨, 没有人下令, 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至于他之前说的伤人的话, 压根没人会耿耿于怀。 都是生死中闯出来的, 心里可辞食了, 别说被李火旺骂废物了, 就是站在那对着他们骂上一天一夜, 也就笑笑过去了。 可是至少不是瞎子, 他们都看得到李火旺走了, 这里谁最伤心。 白领秒自从李火旺走后, 就再也没有笑过。 而且, 再也不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感觉了。 仿佛变成了一块,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 春小满轻叹了一口气, 用筷子夹起一块咸菜, 放进一旁白领秒的碗中。 这段时间都是陪着他睡的, 就怕自己的好朋友想不开。 白领秒夹起咸菜放嘴里, 咬成一小节一小节地咀嚼起来。 那个白姑娘, 吕状元的话让白领秒抬头看了过去, 长长的白领秒眸眨了眨, 平静地问道, 吕班主, 可有诗? 您看, 这也歇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吕家班可以出去赶场子了, 这秋收都过了, 农家人没啥事干, 都在家准备猫东呢, 也都有闲工夫看些。 好, 不过今天就是月曦, 不如等过了节再走。 吕班主, 您看如何? 吕班主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也行也行。 他其实就想着, 这个中秋带着全家出去过, 免得在这村子里过得不自在。 不过既然对方都这么说, 那只能作罢了。 都这么长时间, 他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 这闺女死全家了, 这个中秋节肯定不是那么好过的。 我会做月饼。 杨小孩自告奋勇地说道, 当年那赖子头, 每次过中秋节, 都要我们做月饼。 我是到桶里面, 做得最快最好的。 看到春小满对着自己实眼色, 杨小孩一愣, 连忙坐下来埋头吃着早饭。 早饭过后, 杨小孩就翻出月饼模子来。 得亏整个白家村, 要什么有什么, 要不然还真不好弄。 狗娃假惺惺地从火房门口探出半个脑袋来。 小孩, 要我帮忙不? 不用, 我一个人能行。 好嘞, 那晚上我就等着吃了, 我蛋糕之间去搭瓦窑子去了。 忙活了一个白天, 当夜晚降临, 明亮的月亮高高挂起。 从货廊那买来的糕点果子, 还有那一块块月饼落起来端上了桌子。 赏月当然要喝酒, 一坛地窖里的酒也被抬了出来。 坐在主位的白领秒, 向着其他人端起手中的酒杯, 月圆人员事事团圆。 人顺心顺事事都顺。 我祝各位全家幸福, 和气满堂。 其他人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的, 最终三三两两的举起酒杯。 有些尴尬, 含含糊糊糊地回应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来。 一杯酒下肚, 白领秒的眼睛有些红了。 来, 大家别光喝酒啊, 吃月饼, 杨师弟的月饼做得真好看, 肯定很好吃。 说吧, 他拿起一块月饼来, 轻轻地啃了一小口。 看到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样子, 白领秒吸了吸鼻子笑了起来。 你瞧我这脑子, 过月系的日子, 祠堂的贡品都没换, 你们吃你们的, 我换完一会儿就来。 说吧, 他端起一碟月饼, 向着白家祠堂走去。 白领秒一走, 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很是难受的狗娃, 用手拉了拉一领子。 哎, 这中秋过的, 你们先吃, 我去看看他。 春小满说吧, 站起来就要跟过去, 高志坚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微微地摇了摇头。 让让, 让他, 一个人呆呆, 呆会, 大家吃月饼了。 杨师弟做的这月饼不错呢, 白领秒双手捧着月饼, 放在祠堂那密密麻麻的灵牌面前。 这些灵牌都是新的, 全白家村的灵牌, 不管男女老少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这里。 黑底白子的灵牌, 黑压压地连成一片压迫感巨大的黑墙, 居高临下地, 看着面前这位白家的唯一血脉。 爹, 这是枣泥馅料的月饼, 我记得你最爱吃枣泥馅的了。 白领秒特意捧着一块抹了红印子的月饼, 点起脚来放在一块灵牌面前。 爹, 你喜欢吃豆沙的, 村里没找到豆沙, 你试试这芝麻的吧, 滋味也蛮不错的。 分完月饼后, 白领秒又重新掏出三炷香点燃, 跪在地上向着他们拜了拜, 插在剩下的月饼上。 寥寥清烟, 缓缓地在灵牌间飘荡, 白家祠堂再一次有了香火。 白领秒仰头看着面前的这堵黑墙, 似乎在想着什么。 久久之后,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今天月鞋, 我陪着大家一起过吧。 他从盘子里拿起一块月饼, 往前走两步, 在那祠堂的阶梯上坐了下来。 看着天上明亮的月亮, 小口小口吃着月饼。 吃着吃着一道人影出现在他身侧, 白领秒右手一伸, 把手中的月饼伸进二神的红盖头里。 紧接着他脑袋轻轻地往左边一靠, 靠在了大神那红丝绸缎的衣裳上。 就这样, 在这白家祠堂的外面的台阶上, 两个头一模一样的女人默默地依偎在一起, 吃着同一块月饼, 赏着空中同一枚圆圆。 忽然远处亮起一道火光, 白领秒站起来望去, 看到, 远处用瓦片石头搭起来的土窑子。 土窑子很高, 比牛星村的其他屋子都高, 重天的火焰把这个窑子包裹起来, 如同一个巨大的篝火。 狗娃站在一旁的屋顶上, 一边怪叫着, 一边拿着各种旧衣裳, 往里面扔去。 月夕叫烧土窑, 白领秒记得每年都是如此, 只是这种事情一直是村子里兄长弟弟们喜欢的, 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 看着那远处的冲天火光, 白领秒想起了自己那个一直不省心的亲弟弟。 长姐如母, 家里的父母每天都有事要忙, 这个弟弟基本上就是由他一人带大的。 他亲眼看着那摇篮里的小孩子, 慢慢变成能跳能跑的少年, 可一切的一切都戛然而止。 对家人的思念几乎到达了顶峰, 他最终颤抖的手摸向了腰间的鼓, 开始敲了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有着节奏的鼓声在冷清村子里响起。 白领秒犹豫了几下后, 颤抖地张开嘴唱了起来, 那忍了一晚上的泪水总算是流了下来。 他用的是杯家的枯烟魂调, 声音中仿佛蕴含着声道极致的悲惨, 四周的一切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清风哀烟魂那, 呜呜。 这一刻, 他与那唱词产生了共鸣, 如果说之前的一切只是在仙家的逼迫下, 照葫芦画瓢的话, 他忽然间对那些班兵绝有了更高的理解跟感触。 只有家里人死得够多, 才会明白唱哭咽魂调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发现自己心中的情绪感染到仙家, 这种感觉很特殊。 甚至可以说, 现在的白领秒至少在杯家这块, 比当初的李志强多了。 然而这种代价, 却是白领秒怎么都不想要的。 鼓声继续想着, 那无比凄凉的神调依旧唱着。 咽魂那, 杨氏三间为人等, 呜呜音思三成为咽魂哀。 都说天为宝盖的多为池, 人好比杨氏三间浑水于呜呜呜。 魂过了一时烧两赏, 魂过两赏少一时哀。 这一次轮到大神在一旁看着, 看着白领秒唱着招魂的神调。 一缕缕音风吹过了白家祠堂大门, 吹过了大神的红盖头, 最终吹灭了白灯笼, 开始围绕着白领秒缓缓转了起来。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白领秒几乎唱不下去了, 可是他最终开始咬着牙重重, 敲向了腰间的骨。 闻听烟魂落了伤心泪, 心里好似吃了苦黄连。 有冤情烟魂, 你都没出诉。 有这屈情无处, 去喊冤啊。 音风变得更大了, 整个祠堂内的灵牌被吹得花花直晃, 整个祠堂的瓦片也都被吹得花花直晃, 仿佛整个白家祠堂在这一刻都活过来一样。 唱着唱着一抹音风轻轻掠过大神的裙摆, 钻入了那血红色的红盖头里面。 大神身上开始冒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他颤抖地举起双手, 迟钝地向着白灵秒靠去。 喊喊。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白灵秒的心顿时一颤, 顿时不管不顾, 张开双手向着大声扑了过去。 娘。 搂着大神的那一刻, 白灵秒仿佛再次找到了依靠, 顿时把心中积攒的一切都诉说了出来。 他闭上眼睛, 说了很久很久, 可一直到他停下, 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等他顶着那通红的眼睛, 看向大神那红盖头的时候, 却得到了一个失望的结果。 当自己停下神调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走了。 我娘走的时候, 有说什么吗? 白灵秒轻声地询问道。 大神透过那红盖头, 盯着白灵秒看了很久, 最终缓缓地说道, 他不是你娘。 不,他是我娘。 我爹我爷, 大家刚刚都回来了。 他们都在怨我。 白灵秒摇着头, 大声地否决道。 大神什么话都没说, 张开双手, 重新把对方搂在怀里。 他匍匐下身子, 把白灵秒整个抱了起来, 放在怀里轻轻地摇晃着。 白灵秒睁着眼睛, 随着轻微的摇晃, 无声看着祠堂头顶上的房梁, 似乎在考虑什么。 外面的土窑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 两人就这么, 在黑暗的祠堂内, 无声地坐着。 我如果走了, 你能帮我陪着李师兄吗? 他身边真的不能缺人。 白灵秒忽然开口说话了。 大神只是搂着他, 没有任何反应。 对不起,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甚至不能帮我家人报仇。 流泪的白灵秒从对方怀里正脱下来, 从怀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绳子。 他走到祠堂的正中央, 把手中的绳子向着房梁上抛去, 开始系了起来。 大神跟着站了起来, 他走到白灵秒的身后, 抱着他纤细的小腿, 协助他完成接下来的步骤。 当大神轻轻地放下手来后退一步, 瞬间绳子绷紧的枝嘎声, 还有那无法控制的吸气声开始响起。 大神无视了这些声音, 默默绕到祠堂台阶前重新坐了下来, 继续赏着空中的圆月。 他那红盖头的后面, 是白灵秒那轻微摇晃的小白鞋。 而小白鞋的后面, 是那漆黑如同一堵黑墙般密密麻麻的王者牌位。 窒息的白灵秒感觉自己飘了起来, 飘到了祠堂的房梁上, 当他低头一瞧, 就看见了翻白眼的自己以及大神的红盖头。 这就是死掉的感觉吗? 白灵秒低头想看看自己的身子, 但是那里空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忽然想到了什么, 白灵秒心中一喜, 爹娘肯定还没走远, 我还能追得上他们。 然而就在他刚一抬头, 准备去寻找家人的时候, 却发现一团团地难以言说的东西, 封住了整个星空。 看着那不断变化模样的东西, 白灵秒可以肯定他们是仙家, 而且还都背家的, 因为他们身上刚才染上的情绪都还没有退去。 我都已经死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 白灵秒说着就要穿过他们, 然而却被瞬间弹了下来, 并且倒挂着与吊绳上的自己来了一个面对面。 他看到此刻的自己已经完全大变样了, 本应该粉色的双眼完全被一双戏长红色的猙獰兽眼给代替。 更特别的是, 自己的脸上同样也裂开几条缝, 里面同样有着兽眼盯着自己。 忽然白灵秒看到面前的自己举起那双掌满指甲的手, 猛地抓住自己脑袋, 张嘴把自己整个吞了进去。 翻转的蛇铃刺破白灵秒的皮肤, 轻而易举地割断了绷紧的绳子。 白灵秒重重地摔在地上,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从脑海深处想起一道剧烈的疼痛让他抱着脑袋尖叫起来。 这种感觉实在太痛了,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疼过。 紧接着, 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二字出现在白灵秒的脑海中。 这是他这个月的任务, 如果完不成, 下场可以自己琢磨。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数字会逐渐增加。 脖子无尽的白灵秒绝望地抬起头来, 向着那漆黑的房梁。 自从成为跳大神的那一刻起, 他的生命就早已经不属于他自己, 连死也不行。 之前的经历让他其实心中有些窃喜, 自己有能力帮上李师兄忙了。 然而这一次, 仙家终于开始露出他们的爪牙。 白灵秒想起了李志玲死前说过的话, 下辈子再也不跳大神了, 实在太憋屈了。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这位前辈说的这句话的含义。 作为跳大神的, 他就是那些仙家的奴隶, 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呜呜, 白灵秒双手捂着自己的脸, 蹲在漆黑的祠堂内大哭起来, 哭声在祠堂内不断回荡。 赏乐的大神听到哭声, 仿佛想起了什么, 用那红盖头下的三张嘴, 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 看了又看。 爹。 不是爹, 是师父。 爹。 李火旺已经纠正的没脾气了, 他现在无比后悔, 自己之前为什么要去那面摊吃面, 吃个面都能吃出麻烦来。 嘎嘎嘎。 一旁鸭笼里的鸭子, 吵得李火旺心烦意乱。 今天又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前往银陵城卖货的人怎么这么多, 把宽敞的路堵得严严实实。 爹。 行了, 闭嘴。 李火旺重新掏出两棉絮, 往自己耳朵里塞得更严实一些。 坐着马车排了半天, 总算是到了李火旺。 当辆出间天丝腰排后, 立即得到了放行。 重新回到繁华的银陵城, 李火旺松了一口气, 驾着马车开始向客栈赶去, 这么长时间总算是到了。 当看到那十字路口处 临时搭起了的土窑子, 李火旺有些困惑。 这是什么? 道士, 今天中秋啊? 你不知道过中秋要打土窑子吗? 和尚帮李火旺解了困惑。 李火旺一抖僵绳后摇了摇头, 我们那没这习俗。 那你那有什么习俗? 我们那什么习俗都没有, 就吃月饼。 当李火旺在客栈安顿下来后, 外面也渐渐暗了下来, 本应该宵禁的银陵城难得解禁了。 灯火通明的方式, 提着柚子灯笼的孩童 让整个银陵城变成了不夜城。 李火旺在客栈等着, 等着拓拔丹青上门, 可当他等来等去, 却只等来了送信的性格。 今日月曦, 为兄要归家陪妻儿团圆, 有事明日晚祥谈。 看到这纸条, 让李火旺顿感气呢。 这间天司居然还要过节的吗? 对于这个巨大的组织, 李火旺又有了新的认识。 他坐在屋内一时间, 眼神有些迷茫, 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也过节呗, 除了过年, 我最喜欢过中秋了。 和尚跑到一旁提醒道, 过中秋? 跟谁过? 跟我们过呀。 红中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李火旺看了一眼面前的四位幻觉, 走到窗外, 对着马厩里正在守车的馒头, 吹了一声口哨。 馒头顿时嗡了一声, 甩着舌头, 兴奋地冲了上来。 叫来小二, 让他给后除定了一桌席, 专门送到屋内来。 银子给的足, 鸡鸭肉样样齐全, 看着桌子底下狼吞虎咽的馒头, 李火旺拿起筷子夹起一块三黄鸡肉, 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鸡肉的味道不错, 可是李火旺却总感觉梅滋没味的, 拿起陶瓷酒壶对着嘴灌下一大口, 不胜酒力的他顿时醉了。 醉熏熏的李火旺举起酒杯的, 摇摇晃晃的对着空中的圆月敬了一杯。 还是当初跟他们在荒郊野岭, 捞铁锅里的面疙大香啊。 爹, 哎, 儿子, 李火旺抬脚对着馒头踢了一脚, 咱们哥仨过中秋。 李火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去的,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看馒头正在匍匐着身子, 对着从自己身上冒出来的黑触手, 呲牙咧嘴, 不断发出嘀吼的威胁。 李火旺弯曲手指对着触手一弹, 那触手瞬间缩回肚脐眼去。 黑太岁, 现在都会自己出来了吗? 这或许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李火旺现在还真不怎么在乎这些。 下去, 盯着马车, 随着李火旺用手对着门口一指, 馒头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走了。 李火旺坐了起来, 重新拿起筷子, 再次吃起桌子上早已经冷掉的宴席。 吃饱喝足后, 李火旺坐在窗边掏出一本书来, 这一次不是再是三字经了, 而改成了更高一级的签字文。 剑号巨缺, 朱称夜光, 果真理奈, 菜重芥浆, 海咸和蛋, 林前雨祥。 念着念着, 李火旺感觉到耳边有了含糊不清的众音, 刚开始很乱, 但是渐渐地开始变得越发清晰。 永乐书贵, 剑里别尊碑, 上和下目, 呼唱呼随。 当感觉到窗外的天色渐渐变暗了, 口干舌燥的李火旺这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他用手摸了摸肚子, 想起之前对付人宵的时候, 黑太岁确确确实实是帮了自己。 想了想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心中为接下来如何跟黑太岁相处, 想好了对策。 虽然黑太岁正在不断占据自己的身体, 可他看起来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既然他没有恶意, 那自己没必要跟对付丹阳子一样对待他。 毕竟当初的自己拼尽一切都要摆脱丹阳子。 而对于黑太岁, 自己非但不能摆脱他, 而且还根本离不开他。 他是在自己身体里的, 两人关系好了,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说不定等熟了之后, 还能劝说这东西停止侵蚀自己的身体。 爹。 李火旺平息了一口气, 用手再次摸了摸肚子, 听着, 你以后叫理碎了, 在找到解决心诉麻烦之前, 咱们尽量和平相处。 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只要帮我, 我也不会不管你, 努力让咱们都获得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 好。 听到对方的回应, 李火旺顿时有些惊讶, 对方都会说好了, 看来这些天的启蒙书没白看, 已经能理解自己能说什么了。 咕咕熟悉的声音, 让李火旺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房梁, 那里有一只鸽子, 正在蹲在那里看着自己。 行了, 等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 你安分点。 李火旺站起来, 把自己的两把剑往身上一背, 向着客栈外面走去。 依然还是老地方, 依然还是人未道声先道。 哈哈, 哎呀哎呀, 酒老弟啊, 许酒未见, 甚是想念啊。 拓拔丹青顶着他那张和善的圆脸走了进来, 跟着他身后的是一排端着佳肴美酒的侍女。 经过这么多次接触, 李火旺已经知道对方套路了, 坐下来就陪着他开始吃喝起来。 不知道是这个人的毛病, 还是其他件件事都一样, 好像不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就不会说话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感觉到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拓拔丹青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腰牌来, 放在饭桌上推了过去。 来来来, 而老弟, 瞧瞧这是什么? 你这次的活干得不错啊, 怕是我过去也没你干这么好。 李火旺举起腰牌一看, 上面那人舞让他顿时感到眼热无比, 自己距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来来来, 一块破牌子有什么好看的, 吃菜吃菜。 而酒老弟啊, 这次的事情咋回事啊? 给哥哥我说说看啊。 这种事情没什么需要隐瞒的, 李火旺把这腰牌塞进怀里, 向着拓跋丹青缓缓道来。 说了事情经过之后, 李火旺紧接着把之前心中的困惑也同样问了出来, 拓跋兄, 那道人人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如此古怪? 嗨, 这有什么古怪的? 那人活久了, 要是没有得到成仙, 那自然就会变成邪碎, 毕竟生老病死乃天地大道, 想行改命逆天之事, 哪有那么简单? 这种事情, 哥哥见多了, 都是一些执迷不误的修士, 强行拿着杨寿丹续命, 最终变成了人肖, 只是没想到动静闹得这么大, 自己是人肖, 人肖海洋人肖真是第一件, 强行拿杨寿丹续命, 最终都会变成人肖, 李火旺顿时感到十分的惊讶, 那这杨寿丹岂不是压根没用了? 也不是, 寻常情况下120个砍, 越接近120, 那杨寿丹的效果就越弱, 过了120呢, 你就要想法子冲散心中的执念了, 要不然强行用杨寿丹织会变成人肖, 各门各派都有法子, 有好有坏的, 不过你别指望别人白告诉你, 他们把这种东西都藏得可劳了, 不过也有一些法子是大家都知晓的, 可大家都知晓的, 那都不好完成的, 就比如说啊, 拿心素的迷惘冲散执念是最简单还有最好的, 听到这话, 李火旺的手指无人察觉的轻微地勾了一下, 可你想想, 那活着的心素多危险啊, 完了, 还要十个防备别人被抢, 这法子说了跟没说一样嘛, 你说是吧, 说到这, 拓拔丹青继续牢牢叨叨地抱怨着, 如同老朋友之间的闲聊, 喝着喝着, 拓拔丹青想到了什么, 用手一拍自己的脑门, 哎呀, 你瞧我这脑子, 二老弟啊, 既然你已经人武, 那去上京点个更吧, 以后你去礼部, 还可以拿杨寿丹去寺内换东西, 那里面不但种类多, 而且啊, 有些东西, 外面的鬼是找不到的, 不过记得啊, 那必须是寺内赚的杨寿丹, 外面的可不顶用, 上京, 一提, 到尖天寺的大本营, 李火旺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无妨, 赚得不多, 等多了再去换, 呵呵, 耳闲地就是不一样啊, 别人知道后, 马不停蹄地往上惊赶, 你反而总躲着, 呵呵呵, 拓拔丹青端起酒杯仰头一抖, 双眼迷力地向着李火旺这边挪了挪凳子, 老弟啊, 既然哥哥都这么熟了, 哥哥问个事情不过分吧, 拓拔兄但说无妨, 他笑呵呵地, 用手指指向李火旺脸上的铜钱面罩, 你为啥总带着这玩意啊, 是不是在后面藏着什么呢, 这时, 红中忽然来到李火旺身边, 这老东西, 自从一来就在试探你, 当心, 这话一出, 气氛顿时有些凝重起来, 李火旺明白, 不管嘴上说的有多好听, 只要自己的身份一暴露, 那一切就完了, 见李火旺不说话, 拓拔丹青顿时用手轻拍自己的脸颊, 哎呀哎呀, 哥哥我多嘴了, 酒后失言了, 而老弟莫怪啊莫怪, 我自罚三杯, 李火旺知道对方这是在以退为进, 如果自己今天不解决了, 之后的麻烦更多, 脑子里各种思绪闪过, 李火旺按着自己的肚子开始干呕起来, 无妨, 拓拔兄想看, 我告诉你便是, 因为我有些东西容易出来, 所以要拿东西封着, 没过一会, 两根黑色粘稠的触手, 缓缓伸了出来, 更特别的是, 那两根触手上还缠着两个双瞳眼球, 这一幕看得拓拔丹青眼角直抽, 行了, 行了, 你赶紧收起来吧, 吃了一口菜压了鸭筋, 拓拔丹青表情有些忐忑地看着李火旺, 而老弟, 你这修的是什么我就不过问了, 可你修得这么杂当真不会走火入魔吗? 李火旺用手指把触手塞进嘴里, 然后再强忍着恶心哽咽了下去, 还行, 精致明亮的古装客房内, 李火旺加了一块酱鸭肉, 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 企图把嘴里那还没消的恶心压下去, 虽然这种感觉很难受, 可能让拓拔丹青减少自己的怀疑, 那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毕竟至少这样弄, 能让他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带着铜钱面罩, 而且通过他脸上的惊讶表情, 李火旺知道自己猜对了, 纵然他这人见多识广, 也没见过谁嘴里常戴眼球的触手的, 轻轻地咪了一口酒, 拓拔丹青心有余悸地开口说道, 贤弟啊, 我瞧着你这是邪修啊, 哥哥我多说一句, 你别见外啊, 邪修的功法能不练, 最好别练, 要不然你真不知道到头来, 究竟是你练他, 还是他练你啊, 李火旺端起酒杯, 在拓拔丹青的酒杯上轻磕了一下, 多谢拓拔兄提醒, 在下自有打算, 有打算就好, 其实啊, 不瞒你说说, 自从我第一眼看你, 就知道你能成大事, 随着拓拔丹青絮絮叨叨说起一些废话, 客房内的气氛逐渐回到了之前, 两人又开始重新推杯换盏, 拓拔丹青越喝越高兴, 当他兴致最高的时候, 表情古怪地靠到李火旺身边, 用那男人都懂得笑声低声说道, 贤弟啊, 哎, 哥哥我让你瞧瞧, 人无比鬼族能多享受什么, 说吧, 他举起双手轻轻一拍, 没过一会, 四个身姿偏丰满的女人, 垂眉顺目的一个, 跟着一个的走进屋内, 就李火旺以为, 这四人是歌女的时候, 四女同时双袖一展, 就这么光溜溜展示在他们的面前, 藏蓝色的青花纹身, 布满他们全身, 让站在那里, 四女如同四尊精致的青花瓷, 而且, 他们毫无例外, 都是小脚女人, 上大下小, 站在那里, 更像是瓷器了, 跟精美的陶瓷不同, 当其中两女款款来到李火旺的身边, 贴着身子给他布菜的时候, 李火旺发现, 这种青花瓷是软的, 是温的, 是滑的, 一举手一台足之间, 净显魅意, 好似给李火旺显白斑, 拓拔丹青用手做出一个喝酒的动作, 那女人当即举起酒杯, 缓缓往自己嘴里倒去, 倒完之后, 那女人垮坐在拓拔丹青的身上, 用那舌头卷曲成落抖贴上去, 缓缓地把嘴中的酒给他度了过去, 心满意足地喝下口中的温酒, 拓拔丹青扭头对着李火旺说道, 二贤弟, 你可这叫什么吗? 这叫皮儿碑, 如何, 在你四旗, 没见过吧? 哈哈, 李火旺有些不自在地, 看两眼身边的女人, 拓拔兄, 我们把这四女叫过来, 不太好说话吧, 拓拔丹青用手搂着她, 得意地向着李火旺说道, 放心吧, 这都是, 我从玲珑塔内特意挑的, 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了的幽灵, 甭管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见说不得, 这种幽灵啊, 丹门就是为咱们这种人养出来的, 说吧, 他嘴巴凑了过去, 又是对着皮儿杯喝了一口, 这一幕看得李火旺, 立即想起了孙宝露那当过美人纸的母亲, 顿时感觉到一阵反胃, 这段时间一直在大梁, 差点忘记, 这地方喜欢把人当工具的变态习惯了, 来啊, 贤店, 你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 不得好好歇歇, 放心, 这都是厮内的正常开销, 那不花白不花, 拓拔丹青站在原地对着李火旺几眉弄眼, 看着两边几乎要挂在自己身体两侧的可怜肉体, 李火旺摇了摇头, 拓拔兄, 多谢了, 但是今日前来只想饮酒, 不想干别的, 看到李火旺不敬女色的样子, 拓拔丹青顿时很是诧异, 哦, 莫菲尔贤弟也跟我一样, 女人玩腻了想玩兔爷了, 也是啊, 毕竟三扁不如一元啊, 我这就去帮你换卷, 李火旺的表情顿时凝重, 声音稍稍大了一些, 拓拔兄, 一日不替师兄弟报仇雪恨我一日心不安, 实在没心思弄这些, 见李火旺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拓拔丹青轻轻一挥手, 让那些女人出去了, 等他们都走后, 拓拔丹青举起酒杯仰头喝下,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而贤弟啊, 你可有意气, 这年头能为了师兄弟赴汤蹈火不多了, 个个都是心怀鬼胎,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亲, 他们杀了我们六位大长老李当如此, 也罢, 既然如此, 那你, 且在这银铃城住下吧, 我晓得你急, 有什么事情, 我先喊你, 行, 多谢拓拔兄, 我敬拓拔兄一呗, 当李火旺一身酒气地回来客栈后, 倒在床上后, 闭上眼睛用指腹一下一下地按压着自己的太阳穴, 跟拓拔丹青这个笑面虎应酬不比, 跟外面交战轻松, 他也不知道对方知道多少, 信任自己多少, 自己能做的, 只有时刻都要保持警惕, 以免被对方发现破绽, 这时忽然想了什么, 李火旺从腰间掏出腰牌, 看着上面的人物自己距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李火旺嘴角微微上扬, 看起来随着自己在监天司的地位提高, 同样也可以调动监天司的一部分力量, 北风活了190岁光听起来就很强, 可是自己未必就需要单枪匹马地去跟左旺岛单条, 摊在床上的李火旺忽然坐了起来, 喃喃自语地说道, 对啊, 既然自己身后有着监天司这么大的靠山, 那不用简直没天理了, 更何况, 他们本身就是死敌, 只要到时候, 挑起他们之间交手, 我才可以愚翁得力, 哈哈, 一声低笑, 让李火旺看了过去, 不出意外的, 又是红中发出来的, 就你这愣头青, 你骗得过谁啊, 还想挑拨离剑, 四喜三元那都是人精, 怕是到时候, 还没等你挑拨, 他们先发制人把你绕进去了, 李火旺这一次, 难得的没有无视他, 你过去不是总说, 我是三元之一的红中吗, 我现在信了, 既然我跟他们都是坐望到的高层, 那我凭什么就不能挑拨他们, 红中听到这话, 表情忽然兴奋了起来, 仿佛想起来什么, 对啊, 这说不定就是红中的计划呢, 把自己的记忆压制下来, 然后偷偷摸摸地潜入监天司, 然后再从那大梯子搞鬼, 对对对,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李火旺同样站了起来, 表情跟着他一样兴奋, 最终两人同时都笑了, 越笑越大声, 可就在那笑声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笑声忽然停了, 两人同时用讥讽的表情看着对方, 李火旺转身来床边, 闭上眼睛躺了下来, 就在一旁的红中的面带 笑意地思索什么的时候, 一旁和尚走了过来, 说道, 你又在想什么歪点, 我可告诉你, 别想害倒是, 他是个好人, 好人, 呵呵, 好人, 当天晚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李火旺睡得很沉, 等他再次醒来之后, 已经日上三杆了, 李火旺打了一个哈欠, 开始穿衣洗漱, 既然拓跋丹青说, 让自己先待在这里, 那自己, 就暂时留在银林城, 再则说了, 自己现在也没别的地方去了, 具体要逗留多久, 就要看拓跋丹青的了, 不过从之前来判断, 应该用不了太久, 吹饼好吃的吹饼, 你嘞嘞嘞嘞, 冰糖葫芦, 磨剪子类, 枪踩刀, 话说那将大将军, 身高八尺, 腰宽四尺, 往一站对着敌营一声怒吓, 爱黑, 顿时其国上千名足兵, 顿时被吓, 胆破而亡, 只见那, 李火旺缓慢迎临城的街道上, 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卖吹饼的, 多少钱一个, 一文钱一个, 您瞧瞧多大个, 我家吹饼便宜又实惠, 买了四个好似开花馒头的吹饼, 李火旺拿在手中一边走着一边吃着, 他走得并不快, 来街上的目的, 就是想让李穗习得四周人的说话声, 之前别人随便说两句爹, 天就记得那么清楚, 这足以证明, 这家伙不止可以模仿自己的声音, 也在模仿别人的声音, 今天他想试试, 如果接触的人够多, 李穗是不是学习更快的一些, 当耳边灵星传来模仿声, 李火旺觉得自己猜对了,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李穗的模仿是全方位接受的, 就连扑腹骂街的脏话也学了进去, 听着那些刺耳的声音,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连忙快走几步, 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站在街道中央, 李火旺看着热闹的四周, 不得不说, 大梁就是大梁, 繁华是真的繁华, 各种东西都有, 而这种繁华的掌权者, 却在使用美人纸皮而背这种东西, 反差不可谓不大, 不过也有可能, 正因为繁华, 才会催生出那些东西吧, 就在李火旺站在人群中感慨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了什么, 表情凝重地抬脚冲了上去, 为了提高速度, 李火旺甚至在人群用上了自己那错位的能力, 左拐右拐之下, 李火旺在一位盯着贬食摊子发呆的男人肩膀上重重地一拍, 你怎么在这? 那人回头有些茫然, 可当他看到李火旺后, 顿时激动地叫了出来, 师父, 吕秀才看到李火旺无比的激动, 几乎就要扑上去, 我问你为什么在这, 吕班主呢? 听到李火旺提起自己的爹, 吕秀才一脸的不屑, 我早烦透他了, 妈的, 要不是老子, 我现在还? 看到李火旺的冷漠眼神, 吕秀才顿时闭上了嘴, 师父, 我现在可是有神通的人了, 我哪能接着跟他去唱血? 我当然是出来闯荡了, 李火旺左右看了看, 拉着他到一旁的贬食摊上坐了下来, 闯荡? 你换洗衣物呢? 你盘缠呢? 你傍身兵器呢? 你就这么两手空空地闯荡, 听到李火旺说这话, 吕秀才咬牙切齿, 眼中露出狠毒的目光, 很是不甘心地说道, 我明明都带了, 可昨天的时候, 不知道被那只畜生给偷了, 别让我给抓到, 妈的, 要是给我抓到了, 行了, 行了, 李火旺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 吕秀才现在给他的感觉, 就像过去隔壁邻居的泰迪狗, 明明弱小的要死, 却有无比的嚣张, 紫岁剑虽然让他的性格突变, 然而性格再变化, 也改变不了吕秀, 依然是一位17岁稚嫩少年, 盘缠昨天被偷了, 那估计一天都没吃饭吧, 掌柜的, 来两碗扁食, 当撒着芝麻跟小虾米的扁食, 送到了吕秀才面前, 他顿时顾不上别的, 恨不得用手抓, 看着被烫得直戏冷气, 却舍不得土的吕秀才, 眉头微皱的李火旺, 声音有些低沉地问道, 我走了之后, 村子如何? 还那样, 用力把嘴里的贬食咽下去后, 吕秀才说道, 大伙都挺好的, 老不死多买了几头牛, 准备明年开春, 把村子四周的田都种上, 他说我们人手不够, 正在为找店户发愁呢, 那苗苗呢? 白姑娘还行, 能吃能睡的, 只是时常有些心不在焉, 李火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手肘靠着膝盖, 闭上眼睛, 双手捧着自己脸用力洗了洗,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这一回功夫, 吕秀才已经吃下了小半碗, 缓解了腹中饥饿, 他那有些唯米的精神头上来了, 师父, 我以后跟着你身边吧, 李火旺果断摇头, 吃完这顿, 我会给你回牛星山的盘缠, 你哪也别去直接回去, 他不可能身边带上一个累赘, 更何况这个累赘非清非故的, 刘盘缠已经人至一尽了, 我不回去, 我回去了, 我大哥肯定要拿拳头, 逼着让我去田里干活, 李火旺单手一抓, 直接揪住了吕秀才的衣领子, 异常严厉地瞪着他说道, 只有你爹才会惯着你, 可我不是你爹, 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够烦的了, 没功夫打理你, 你再给我多说一句废话,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扔街上要饭去, 吕秀才嘴唇抖了抖, 面对着李火旺那严厉的眼神, 最终没敢多说一句话, 回去之后, 别说见过我, 李火旺把手中大拇指大小的碎银子, 拍在吕秀才桌子上, 转身就走, 看着李火旺渐行渐远的背影, 吕秀才表情十分地不甘心, 就在他即将消失在人群中时, 吕秀才对着他背影激动地大喊, 是你当初说要教我神通的, 可你只教了我用剑的法子, 你连剑都不给我留, 你算什么师父, 你言而无信, 看到李火旺回头, 吕秀才当即拿起银子塞进怀里, 做出随时准备要跑的样子, 李火旺手一甩, 五枚发费的铜钱, 如同金钱标斑, 直接射了过来, 直接钉在了吕秀才面前的木桌上, 那是李火旺手中的铜钱件上卸下来的, 虽然只有五枚, 吕秀才用仙兜姿摄影控制, 同样威力不俗, 两清了, 以后别再叫我师父, 他相见故人, 李火旺被这一打岔, 也没有逛的兴致, 转身向着客栈走去, 苗苗, 黑太岁的声音在李火旺的耳边响起, 既然李火旺是你爹, 那你应该叫这苗苗叫娘, 重新恢复一脸嬉笑的红钟, 跳到李火旺身边提醒道, 娘, 当黑太岁这话一出, 李火旺顿时愣了一下, 李岁居然能听到幻觉说话, 哒哒哒马蹄声在银林城的街道上不断响起, 因为下雨的缘故, 路上的人很少, 也让这匹马跑得起来, 骑马人的斗笠抬起, 露出李火旺那双坚定的目光, 他单手拉住缰绳, 把一张纸条从怀里掏了出来, 再次查看着, 这是拓跋丹青给自己的飞鸽传书, 上面字不多, 记相召集, 素来, 银林大牢, 李火旺觉得自己对拓跋丹青已经很了解了, 以他的为人, 给自己交代事情居然不吃不喝, 这组已经证明这件事情的紧急, 这件事情不知道对自己到底是福还是祸,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 好在现在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真处什么事情也无所畏惧, 当踏马鞍翻身下马, 李火旺仰头看着面前的阴森的青砖垒成的建筑, 门口的那些眼中泛着煞气的狱卒证明, 这就是银林城关押重犯的地方, 这些狱卒让他看到了一些兵家的影子, 李火, 刚下马就感觉到自己的要害部位传来轻微的刺腾感, 有人再瞧不见的地方拿暗器瞄着自己呢, 拿出尖天丝腰牌晃了晃, 李火旺抬脚走进那被两尊凶横的石狮子把守的牢狱大门, 刚走进去, 李火旺就看到那拓跋丹青坐在一条长板凳上, 向着自己挥手, 示意自己过去, 儿贤弟, 这呢, 快来, 李火旺走了过去, 向着他身边那人瞥了一眼, 这是熟人, 之前见过一面之缘的蛇刀人宏大, 没等李火旺拱手行李, 拓跋丹青热情地拉着李火旺跟自己坐一条凳子, 儿贤弟啊, 你瞧瞧, 哥哥我多忠意你, 有好差事, 立马就找上你了, 哦, 这次是好差事, 闻着鼻子里阴冷腐臭的气味, 看着四周那牢笼中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犯人, 李火旺觉得这不像是好事的样子, 拓跋丹青兴奋地一拍大腿, 表情眉飞眼舞地说道, 当然是好差事, 因为啊, 这次是对附作旺道的活, 你不是跟那帮骗子有仇吗? 哥哥我特意留给你, 让你报仇雪恨的, 怎么样? 哥哥我对你够意思吧? 李火旺听到这话, 顿时心中一惊, 连忙问道, 还请戏说, 这次的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急啊, 等纪向来了, 让他告诉你, 我们也不知道多少, 端着一杯茶的弘大, 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弘前辈, 好久不见, 当日还多谢你的推举, 要不然, 在下还真进不了尖天司, 李火旺一边向着弘大行礼, 一边心中暗道, 远在上京的迹象居然也来, 这次的差事很危险吗? 对于所谓的迹象大人, 李火旺除了知道这是拓拔丹青的头头之外, 其他一无所知, 但既然在尖天司这种衙门里, 身居要位, 恐怕实力不俗, 这有什么好些的, 反正路是你自己选的, 只要将来出什么事, 别抱怨, 我拉你入了贼窝就行啊。 哎红大,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怎么能把咱们室内比做贼窝呢? 每次干完活, 那杨寿丹没少你的吧? 每年的吃穿用度, 没少你的吧? 今年中秋节, 寺内送的月饼没少你的吧? 寺内连你去窑子的钱都包了, 寺内对你如此好, 你怎么好意思对着这新人之面边排尖天司呢? 行了, 你忠诚, 我大尖陈行了吧? 红大似乎很烦拓拔丹青的啰嗦, 白了他一眼, 转过身子, 拿后脑勺对着他, 看到拓拔丹青手指过去, 又是一顿长篇大论, 李火旺拉住了他, 拓拔兄, 我们今日为何在这牢狱之中一世? 贤弟啊, 你瞧见那边没有? 对, 就是那最里面倒数第二的笼子, 那被关里面的犯人, 也咱们尖天司的人, 等会儿, 他也要一块走。 李火旺诧意地望去, 那牢笼很远, 以他极佳的势力, 也只能看清楚, 躺在稻草中的模糊的高大人影。 就在李火旺打算站起来, 靠近看看的时候, 一声尖锐的公鸭嗓子从身后响起, 优丹青哪, 人都到了呀, 那看起来是咱家来迟了。 嗯? 太贱。 疑惑的李火旺一转身, 就看到一位身穿官服, 顶带花铃的白白胖胖的老年男人。 那抹了白粉的煞白面孔佩那身官服, 再加上那油腻的笑容, 要不是他走得进来的, 李火旺差点以为面前这东西, 是僵尸电影里的僵尸成精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站在那里, 手里抱着一把金蒜盘, 笑眯眯地打量着他们, 这就是迹象了。 李火旺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担心对方看破自己的伪装, 当看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见到这人出现, 破拔丹青仿佛比见到了轻爹还轻, 脖子一缩, 个头顿时矮了一寸, 表情谦卑地连忙迎了上去。 哎呀哎呀, 迹象大人, 您说着这是哪里的话, 哪是您来迟了, 这分明是小的几人来早了呀。 当他双手倾托着这胖太监, 那带着玉班纸的手, 把他迎到了桌边。 一股甜腻腻的香气冲得嗅觉, 敏锐的李火旺微微皱起眉头, 这香气怪得很, 里面还裹着尿骚味。 迹象大人, 洪大您认识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这位酒闲店, 那敖井叫神通端是十分了得, 玄自然消在他眼里屁都不是, 这次的差事, 绝对能帮得上大忙。 迹象重新上下打量着李火旺, 那眼神中的异样东西, 让李火旺浑身不自在。 见过迹象大人, 嗯, 而酒是吧? 我记得你, 小刘子跟我提过, 说你是熬紧交的, 可就是好像脾气不太好啊。 上回一动幕, 把鸭往上进的一窝白莲窖, 全烧死了。 要不是小刘子不追究, 再加上你是丹青的人, 此内本来还想找你要个说法呢。 听到迹象说这话, 拓拔丹青连忙打圆场。 呵呵, 我这贤弟嫌恶如仇, 脾气臭点也是正常啊, 像本事大, 又平易近人的。 那整个寺内, 也只有您记相大人啊。 这记相顿时笑了, 眼睛都瞧不见了。 呵呵, 丹青呐, 咱家就喜欢跟你出来, 那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听的人就是舒坦呐。 就在两人气氛融洽的一唱一鹤的时候, 一旁的弘大, 忽然开口打断了。 记相, 能先交代完事情, 再听这马屁金拍马屁吗? 一唱一鹤的两人听到这话, 脸上同时搭了下来, 就在李火旺以为这记相要对宏大发难的时候, 他却用那戴着金戒指的手对着, 远处的牢笼一指。 丹青呐, 把心之禅师请过来吧。 咱们李李这次差事的章程。 作为新人的李火旺, 默默观察着这一切, 看起来这间天丝的上下级关系,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严。 伴随着吱嘎声响起, 那监牢里的巨大的人影, 从牢房里走了出来。 李火旺仰头看着面前的和尚, 这表情无悲无喜地消瘦和尚, 身体异常高大, 站在那里居然跟一旁无头的蓬龙藤一般高。 和尚双手被穆家捆着, 脚上也被锁链捆着, 可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双手一和, 直接盘坐在地上, 一点也不想要把身上的束缚解开的意思。 行了人都齐了, 那咱家就说说看, 这次差事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在场所有人表情认真起来, 四周的狱卒也纷纷顺着梯子离开了。 记相倾咳了一下, 是,佛谷妙出世了, 那边传来的消息, 是坐望道发财动的手, 也不晓得这帮杀千刀的又想做什么。 发财? 坐望道三元之一, 李火望顿时握紧了拳头, 难怪连待在上京的迹象也来了, 这一次的事情绝对非同一般。 等会儿, 干这事的时候, 我能不能想办法从发财那, 探出北风的情报。 就在李火望思考着, 这种可能性有多少胜算的时候, 迹象的话还在继续。 既然是坐望道的发财, 咱家不说, 你们也晓得, 这次差事的分量, 所以, 这才请了星池禅师帮忙。 其他三人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那高大的和尚, 面对他们的注视, 那和尚一言不发。 星池禅师修的是闭口禅, 发财那些鬼术, 骗不了星池禅师。 所以到佛谷庙后, 你们可要记住一点, 那就是, 星池禅师说的绝对是真话。 这其二嘛, 只要进了庙后, 任何人不得从其他人眼中离开, 哪怕离开一盏茶的功夫, 也要当心回来的人被坐望到做了手脚。 还有啊, 这其三呢, 十年前我跟发财打过交道, 这女人难缠得很, 她嘴里的话别顺着听, 也别反着听, 但是也不能不听。 哦, 不听也不成, 拓拔丹青很是配合, 身体后仰,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嗯, 有时候啊, 你完全不听, 也会入了她圈套了, 最好的嘛, 就是把这女人嘴里的话信三分一三分, 再给自己留三分。 哎呀, 如此难对付的逆贼, 十年前寄相大人居然能逼退她, 我等几人望尘莫及啊, 难对付吧。 哼, 所以啊, 最好的法子就是, 趁着她没张嘴的时候, 直接弄死她。 而酒啊, 我们几人中, 你动手最利索, 所以心痴禅师让你动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动手啊。 遵命, 寄相大人, 可是这位心痴禅师, 不是修的闭口禅吗? 他要如何告诉我? 李火旺早就想问了, 这和尚明明不能说话, 哪怕他不会被发财骗, 也于事无补。 李火旺话音刚落, 一声阿弥陀佛在他脑海中炸响。 平僧慧他心通, 而施主无须多虑。 这声音让李火旺, 想起安慈安的师太们, 他们也有这种能力, 爱屋即屋, 李火旺对这和尚印象好了不少。 行了, 别的一些琐事, 咱们等路上再说吧。 李火旺站了起来, 跟着其他人向着监牢外面走去, 坐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四驾马车。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问, 这所谓的发财长什么样, 既然是坐望道, 那么他长什么样, 完全取决于他想长什么样。 大梁的驿站明显很完善。 在迹象不断亮出牌子后, 每到一处驿站都有专车换乘。 如此的速度, 绝对不是李火旺当初靠脚走能比得了的。 短短两天一夜, 他们已经来到了佛谷庙所在的浪中城内。 夜晚降临, 李火旺掀开车帘刚下马车, 没等他松松发麻的四肢, 就看到远处高过四周, 建筑一节的醒悟庙宇。 记住咱家之前说的话啊, 咱们走。 迹象说着, 抬脚向着远处的庙宇走去。 随着他们靠近那庙宇群, 所有人表情都开始凝重起来, 不知何时迹象手中的金算盘已经开始拨打起来。 这么晚了, 整座佛谷庙居然没有关门, 手拿香火的善男信女不断进进出出, 看起来这座佛谷庙跟当初的郑德寺一样, 香火很是顶上。 当脚踏入门槛的那一刻起, 李火旺的心就悬了起来。 虽然四周全是人, 热闹无比, 可李火旺明白, 这里已经被作望到污染了。 除了他们身边的三人以外, 其他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变成敌人。 其他人很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都不约而同地握住了自己的武器。 迹象手中金算盘还在不断地拨着, 清脆地敲打声让四周的嘈杂声变小了不少。 他们四人的古怪打扮, 明显引来了四周所有人的指指点点, 但是他们全当作没看见。 走, 随我来, 先进前殿。 在迹象的带领下, 其他三人走了进去。 殿内并没有菩萨或者佛祖, 摆在大殿中间接受香客朝拜的 居然是一具通体暗红色五官扭曲的干尸。 这是作望到的干的, 让这些人把干尸当佛祖拜。 握紧紫碎剑的李火旺不由地发问。 非也非也, 此乃肉身菩萨, 本就是佛谷庙供奉的活佛。 心吃和尚恰到好处地提醒道。 肉身菩萨? 李火旺打量着眼前异常恐怖的尸骸, 他忽然明白, 这座庙为什么叫佛谷庙了。 就在这时, 心吃的声音忽然变成异常严厉, 施主快动手。 左三步那跪拜的香客, 杀, 枪。 李火旺又臂猛地发力, 裹着冲天的煞气, 冲到那人身前举剑重重斩下。 削铁如泥的冰刃削在人身上, 仿佛就是划过一张保纸般轻松。 那腥红的血液裹着内脏从缺口喷了出来, 那断成两劫的男人绝望的惨叫没几下, 就不再动弹。 这骇人一幕瞬间让四周相克尖叫得四散而逃, 带着穆家的心吃和尚走了过去, 跪在那尸体面前双手合十念了什么后, 两根手指头捏起地上的人头仔细端向起来。 大师如何? 此人是发财? 还是其他作妄道? 李火旺同样单膝跪地, 仔细端向这具新鲜的尸体, 他不觉得发财会如此轻易地被自己斩了。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平僧认错了。 儿施主, 咱们走吧。 心吃和尚把手中的脑袋一扔, 站起来转身离开了。 佛谷庙内, 李火旺深深地一呼一吸, 努力压下心中对那心吃和尚的冲天的杀意。 他从来没有如此厌恶一个人的存在。 他按照这心吃和尚的指示, 动手杀了一个作妄道。 结果这和尚居然轻飘飘地扔给自己一句, 认错了。 他知道, 尖天思为了完成差事, 可以不在乎草菅人命。 可李火旺却怎么也想不到, 这种事情居然落到自己身上。 就是因为他, 自己亲手杀了一个无辜的活人。 相比李火旺努力克制, 一旁的和尚明显更加地激烈, 他哭着在那直蹦。 他怎么能这样? 他有什么资格当和尚?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和尚气不过, 冲过去对着那带着穆家的心吃, 拳打脚踢。 然而, 他的任何举动, 却只能直接闯过了那人的身体。 你凭什么剃光头? 你不做善事光做坏事。 你不配当和尚。 李火旺站了起来, 向着其他人靠去。 他看向那心吃和尚的目光, 已经由之前的少许善意, 变得极其厌恶。 之前还有一丝疑惑, 作为佛门中人, 心吃为什么会被关在银林大牢里? 现在看来, 把他关在牢里, 简直太轻了。 李火旺明白, 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内讧, 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被作望道黄雀在后, 跟作望道相比, 末世人命的和尚可以往后放了。 但是他依然心中咽不下这口气。 心吃禅食如何? 那人可是作望道。 蛇道人宏大, 率先开口询问道。 飞眼, 平僧认错了。 心吃的声音, 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 听到这话, 拓拔丹青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 心吃大师啊。 你不是, 号称会佛学六通的高僧吗? 这都能认错。 咱们迹象大人日理万机, 可别耽误他老人家的功夫啊。 任凭其他人怎么说, 迹象居然罕见得没有理睬。 他的五官皱在一起, 向着整个大殿打量, 珠光宝气的胖手指, 不断地敲打着手中的金算盘。 李火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异常, 迅速平复自己的心情, 注视着面前这白脸太监。 他手中的算盘, 能找出谁是作望道? 是和尚?找了一会, 迹象敲打金算盘的手忽然一停。 咱们去下一个大殿。 他的话让其他人闭上了嘴迅速跟上。 等来到下一座供奉着舍利子的佛殿内, 迹象依然地快速地打起算盘来。 没过一会, 他又开口说话了。 走,也不在这儿, 去下一个。 迹象的话再次让所有人动了起来, 准备继续向着下一个地方走去。 这一次换地方极其地快, 以至于李火旺有些疑惑, 迹象这样弄, 真的不会有作望道的漏网之鱼吗? 可没等走出这座大殿, 一群身穿僧袍的和尚 在一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的带领下, 带着戒棍虎士单单地缓缓围了过来。 带? 哪来的贼人? 胆敢在本寺内犯杀剑。 站在那家杀老和尚身边的一字梅和尚, 率先发难了。 手握剑柄的李火旺立即回问道, 你们是谁? 你这贼人眼瞎了不成? 我们等当然是这佛谷庙的僧人。 听到眼前和尚说这话, 其他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的星痴和尚。 面前只有人能分辨出谁是作望道。 当看到星痴和尚点头, 其他人这才稍松一口气。 圆滑的拓拔丹青立即上前, 从怀里掏出腰牌, 兼天思办事。 你等速速回房, 任何人不得出来。 僧人听到这话后, 表情瞬间变得很是难看。 不约而同地看向那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 老和尚双手合十, 开口前唱了一声阿弥陀佛。 各位差人, 斗胆问一句, 敢问是因何事来要本寺啊。 最近几日, 佛谷庙内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一事发生。 你们当然觉得风平浪静, 可就在这风平浪静的底下, 整个寺庙都被别人钻得跟头子一样。 回方去, 再出来, 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听到拓拔丹青的严厉威胁, 僧人们分分散了。 就在迹象准备带着其他人 继续向着下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离火望脚下却停了下来。 各位, 你们不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吗? 来这佛谷庙有段时间了, 这里未免过于正常。 坐。 倒明明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存在, 他们为了耍,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只要是他们待过的地方, 绝对不可能像现在如此安生。 别瞎猜, 尖天丝的探子比你想的聪明。 既然他们说这里有作望道的影子, 那肯定是有的。 听到宏大的话, 离火望摇头, 不,我不是说这里没有作望道, 而是说这里的作望道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耍。 他们潜入了这肯定有别的什么目的。 离火望本以为迹象会仔细琢磨琢磨, 然而他的表情却是眉头一皱, 干好你的活就行。 说吧就转身向着另外大殿走去。 怎么回事啊? 看到对方如此反应, 离火望倍感诧异。 这迹象好像知道作望道要做什么一样。 离火望脑海中灵光一闪, 抬脚迅速跟了上去。 在这件差事上, 这老太监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这作望道还没影子呢? 离火望就感觉到这件差事透着一股诡异。 大! 离火望的高靴踩在了干净平滑的大理石地板上。 这一次, 他没有再盯着四周的香壳跟河上, 而是开始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迹象身上。 仔细观察了疑惑, 离火望果然发现了情况。 如果迹象这次的目的是对附作望道, 那不管怎么样, 这太监应该把目标集中在人身上。 可是他却始终地盯着店内的四梁八柱, 他手中的算盘始终没停过, 一刻不停地似乎在算着什么。 莫非迹象在找什么东西? 弄不清他能力的情况下实在不好猜。 离火望的脑海中胡思乱想着。 而施主! 左手五不杀! 一道惊雷忽然在离火望耳边炸起。 听到这话的瞬间, 枪的一声, 离火望紫碎剑拔出半截。 可看着那位跪在蒲团上认真拜佛的女子, 她又把剑重新插回剑锹中去。 抱歉, 晚了。 星池大师, 你确定这次没有弄错吗? 也许尖天司可以为了干活滥杀无辜, 可是离火望始终过不了心中的那道看。 离火望这话一出, 那正在拜佛的小女童身体一缩, 只留一套衣物在原地。 而九, 你为何不听平僧的话? 看着变得跟怒目金刚模样一样的星池, 离火望冷笑一声。 她提到刀走到那堆衣服旁边, 用力插在那黄蒲团上, 伴随着好似小狗般的惨叫声, 烟红的鲜血源源不断地从那蒲团上面喷涌出。 刚刚那东西并没有走, 仅仅只是身体缩的极小极扁, 藏在那蒲团里面。 星池大师, 如果你每次说的都这么准, 我也就不会自己瞎琢磨了。 再一个, 她不想被别人当枪使, 尤其是对方还是个如此恶心的存在。 看到两人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 迹象马上出言阻拦。 行了, 咱家还没死呢。 你们这些小崽子都老实点。 别忘了, 咱家找你们来干什么。 虽然迹象始终都是笑眯眯随和的样子, 但是无论是离火望还是星池, 都不认为她是可以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见她发话了, 也就不再言语。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很快她们在这佛谷寺已经转了半个时辰, 可除了之前那人的埋伏外, 一无所获。 也不知道, 作望倒是早走了, 还是说, 她们在刻意躲着自己。 虽然过了这么久, 可作为领头者的迹象却一点不着急, 反而那双眼睛越来越亮。 这更加坚定了离火望之前的猜想, 这迹象来这佛谷庙内肯定别有用心。 就在她们再次走进一座放满干湿的佛殿中, 忽然迹象的表情开始变得狂喜。 随着那拨算盘的手指开始提速, 变成道道残影, 点点火星子从上面冒了出来。 素来! 迹象按照某种步伐踩着地上的大理石, 当她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绕了三圈之后, 一根柱子上画出来的盘坐菩萨画像诡异地自己动了。 看到这一幕的离火望, 心中更加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之前猜得没错, 这迹象就是过来找东西的。 所谓的清理, 作望倒只是顺带。 随后, 只见那柱子的画像上无悲无喜的佛祖迅速地老化干枯, 没过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具干尸。 干尸的两只手顺着肋骨插了进去, 缓缓地掰开了自己的腹腔。 然而, 当面带喜色的迹象, 仰头向着柱子上的干尸画像看去的时候, 却愣住了。 那画像的腹部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星镯呢? 被人杰族先登了? 可不应该啊, 这地方只有咱家才找得到。 星镯? 听到这个名字中带着一个星字, 作为星塑的离火旺, 格外敏感。 莫非, 还有别的跟星塑一样的, 人形天灵地宝? 如果星塑是迷惘, 那他们的副作用是什么? 就在他刚准备开口, 向一旁的拓拔丹青询问的时候, 一声悠长的闷响, 让所有人同时抬起头来, 看向头顶的房梁。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乞丐打扮的宏大, 忽然开口了, 快走, 这电要塌了。 他这话脱口而出的瞬间, 伴随着一声震战声, 高大的房梁带着上万斤的瓦片, 重重地砸了下来。 一声巨响过后, 重重地尘土飞起, 笼罩了这里的一切。 疼, 这是离火旺的感受。 他现在浑身上下, 哪里都疼, 雾蒙蒙的一片, 让他看不清自己在哪。 他努力想动一动, 却感觉到身上有千斤重, 自己被压住了。 就在他思考着如何脱身的时候, 伴随着瓦砾翻动的声音, 尘土飞扬中, 一个壮硕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当那人扛起离火旺身上的千斤重的主梁后, 离火旺总算感觉自己能动弹了。 他从那瓦片中钻了过, 抖了抖身上了灰尘, 对着那人说道, 多谢了, 拓跋凶。 同样灰头土脸的拓跋丹青, 把肩头上的房梁放了下来。 哎, 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 都是一起, 喝过酒一起, 嫖过的兄弟, 哥哥我, 还能见死不救啊? 没事吧, 其他人呢? 这妙他, 肯定是作望道搞的鬼。 拓跋丹青同样拍打着身上的灰, 离火旺点了点头, 谁说不是呢? 说着, 他悄悄离开拓跋丹青几寸, 保持始终面对着他。 就在两人说话的功夫, 远处的宝物中响起的动静, 一个极其高大的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是心吃禅师。 当他看到站在一块的两人同时, 表情瞬间变得凝重, 粗大的手直猛地对着离火旺一指。 下一刻, 旁边的拓跋丹青仿佛耳边听到了什么, 连连后退, 迅速跟他拉开了距离。 紧接着, 三人乘三脚状站定, 而心吃跟拓跋丹青此刻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离火旺。 这种情况, 离火旺马上判断出, 这心吃和尚肯定用他心通在拓跋丹青耳中说了什么。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离火旺看着拓跋丹青开口说道, 拓跋兄, 你怀疑我是坐翁道可以, 但是你怎么不怀疑这心吃是假的? 少在那骗人了, 坐翁道会他心通? 之前无比热情的拓跋丹青明显变得异常冷漠。 坐翁道怎么不会他心通? 他们任何神通都是偷别人的。 脸色异常难看的离火旺把背后的剑拔了出来。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会这样离剑, 可迹象大人早就算过。 哪怕发财来, 学他心通也要三个时辰, 所以他是真的, 你是假的。 面对无辜诬陷, 离火旺心中的伙食在压不住。 他分明是假的。 就在离火旺用剑指指着心吃和尚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他耳边响起, 那是和尚的他心通。 非也, 贫僧是真的。 也知道耳施主是真的, 可现在贫僧的话是真理, 贫僧说, 谁是假的他就是假的。 什么? 离火旺瞳孔瞪到了极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心吃和尚。 刚当他想了很多可能,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来这里居然会先受到自己人的暗算。 这个时候你内讧, 你疯了吗? 就因为我之前顶了你一句。 心吃和尚嘴角微微一勾后, 又迅速变得无悲无喜的样子。 没错, 贫僧就是这么小心眼。 说完, 他大脚一踏, 跟着拓拔丹青向着离火旺夹击而来。 你这个疯子, 猴得肝胆欲裂的离火旺, 心意横拔出紫碎剑, 向着心吃冲去。 就在离火旺越走越近的时候, 一道寒光从一旁的宝物中刺出, 直指离火旺的脖子。 那是一把生锈的短刀, 握刀的是, 奢刀仁宏大。 离火旺被三面夹击了, 变得异常被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非他们发现了我的身份? 这压根就是给我射的一个局? 枪! 金石之声响起, 离火旺手中的紫碎剑与宏大手中的锈刀重重地撞在一起。 伴随着咔嚓声, 那把锈刀寸寸断裂, 崩裂的刀片纷纷掉转刃口, 向着离火旺的脸上插去。 面对这足以致命的攻击, 离火旺毫无防守打算, 握紧剑柄的右手猛地发力, 打算以命换命般, 把宏大的脑袋砍下。 可就在这时, 一道进风吹来, 星吃已经到了, 他抬起巨大的右脚, 猛地向离火旺身上踩来。 说实实那时快, 一道黑影从离火旺的道袍中钻出, 拔出铜钱剑, 静止向着星吃的脚底刺去。 那是李碎的触手, 他在帮离火旺提防星吃的偷袭。 李碎跟离火旺一身两用, 短时间内硬是顶着这两人不落下风。 然而, 对方却有三人, 两用明显是不够用的。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闷响, 脸上插满刀片的离火旺猛地吐出一大口血, 被一股巨力撞入纳瓦利当中, 激起阵阵尘土。 当感觉自己五脏六腑, 几乎都快要撞一位的离火旺颤抖地站了起来, 就发现自己再次被那三人围在了中间了。 这时刚刚偷袭离火旺的拓拔丹青说话了, 别打他的背, 这坐望道背内穿了假, 硬得很。 离火旺吞咽一口血水, 愤慨地对着拓拔丹青喊道, 拓拔兄, 看看, 我现在身上的触手, 你们心自问一下, 像我现在这样的, 坐望道真的假扮得出来吗? 拓拔丹青看着离火旺腹中那缠着铜钱剑的黑色粘液触手, 眼中露出一丝犹豫。 可当他思索片刻后, 反而抬头对着弘大说道, 奢我一把刀。 一身乞丐打扮的弘中打开自己的衣裳, 从那明晃晃的刀具中挑出一把最长的抛了过来。 如此举动明显是不信任离火旺, 再多说也无意。 解释什么? 把他们都杀光。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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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霸气的女生猛地在空中炸响。 随着一股热气涌上离火旺的脑袋, 他双脚猛地在地上一踏, 向着准备接刀的拓拔丹青冲去。 如果不能被围死, 那么就要先打破这三人的包围, 还没拿到武器的拓拔丹青是薄弱点。 一旁的星吃和尚还要企图冲过来帮忙, 双眼通红的离火旺举起紫碎剑, 直接插入嘴中猛地一划拉, 半个牙床的牙齿连同这半块脸皮都被直接撬了下来。 从裂开的侧脸脸皮中, 可以看到离火旺那暴露在空中血肉模糊的口腔。 随着离火旺深吸一口气, 对着那边猛的一吐带着血色的牙齿从缺口处飞出, 如同仙女散花般向着星吃和尚洒去。 用牙齿逼退了星吃, 离火旺手中的紫碎剑还有礼碎的铜钱剑已经举起, 静直向着拓拔丹青斩去。 拓拔丹青双手交叉,猛地一挡, 他手臂上的绸缎寸寸断裂, 露出下面一串亮红色的核桃串。 伴随着一道极其刺耳的摩擦声, 离火旺手中的紫碎剑重重地撞在核桃上。 令人惊讶的是, 削铁如泥的紫碎剑居然真的被那核桃给夹住了, 这东西不是凡物。 那核桃串轻微抖动着, 仿佛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从中射出数十条阴毒的视线, 定向离火旺的脑袋。 别跟他近身, 这家伙是杨谷的。 许久未现身的红钟忽然跳出来, 对着离火旺提醒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离火旺在心中暗道, 李遂, 动手。 黑色触手缠着铜钱剑镜直向着, 空门大开的胸口刺去。 叮, 得一声脆响。 铜钱剑停在对方胸口, 居然刺不进去了。 衣服破裂, 一个金光闪闪的长命锁出现在离火旺的面前。 刚好僵持的时候, 离火旺耳朵微动, 他听到了身后那心痴冲来的震颤声。 哈哈, 左旺道, 如何? 没想到吧。 看着眼前拓跋丹青那得意洋洋的面孔, 离火旺嘴巴一张, 把刻意留下来的两颗牙齿, 对着他脸上吐去。 坚硬的牙齿瞬间爆开, 碎牙裹着血水盖到了拓跋丹青半身半脸。 哎呀, 一脚踹在他的胸口, 离火旺总算摆脱了三人的包围圈。 就在他刚松一口气, 离开这片倒塌的庙宇时, 刚好跟一个人迎面撞在一起, 那是离火旺。 看着面前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 两个离火旺都微微愣了一下。 而九, 杀了你面前的自己, 那是作王道假扮的。 听到这话后, 离火旺看到眼前的自己表情露出极地的厌恶, 掏出身后的铜钱箭来, 表情恶狠狠地冲了过来。 作王道, 你们这群该死的骗子胆敢冒充我? 受死吧。 一时间, 刚刚摆脱困境的离火旺再次面对两面夹击的处境。 星池刚好冲了过来, 那巨脚如同泰山鸭顶般踏在离火旺的身上。 然而奇怪的是, 站在原地的离火旺却直接穿过了他的脚面, 重新露了出来。 等了星池微微一愣, 他脚下的离火旺缓缓缓潜入泥土之中。 这只是一个假象, 真正的离火旺却早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隐身了。 摆脱了所有人的离火旺, 此时躲在旁边佛寺的房梁上, 表情阴沉地看向原地的四人。 该死! 这座旺盗居然会顿地数! 他看到远处的离火旺, 十分懊恼地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眼中带着警惕的星池走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离火旺, 声音在其他两人的耳中响起。 当心, 此人是座旺盗! 这话一出, 没等其他两人反应, 原地的离火旺顿时瞪大了眼睛。 星池大师, 假如我是作妄道的话, 那岂不是刚刚那人是真的? 既然他是真的, 那你干嘛诬陷他? 合着真假, 你都要杀? 我不就对了你一句吗? 这么小心眼, 你到底行不行? 该不会又认错了吧? 离火旺后退半步, 异常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星池。 这话顿时让刚准备动手的拓拔丹青 跟红大停了下来, 把目光投向了星池河上。 星池脸色变了变, 似乎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站在房梁上的离火旺看到这一幕冷笑一声,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跟自己是生死大敌的作妄道, 居然还能有帮到自己的一天。 面对作妄道的反驳, 星池似乎在辩解什么。 但是离火旺没有在听, 星池抱丝绸的举动, 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已经能想到, 作妄道会如何用自己的身份耍他们了。 但是相比看对方吃亏, 现在最重要的是,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仔细琢磨一番后, 离火旺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件差事太危险了, 不管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在对付我。 现在这种情况, 与其继续搅在一起, 倒不如先置身室外再说。 先等他们打起来, 我再出来, 黄雀在后。 在这鬼地方, 什么人都信不过人。 唯一信得过的, 只有我自己, 至少我不会骗自己。 再看了一眼, 远处重新聚在一起, 逐渐走远的四人。 隐身状态的离火旺, 抓着瓦片翻身下凉, 缓缓地跟了上去。 他看到那其他三人, 正在跟伪装成作妄道的自己不再争论了。 星吃应该是吃哑巴亏了, 只能被迫承认那作妄道是真的。 不过看星吃的警惕举动, 他应该在时刻戒备这作妄道。 暂时搁置了身份猜疑, 此刻他们四人似乎寻找着什么。 离火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他们在找迹象, 从佛殿倒塌之后, 那拿着金算盘的迹象就不见了, 这很不对劲。 既然要找的东西, 既然没了。 那迹象现在会去哪呢? 看到那四人开始向着一旁侧殿走去, 离火旺迅速加快步伐跟上。 可就在离火旺刚准备进去的时候, 一只手拍在了离火旺的肩膀上。 离火旺瞬间冷汗都下来了, 自己明明是隐身的, 居然还有人能看见自己。 他握剑当即一转身, 一位书生打扮的男人站在自己身后。 华,书生手中的折扇打开, 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四个毛笔大字, 天生我才。 你叫二九对吗? 好生奇怪。 你这五行,火跟金还在, 可为何剩下的三行不见了? 离火旺眉头紧锁盯着眼前这来历不明的人, 心中的警惕性提到了顶点。 在此刻诡异的地方, 这人的身份有太多种可能, 最大的可能就是作望倒在故弄玄虚。 也许更坏, 这个人就是那只见其人不见其名的作望倒, 他心中打定主意。 只要这人一有一动, 直接来招大的。 你脸上插着刀不疼吗? 要不拔下来吧? 而且, 那是射刀人的刀。 你射了他的刀, 他会夺你食运的。 随着书生一挥扇子, 离火旺脸上的生锈刀刃, 纷纷拔出, 紧接着又是一扇, 离火旺脸上的伤口迅速粘合在了一起。 书生刚一动, 离火旺的手中火帘已经贴在了皮肤上。 你到底是谁? 离火旺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问道。 看到离火旺眼中深深地警惕, 书生叹了一口气停下了下来,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几夕, 这书生重新开口了。 罢了, 小生那还有点事情, 就先走了。 你既然加入尖天司, 那自己要好好活着吧。 有时候, 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说着, 书生弯腰蹲下, 从怀里拿出一个黑色纺锤, 放在地上。 小生给你留点东西吧。 这东西, 比你脸上的面罩有用。 放完后, 书生也不做别的, 暂许地向着离火旺点了点头后, 转身就向着佛谷寺的外面走去。 后会有期了。 而久, 小生诸葛约, 要是碰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记得来西海的信岛来找小生。 虽然能力有限, 但是能帮小生, 还是尽量会帮的。 书生走了。 离火旺站在原地没动。 这书生跟自己的感觉古怪。 等他仔细地想了很久之后, 才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那是在这个世界极其罕见的善意。 这种直接表达出来的善意是第一次。 他只在幻觉那边感受过, 哪怕就是静心失态也没有过, 因为失态始终都是把善意埋在心里。 短暂疑惑一会后, 离火旺用力摇了摇头, 眼神坚定下来。 不对, 那书生肯定有鬼。 不能被他绕进去, 我吃的亏已经够多了, 绝对不能再掉到同一个坑里去。 离火旺瞥了一眼地上, 缠着黑线的纺锤, 转身向着旁边的侧垫走去。 今天这件差事, 发生的事情遇到的人, 都让离火旺感到十分的别扭。 但是具体哪里别扭又说不上来, 仿佛是物理看花一样, 始终隔着一层看不清。 等离火旺再次走入偏垫之后, 顿时愣住了。 刚当的四个人, 旁边又多了一个星吃和尚, 还有一个宏大。 看着他们站在那里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离火旺笑了, 有点意思。 离火旺拍了拍身上灰尘, 整了整身上的道袍, 把剑插入剑鞘, 抬脚迈过侧垫的门槛, 加入了他们。 看到离火旺走了进来, 里面的离火旺瞪大眼睛一拍脑门。 好吗? 又来一个。 此人才算真的而久。 此人是假的, 他是作妄道。 两个星吃和尚同样用他心通 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离火旺在那两个星吃和尚身上打量着, 一时间竟然分不清, 到底哪个是作妄道假扮的, 哪一个是陷害自己的真和尚。 一时间店内吵成一团, 当星吃多出了一个来后, 鉴别真伪的再作用就失效了, 也没有人能分辨出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好几次都到了大洞干戈的时候, 可在其他人的劝解下, 总算是没有到动手的地步。 离火旺此刻反而是其中最无所谓的那一个, 他不用辨别真假, 他就是过来看戏的。 什么时候等他们正出一个胜负来, 才是自己动手的时候。 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切, 离火旺嘴角微微上扬, 他会有些能理解作妄道的想法了。 当事情跟自己无关紧要的时候, 这一幕真的很有意思。 够了, 一声愤怒的公压嗓子, 让所有人都停下了嘴, 扭头向着垫口看去。 那是迹象, 他手中提着一个干缩成 只有一半大小的脑袋走了进来。 他那稀松的眉毛被气得一抖一抖的, 表情异常的难看。 他走人群面前, 打亮着眼前的两个相同的离火旺, 两个相同的宏大, 两个相同的星吃和尚, 注视着他们迹象举起手中的人头, 缓缓张嘴说道, 你们还耍什么耍? 这是发财的脑袋! 发财早就死了! 这句话, 瞬间让在场所有人如坠冰枯。 发财, 三元之一的发财, 就这么死了。 那杀他的人到底有多强大? 作妄道之一的发财死了, 被人杀死了。 难道, 离火旺的脑海中, 瞬间想起, 之前那书生诸葛约的影子? 可能吗? 这怎么可能呢? 抢星拙的, 不止你们作妄道一家。 现在你们告诉咱家, 星拙是被谁拿走的? 这话一出, 迹象气场瞬间不一样, 他那双眼睛, 几乎要瞪得从眼眶里跳出来, 脸上抹得白粉寸寸军裂。 他死瞪着面前, 三对模样完全一样的双胞胎。 然而整个店内鸦雀无声, 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的询问。 不说是吧? 行, 那都跟着咱家回上京。 到了皇城脚下, 我看你说不说。 迹象把手中的人头一扔, 很是气愤地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 谁都不敢耽搁, 连忙跟上, 生怕被别人认成做妄道。 马车坐不下那么多人, 剩下的人纷纷上马, 跟着迹象的马车, 向着上京方向赶去。 马背上的离火望心中着急, 他只有这铜钱面罩, 要是不顶用去上京被别人认出来怎么办。 然而很显然, 有人比离火望更着急, 替他解决了这个麻烦。 忽然一位骑马的离火望翻身下马, 直接钻入旁边树林中。 他离开的瞬间, 另外一位宏大, 还有星池和尚, 也同一时间跳开了。 下一刻, 车顶猛地破开, 迹象手拿筋算盘, 率先向着一位坐望道冲去。 你们去把剩下的两个抓回来, 咱家要活的。 刷的一下, 刚刚还聚在一起的众人迅速散开, 纷纷向着逃跑的坐望道追去。 迈着大步狂追的星池, 连忙向着远处赶。 他个头很大, 在这树林里很不方便, 追得也是最慢的。 忽然他耳朵微动, 脑袋微侧, 躲过一道寒光。 可紧接着, 星池感觉到自己身体一颤, 居然飘了起来。 感到剧痛的他低头看去, 发现一只布满锋利骨刺的手臂, 静止地插进了自己的肚子。 这到底, 星池嘴巴刚张开, 顿时瞳孔微缩, 自己说话了。 就在此时, 一条红绳缠着一枚枚的铜钱, 绕过他的脖子, 瞬间勒紧。 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在星池的耳边响起, 你心眼小, 我心眼也不大。 红绳跟铜钱很细, 随着离火望猛的发力, 直接就勒入了血肉之中。 重伤的星池嘴巴张开发出颗嗨嗨的声音, 拼命地伸出手来不断向后抓闹着。 可哪怕把手被挠得血肉模糊, 他依然无动于衷。 离火望额头轻轻抱起, 咬着牙把手中的铜钱线, 死死地向着星池的脖子里勒去。 一根根触手, 从离火望身体各处钻了出来, 把星池的四肢牢牢缠住。 星池越挣扎越厉害, 当到达最顶点的时候, 他身体死死地崩直后, 忽然软了下来, 他死了。 离火望一甩铜钱剑柄, 那埋入星池手中的铜钱绳迅速地缩回来, 重新变成剑身。 一甩血, 离火望刚把铜钱剑背在背上, 弘大从一旁走出来, 看着眼前浑身黑触手如动的离火望。 看着面前这意外出现的人, 离火望眨了眨眼睛, 用手指向一旁星池和尚的尸体。 此人是坐望道。 弘大看了一眼那五官扭曲的星池和尚后,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可寄向大人说, 这坐望倒要抓活, 你为何杀了他? 你这样我很难办啊。 手里没分寸, 实在抱歉。 离火望拿出腰间葫芦一甩, 葫芦嘴张开猙獰尖牙, 把一大堆羊兽单吐了出来。 弘大一甩那宽大的袍子, 好似麻袋般把所有羊兽单全部罩住, 紧接着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年轻人难免失手, 也是正常, 反正还有其他两个, 寄向大人不会怪罪的。 离火望听到对方说这话, 浅笑着点了点头, 浑身的触手, 缓缓如动地缩了回来。 咱们走吧, 赶紧去抓架一个。 弘大说着, 转身离开了。 离火望忽然有点了解, 尖天司同事之间的关系了。 尖天司只是他们转外快的地方, 他们并不是同事关系, 顶多称得上点头朋友。 办差事的时候, 使绊子跟合作, 完全看有没有足够的利益, 还有彼此的关系。 当离火望跟弘大, 带着另外一位作王道回来时, 就看到拓跋丹青跟迹象 已经提前回来了。 地上满是血, 被这血水包裹的, 分别是一张人皮, 一副骸骨, 还有一身肉。 看着拓跋丹青捂着嘴恶心的样子, 这应该是一个人 被硬生生地折磨成这样的。 迹象表情凝重地背着手来回徘徊, 嘴里还时不时地念叨着什么。 拓跋凶? 怎么了? 离火望走到拓跋丹青旁边问道。 迹象大人, 从那抓回来的作王道嘴里逼问出一个名字。 诸葛渊, 听完之后就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诸葛渊? 真的是他杀了发财? 离火望瞳孔瞬间缩到了极小。 对方跟自己说过的寥寥无几的话, 在离火望耳边不断重复。 尖天司, 作王道, 现在又加入一个诸葛渊。 既然作王道跟尖天司没有拿到星镯, 那星镯肯定是他拿到了, 这人到底是谁? 徘徊的迹象忽然停下, 表情凝重地看向其他三人。 咱家问你们啊, 去那佛古庙时, 你们有没有感觉古怪的地方吗? 是否有人做出一些可笑, 但又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任离火望重新想起那佛古庙的经历, 眉头逐渐皱起。 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祭乡大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诸葛渊是谁? 离火望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自己似乎掺和进一件很大的事情当中来了。 祭乡却没有回答什么, 表情焦急地喃喃自语。 我早该猜到的, 这肯定是诸葛渊的神通, 没错, 就是他, 连他都来抢星拙, 这天下怕是要变天了。 徘徊了一会后, 祭乡直接翻身上马, 里都不理其他三人, 快马加鞭地离开了。 祭乡大人, 祭乡大人, 呼喊无果的拓拔丹青, 有些无奈地转过身来, 看向离火望跟宏大。 回吧, 哎, 这干的是什么事, 怕是没报酬拿了。 等拓拔丹青同样骑着马离开, 宏大看向离火望, 一块走。 多谢, 但是不用, 我喜欢独行。 听到这话的宏大点了点头, 翻身骑马离开。 就在四周都没有活人后, 离火望等了一会, 扭头向着佛谷庙的方向走去。 佛谷寺中一片哀声遍野, 和尚们跟乡客们就圆着因为庙塌而波及的伤者。 更多人的自发性地去整理那倒塌的佛庙, 手忙脚乱地把一些压在下面的肉身菩萨从里面拖了出来。 惶恐不安的人群中, 谁都没有注意地上已经滚到墙角的黑色纺锤。 两把带着血迹的尖锥伸了下来, 好似筷子般夹起那无人问津的纺锤。 眉头微皱的离火望细细打量着, 之前诸葛渊送给自己的东西。 这纺锤是用一根腊黄, 两头大中尖窄的老骨头做的, 看上面的划痕似乎有粘头了。 一根根极黑的丝线, 致密地缠在上面形成线团, 让整个纺锤变得名副其实, 像一根没有把手的锤头。 这东西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在离火望的脑海中冒出, 紧接着又是第二个问题, 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他的脑海中再次冒出诸葛渊当初对自己的善意, 如果说杀了发财的人是他, 那他的实力应该远在自己之上才对, 如果想对付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反手之力。 离火望拿用型的锥子夹着这骨纺锤, 坐在一旁的台阶上, 从头开始整理头绪。 首先可以肯定, 从那死太监得知诸葛渊名字时, 大惊失色的态度可以看出, 诸葛渊应该是来自某些另外的势力, 并且这股势力很强, 至少比之前的郑德四还有安慈安要强。 这件事情起因就是因为做妄道, 肩天司还有诸葛渊, 这三方抢夺新卓引起的最后的结局已经知道了, 诸葛渊杀了发财绕过迹象, 最终抢到了新卓, 成为这场事件的胜者。 在这鬼地方这么长时间了, 李火旺是知道肩天司分量的, 如此的存在居然会忌惮诸葛渊, 他真的很难想象诸葛渊有多么强大。 而且还有这诸葛渊的能力, 虽然那诸葛渊一身书生打扮, 但是区区一书生, 能解决得了作妄道三元之一发财。 李火旺想起了之前, 即将问过自己那句眉头末尾的话。 咱家问你们啊, 去那佛谷庙时, 你们有没有感觉古怪的地方吗? 是否有人做出一些可笑, 但又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这是他之前说的原话, 什么叫可笑又合乎情理事情? 这跟诸葛渊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把他吓成那样? 李火旺闭上眼睛, 重新把在这佛谷庙的事情 统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如果能称得上可笑, 但又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那就是, 星痴忽然诬陷自己是作妄道了。 星痴可能是小心眼, 但是在时刻都要被作妄道偷袭的情况下, 依然要对自己动手, 怎么看有些怪? 而且还有之前, 当冒充自己的作妄道出来的时候, 星痴完全可以说, 这个李火旺是另一个人同伙, 两个作妄道在眼双黄, 可是他却并没有说, 反而跟一个矛头小子一样, 半点都没有辩解, 居然就这么算了。 坐在阶梯上的李火旺, 一寸一寸地整理着, 然而却越想一点越多。 这就是诸葛渊的能力, 他能在别人察觉不到的情况下, 改变一个人的举动。 这是什么神通? 空心术吗? 李火旺胡乱猜测着。 等等, 既然他能控制别人, 那之前他为什么不对我用? 如果他真的有这种特殊神通,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完全没有必要跟自己废话, 想干什么, 直接控制自己去干就行了。 除非, 李火旺的瞳孔微微一缩, 心跳快了一拍, 除非他什么目的都没有, 想到这李火旺又再次低头看向面前的纺锤, 那他到底为什么给我这个? 难道他心善? 看我可怜, 想帮帮我?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符合逻辑, 这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人。 我不信, 他肯定对我另有所图。 就在这时, 一旁的和尚幻觉从旁边走了过来, 表情古怪地说道, 道士,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我当和尚不就是为了做好事啊? 而且, 那静心师太不是好人吗? 听到这话的李火旺, 站在原地想了很久, 一直想到脑袋发胀, 都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 李火旺用力晃了晃头,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早已经习惯了恶意, 现在的李火旺更畏惧善意。 他宁愿之前诸葛渊跟其他人一样, 干脆直接对自己动手, 不管最后是死是活, 至少那样自己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纠结。 那摩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 老那有礼了。 李火旺一抬头, 看到眼前一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 面带慈悲地站在自己面前。 施主, 我知晓做大事不拘小节, 也知间天思志向高远, 但还请不要再。 曾沙涅了, 因为你们本庙已经有五位佛门弟子圆寄了。 双手合十的老和尚对着李火旺跪了下来。 看着他脑袋上的九个结巴, 李火旺撑着膝盖站了起来, 转身向着佛谷庙门口走去。 又是一个好人吗? 也许吧, 但是我还是信不过。 当走出佛谷庙的时候, 李火旺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对策, 与其待在这里胡乱猜测, 倒不如想想从迹象身上问出点什么, 这诸葛渊到底什么来路, 那老太监肯定知道, 弄清楚了这人的来历, 再想想如何处置这纺锤。 李火旺低头, 用来那放行具的牛皮包里, 把这纺锤牢牢裹了起来, 翻身上马。 哒哒哒带着马蹄铁的马蹄不断地起起落落, 把地上的烂泥带起又落下。 冰冷的雨水劈啪啦打在马背上, 同样也打在李火旺的脸上。 李火旺抬头看了一眼头顶阴沉沉的天, 紧接着继续看着面前越发泥泥的吐露。 来之前是坐马车来的, 不怕下雨偏偏万里无云, 可等骑马回去的时候, 这天跟漏了一样, 一刻都没停过。 此刻已经是深夜了, 又是下雨天, 本不应该架马, 可这种环境停下站着, 被雨林更不行, 李火旺现在需要尽快找到一个能避雨的地方。 当看到一个易字的旗子在雨水的冲刷下, 左右摇晃的时候, 李火旺眼中一亮, 左脚一踩马鞍, 翻身直接下马, 闯了进去。 驿战是大量国内供传递军情, 还有官员途中食宿, 换马的场所。 当满嘴哈欠的义官, 踢着灯笼打开门时, 就看到对到他的脸上的尖天丝腰牌。 半梦半醒的义官, 顿时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彻底清醒过来。 没过一会, 马夫醒了, 牵走李火旺的马, 当亲爹一样供着。 厨子也醒了, 驿战内能拿得出手的菜肴, 全被端到了李火旺的客房内。 嘿嘿, 大人,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义官脸上的产笑, 让李火旺想起了自己的上司。 去睡吧, 没事别靠近我的屋子。 那您就请, 小的先告退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吆喝一声老屋头就行, 小的随叫随到。 嘎吱一声, 门关上了, 当李火旺把门栓放好, 从包里拿出被雨水淋湿的干粮啃了起来。 馒头没在, 他不敢随意吃着外面的东西, 防人之心不可恶。 哪怕这是在梁国的驿站内。 吃着吃着, 李火旺忽然停了下来, 看向自己的正在结痂的手背, 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借着烛光仔细查看, 李火旺才发现, 那似乎是一条非常纤细的黑色触手, 他好似蚯蚓般在血管中不断蠕动着。 李碎的触手顺着血管已经到达手背了, 这还是之前没有过的事情。 我说什么来着? 你瞧, 征兆已经出来了, 这才刚刚开始, 这黑太岁会一步一步沾满你全身上下的经脉。 到那时候你就是死定了, 大罗神仙都就不回来。 按我说的做, 赶紧把给黑太岁扔了。 李火旺嚼着嘴里泡发的吹饼, 冷漠地盯着说这话的红钟。 爹。 李碎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声爹中带上了一丝委屈跟彷徨。 李火旺视线收了回来, 把剩下的干粮放回袋子, 直接吹灭了蜡烛, 连洗漱都懒得洗, 直接躺在床上。 他已经很累了, 几乎后脑勺刚挨到枕头, 就进入了梦中。 听着窗外的噼啪下雨声, 李火旺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昏昏沉沉中, 李火旺忽然被一阵强烈的恶心给弄醒了。 怎么回事? 李火旺走到自己包裹旁, 拿出水葫芦就要喝水。 可刚张嘴, 水还没有倒进去, 几根触手反而从喉咙处钻了出来。 干什么? 回去! 李火旺不说还好, 一开口, 更多的触手从里面钻了出来。 李碎! 你在干什么? 李火旺在脑海中狂喊, 爹, 你不死! 随着李火旺拱着腰一阵呕吐, 由大大大小小如动触手形成的李碎裹着粘液, 直接吐了出来。 他如动着触手, 迅速钻入了床底下去了。 艰难地咽了一口带血的口水, 很是烦躁的李火旺瞪了红中一样。 你不说话, 能死吗? 说完, 他转身向着床边走去, 可刚走到一半, 李火旺表情痛苦地捂着脑袋。 四周的一切开始迅速变化。 等他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 刚刚站着的自己已经躺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 李火旺错愕地向着四周看去, 自己还在那桥洞底下, 只是这里看起来比之前脏得很。 又回来了李火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转过身来平躺在地上, 看着拱桥底部的蜘蛛网。 唯一庆幸的就是, 这边再也没有母亲跟杨娜了, 自己也不用刻意纠结什么真假, 只要安静等着时间过去就行。 李碎现在认字越来越快了, 已经能理解红中在说什么了。 不过,我得教教他。 有些人嘴里的话不一定是真的。 衣衫褂褂浑身污垢的李火旺躺在桥洞里, 看着头顶自言自语地说道。 哒哒哒,脚步声从桥洞口响起, 他记得那是欢欢的声音。 李火旺侧头看去, 就看到那背着红书包的可爱小姑娘双手捧着烧满, 有些不安地站在那里。 他看起来比之前高了一点点, 衣服也换了, 唯一没换的是他脑袋上的樱桃发卡。 欢欢,不用给我送吃的了, 我饿不死了,如果饿死了更好。 李火旺的话让欢欢顿时瞪大了眼睛。 叔叔, 你能认出我来了? 你已经好久都没有认出我来了。 无声地笑了笑, 他站起来向着那小姑娘走去, 这一次欢欢难得的没有跑, 很是不安仰头看着李火旺。 李火旺接过他手中袋子里的五个烧满, 放进嘴里。 之前在幼儿园的那次, 对不起了, 你也知道我是精神病, 有些时候我分得不是很清楚。 看到李火旺吃了起来, 欢欢甜甜地笑了, 紧接着随着他摇头, 两侧的双马尾辫也开始左右摇晃。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也不是专门要伤害我的。 李火旺举起手来, 想要拍拍他的小脑袋, 可看到自己那肮脏的手掌, 想想还是算了。 多谢你的烧满, 你记得以后别给我带吃的了, 我发疯的时候, 有可能会伤到你。 刚说到这, 李火旺愣了一下, 自己为什么要在这废话, 这明明只是幻觉罢了。 嗯, 我知道了, 叔叔再见, 我回家去了。 欢欢给了李火旺一个大大的拥抱, 转身离开了。 李火旺走到桥洞边缘, 站在阴影下, 看着那在阳光中奔跑的娇小背影, 眼中露出一丝暖意。 自己在那边十分忌讳的善意, 在幻觉这边反而到处都是, 如果让他选的话, 真的想把这边当成真的。 就在他刚准备转身重回桥洞的时候, 远处拐角一个正在抽烟, 脖子带着大金链子的胖子, 立即让他表情一宁。 他那时不时向这边偷看的猥琐眼神, 让李火旺眼中的暖意迅速变成冷意。 他想对欢欢干什么? 李火旺立即响起一部叫《溯源的电影》, 这让他脸皮抖了抖。 哪怕就是在自己的幻觉中, 自己也绝对不会让那种恶心的事情发生。 左右看了看, 他从旁边河里捞起一块衬手的鹅卵石, 向着那胖子摸了过去。 就在那胖子刚一转身, 看到李火旺的刹那, 李火旺手中的石头已经对着他的脑袋拍了下去。 等那头破血流的胖子被手上的剧痛给腾形的时候, 已经被李火旺拖到阴暗的桥洞深处。 当他低头看到, 一把碎玻璃扎穿了自己的左手手掌, 顿时腮帮子颤抖地惨叫起来。 李火旺一拳头垂在他的胸口, 顿时让这胖子的惨叫戛然而止, 半天喘不过气来。 叫什么叫? 我还没开始呢? 等看到那胖子回过进来, 李火旺冷漠地盯着他。 说说吧, 你盯着那小姑娘想干什么? 那胖子听到这眼泪都要下来了, 表情无比地委屈, 我哪盯着那小姑娘了? 我明明盯着的是你啊。 对方的话让李火旺始料未及, 他错愕地看着面前这带着大金链子的胖子, 他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盯着我? 我有什么好盯的? 畏惧地看着那染血的碎玻璃, 胖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不知道, 是我一个远方表哥让我盯着你的, 说一个月给我两千五百。 我当时觉得盯着一个疯子, 一个月有两千五百, 偷懒也没老板雕, 还能打游戏, 比进电子场好多了, 然后我就接了。 李火旺伸出手往他那金项链一拽, 马上感觉到不对劲, 他摸过金子, 比这众多了, 这是假的。 这胖子嘴里说的八成是真的, 他只是一个被别人派过来盯烧的。 胖子脸上露出一丝讨好的笑脸来, 这是我地摊上花30块钱买的, 王志龙都两个月没给钱了。 李火旺眼神有些茫然起来, 这幻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是谁派人来盯着我? 李火旺用力晃了晃脑袋, 呼吸有些急促地喃喃自语地说道, 不,这都无所谓, 这里都是幻觉, 幻觉有什么逻辑可言, 我不需要也不在乎这里发生了什么。 李岁! 李火旺转过身来, 对这四周的一切大声喊道, 李岁, 完够了没有?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店, 赶紧给我回来。 既然已经放弃了, 那就没什么还需要在意的了, 他不想继续在这幻觉中待着了, 他想回去, 那边的事情还有一大堆呢。 看着面前李火旺的异常举动, 那被捆着的胖子顿时被吓得都快要尿了。 已经盯了这么长时间, 他可知道这人不是装的, 这人可是实打实货真价实的疯子, 而且据他所知, 这疯子之前还砍过人。 胖子一边拼命挣扎地往后挪, 一边喊道, 不关我的事啊, 我就是一干活的。 是大龙那小子说的, 如果你身边凭空变出点什么东西, 就让我立马打电话通知他, 你要找麻烦找他去。 正在呐喊的李火旺瞳孔微微一缩, 扭头缓缓看向了他, 你说什么? 李火旺走过去, 一把把他从地上直接揪了起来, 死瞪着他满脸的肥肉说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大龙是谁? 为什么能知道我可以凭空变东西? 刚刚还异常荒诞的一切, 居然开始变得有逻辑起来了。 这种莫名浮现的逻辑让他有些害怕。 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手机有他电话, 你拨给他, 我帮你把他引过来。 李火旺拿出这胖子的手机, 通过面孔解锁后打开通讯录, 找到一个昵称叫大龙的人拨了过去。 喂龙哥, 你快来啊。 那疯子变东西了, 跟变戏法一样, 一个劲地往外掏呢。 对对对, 有金子。 煞有其事地说完后, 胖子面带七分恐惧, 三分讨好的看向眼前的李火旺。 哥, 他说他一会儿就到, 让我给你骗过来了, 你可以把我放了吧。 李火旺把手机扔进一旁湍急的河水中, 脱下胖子的袜子揉成团, 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 看起来所谓的大龙并没有距离多远, 没过一会, 李火旺就听到外面的刹车声。 当三的男人拿着各种东西, 匆匆来到桥洞, 一位寸头满脸横弱的男人, 意外地看向桥洞深处, 被自己皮带鞋带捆住的胖子。 等他们冲过去, 手忙脚乱地把胖子解开。 王志龙用力晃着他问道, 李火旺呢? 还没等那张嘴说话, 一道黑影滑的一下, 从旁边河水中钻了出来, 手中握着鹅卵石狠狠地向着一个男人的脑袋上砸了过去。 那人慌张地一躲, 石头砸在他的锁骨上, 那地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肿了起来。 然而, 这仅仅只是开始。 面对李火旺的偷袭, 这些人完全没有防备。 似对异居然被逼得节节败退。 妈的, 老子跟你拼了。 一位矮冬瓜男人心一横, 掏出一把匕首, 捅进了李火旺胳膊。 捅到了人, 那男人顿时有些慌了神, 下意识松开匕首后退一步。 下一刻, 李火旺毫不犹豫抓住把柄猛的一把, 直接插入对方的胳膊, 凄惨的惨叫声在桥洞内回荡起来。 紧接着, 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李火旺拔出带血的匕首, 无比骇人的一幕, 王志龙很显然慌了。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如此恐怖。 此时他想跑, 可面对有武器的李火旺, 现在跑已经是来不及了, 一脚踹在他背上, 让他结结实实吃了一个狗啃泥。 很快, 四个人男人, 被自己的鞋带跟裤腰带捆住了四肢, 如同带带仔的猪一样, 躺在地上。 李火旺揪着王志龙头发拖到河边, 对着浑浊的河水就按了下去, 一直按照对方剧烈挣扎后, 再猛地提起来。 如此往复几下, 王志龙的命都要去了大半。 当再次提起来后, 李火旺看着他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能变东西的? 眼神有些呆滞的王志龙, 声音非常虚弱地断断续续地开口了。 我偷偷打听到的, 你还干了什么? 李火旺手一放, 王志龙的面孔距离水面只剩几厘米, 窒息的恐惧顿时让他嘴里的话说得飞快。 我听说你有特异功能, 能凭空变出金子来。 所以就动了歪心思, 找关系, 把你从医院偷出来, 想让你给我变金子。 王志龙说到最后都哭出声来, 他们没有抛弃我, 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涌上李火旺的心头。 他们没有抛弃我, 一直在心中对自己说不在意, 可是当听到是面前这人把自己从医院偷出来后, 李火旺才发现自己有多在乎。 见李火旺的情绪趋于稳定, 王志龙哀嚎着哭求道, 你饶我这次行吗? 我真的鬼迷心窍了, 才会想到这种歪路,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李火旺低头看着他, 心中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 强烈的猜疑又重新涌了上来。 你在骗人? 既然你想控制我给你变金子, 那么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 而是随意把我丢在大街上? 这里就是假的, 是幻觉。 王志龙绝望地嚎道, 我也想把你抓住啊, 可问题压根捆不住啊。 绳子明明捆你手上了, 结果一下子就松开了, 明明门是关着的, 可你却出现在门外面。 要不是你, 展示这一下特异功能, 我都以为, 你真就是个普通的疯子。 早不干了。 听到这话, 李火旺的瞳孔微微一缩, 这种能力, 是我的错位能力。 我在幻觉中也有这种能力。